会长回来了 当那道背影出现 那道声音响起之时 所有人脸上的阴霾一扫而空 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喜悦 那个一手打扶罗天大叫 痛扁阿修罗转世的颜会长回来了 你这狗日的 总算回来了 王吉网长出一口气 脸上露出笑容 方才看到少年台官将被欺负的时候 他目自欲裂 差点就要提刀上阵了 好在 颜首一及时赶回来了 林子通脸色缓和下来 眉目紧紧地盯着颜首一 还不由自主地摸了摸自己隆起的肚子 仿佛是在安慰孩子们 别怕 爸爸回来了 颜首一 红四方见到那个轻衣年轻人 脸色瞬间阴沉下来 他已经极力在找借口动手了 没想到 还是被颜首一赶回来了 不仅是颜哥 还有我容成浪里小白龙 一道无比狂傲的声音响起 在人群的后方 龙飞城带着其他人现身 龙飞城 罗宁 阿公 温玉仙 关云师太 金碧道长 林小小 叶南飞 诸葛连 诸葛吉 叶天元 田卷 还有脑袋上 扣着半个沐鱼的棕毛猴乐了 关云师太气势全开 一股无形的力量 将众人推到两旁 给他们开路 我们回来了 龙飞城大喊道 可恶 唐中学咬牙切齿 他知道 回归的这些人 可有着不俗的本领 他们接下来闹市的难度 又增加了几分 颜首一压根没将周围的敌人 放在眼里 他先是抬起头 目光越过众人 与林子童点头示意 和王极王交流眼神 了解事态发展到什么地步 最后 他又看向了高塔上 那几道模糊不清的人影 他知道颜绸在里头 也知道几位长辈 一直忍着没出手的原因 他转过身 对少年台官将伸出手 能起来吗 少年受宠若惊 本能地想要伸手握住颜首一的手 但他忽然改变主意了 自己爬起来 拍掉身上的灰尘 我没事 我能行 少年要强地说道 颜首一一愣 随后哈哈大笑 好家伙 去把你的台官棍捡回来吧 那可是 你吃饭的家伙事 是你爸留给你的 可不能丢 少年赶紧去将台官棍捡回来 仔细地用衣袖擦掉 棍子上的脏东西 你们做得很棒 剩下的交给我吧 颜首一拍了拍少年的肩膀 示意他回去 少年走后 颜首一也转身 往民俗研究会的方向走 龙飞城等人跟在颜首一的身后 沿途遇到的名门大派弟子 纷纷让路 没人赶拦这位杀神 他一路畅通无阻 走到王吉网和林子彤的身边 你有把握吗 林子彤低声问 出乎意料的 颜首一竟然摇头了 王吉网顿时急了 不是吧 你不是说 能带人正回来吗 要是事情解决不了 我们该如何收场 颜首一沉声回答 老王 你认真看看 这帮人真的是冲着真相来的吗 王吉网愣住了 是啊 真相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们想对民间教派传人下手 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林子彤问 兵来将党 水来土掩 但最重要的是 我不希望咱们的人再出现伤亡了 颜首一将自己的底线告诉众人 而后看向外头的那四百多号人 王吉网赶紧点出红四方 唐中学 横华大师三人的身份提醒颜首一与他们对话 颜首一一眼扫过三人 三人都有些失态的畏惧 但很快又调整过来 理直气壮地质问颜首一 颜首一 你屠杀峨眉派 追杀典一派 和清城派弟子的事实已经成立 我等正式来讨伐你的 实相地束手就轻 别不识太卷 颜首一淡淡地说道 一群白痴 三人愣了愣 怎么这颜首一上来就骂人 一点谈判的意思都没有 横华大师双手合十 阿弥陀佛 颜会长你 你先闭嘴 颜首一瞪了横华大师一眼 随后拉过金碧道长 质问面前众人 你们知道他是谁 四百多号人面面相去 一时间竟然没人喊得出 金碧道长的名字 金碧道长忽然间有点惆怅 难道频道真的如此 不出名吗 颜首一冷笑道 这位就是传言当中 被我杀了的清城派掌门 金碧道长 你们这群乌合之众 连我杀了谁都还没明白 就兴冲冲地上门来兴师问罪 你们到底是想除魔味道 还是只是盲目跟风 御是多动动脑子 别傻了巴基地 被别人当枪使 自己还偷着乐 四百多人全都沉默了 他们不光光是因为 被颜首一扯掉了遮羞布 还因为颜首一的言语犀利 在他们的认知当中 颜首一好像总是和和气气的 如此牙尖嘴利的 应该是他身边那个 欠抽的兽猴才对啊 怎么今天颜首一转性了 上来就一顿键盘输出啊 他们不知道 颜首一受到心魔影响 性格和过去已经大不相同 尤其是对待敌人之时 所以 这群倒霉蛋 还没来得及说什么 就已经被颜首一 狠狠地羞辱一番了 不过羞辱归羞辱 颜首一也没忘记澄清事实 灭峨眉派的另有奇人 当初我收到峨眉派的求助 与天师与陆明商量之后 才前往的峨眉山 这点天师可以作证 真正灭峨眉的乃是 新玄山派的戏子李根苗 是他指使十二元臣做的此事 你们若是还有人不信 就睁大眼睛 看看我身边这位是谁 关云失态上前一步 双手合十 阿弥陀佛 凭你乃是峨眉派掌门 冠云 峨眉派掌门本人在此 又有金碧道长 这个活生生的人证 真相已经大白 众人似乎根本没有理由去怀疑 但颜首一却没有打了胜仗的喜悦 他知道今日之事肯定不会如此轻易结束 果不其然 那红四方站出来质问道 谁不知道你和关云失态的关系好 金碧道长也有可能是被你要挟的 我有理由怀疑 整件事情都是你自导自演的 目的就是为了削弱我们名门大派的整体实力 妈的智障 龙飞城都看不下去了 开口直喷 不会吧 不会真的有人强行强制 相信这傻狗的鬼话吧 就连民俗研究会的智商下线 龙飞城都觉得对方是一群智掌 可见整件事情荒唐到什么地步 然而 对方真的是一群傻瓜吗 不 很多人心里门清 他们只想要看到自己想看到的真相 借此引发矛盾罢了 金碧道长和关云失态都是至关重要的人证 更别提峨眉派还有那么多幸存的弟子 但凡带点脑子 都知道颜首一是被嫁祸的 只是 他们不认 证明一个人是坏人很容易 但要证明一个人是好人 却太难太难 颜首一自言自语 已经看透事情的本质 他决定不再与这帮家伙胡搅蛮缠 直接跳过那些装腔做事 询问他们到底想要什么 说吧 你们到底要我怎么做才肯罢休 扩大矛盾不是颜首一的目的 他的目的是稀释宁人 至少先度过这一关 度过这一关后 他便可以利用庙会师太 留给他的十二元臣的信息 快速将十二元臣全部解决 没这帮家伙在背地里推波助澜 两派的关系是不会那么容易恶化的 剑颜首一做出让步 红四方三人交换了眼神 他们的眼神中有着小人得志士的得意 他们也早就算准了事情的结局 你说 你没有屠杀峨眉派 但拿出的证据 却不足以让大家信服 我们名门大派 也不是不讲理之辈 愿意暂时停手 等事情真相调查出来以后 再论结果 红四方假意退让一步 随后却提出了一个让颜首一无法接受的要求 但在水落石出之前 谁也不敢保证 你不会带着民间教派与我们鱼死网破 所以我们手上必须要握有筹码 嗯 这个筹码 你觉得用你的孩子做抵押 如何 用我的孩子做抵押 颜首一脸色陡然一沉 双眼杀一浮现 一瞬间 四周的温度仿佛下降十几度 站在前排的名门大派弟子 忍不住打了个寒战 他们好像被阎王爷拍了拍后脑勺 不等颜首一回答 林子彤已经坐不住了 他怒斥道 哼 好一个名门大派 强盗都知道不杀妇女优 你们居然想要用我的孩子做人质 不知你们的老祖宗 听到你们说的话 会不会气得一脚踹开棺材盖 把你们这些不孝之徒 打进十八层地狱 对林子彤而言 他肚子里的孩子 就是他的一切 谁敢动孩子 他就和谁拼命 民俗研究会的其他人 也无比愤怒 究竟是多么阴险狡诈的小人 才会计划着用孩子做人质 更何况 颜首一和林子彤的孩子 甚至还没有出生 你们这群卑鄙小人 无耻之徒 使使去吧 龙飞城竖起两根中指 一肚子脏话吐个不停 颜首一深吸一口气 这帮家伙 显然是早有准备 他们甚至知道 我的孩子 魂魄与肉体分离 被保护在莲花池中 把孩子魂魄交给他们 和亲手杀了自己的后代 有什么区别 颜首一断然不可能 把孩子交出去的 可是 他若是不答应 今天的战斗在所难免 而且这些有心之人 肯定会将今天的事情 大肆宣扬 把扩大矛盾的矛头 指向颜首一 没人会在乎他 作为一个父亲的责任心 这是 在把颜首一往绝路上逼 看到颜首一沉默 又愤怒的模样 红四方等人 心里无比得意 杀人有时候 并不需要用刀 他们先用舆论施压 再带人过来挑起矛盾 最后将矛盾指向颜首一 让颜首一来做这个罪人 不管颜首一最后 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他都必然会得罪一方势力 同样 不管颜首一 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对红四方等人而言 都是不亏的 颜首一 我看你怎么选 颜哥 不能叫啊 会长 我也是一个孩子的父亲 我能明白的你感受 大不了今天我们就和他们拼了 没错 和他们拼了 这群无耻之徒算什么名门大派 我看他们才是真正的妖人 身后的伙伴们在努力劝说着颜首一 林子彤也向他投来坚定的目光 只要你一声令下 我等就血染西湖 就在颜首一进退两难之时 一道金光从天而降 砸在名门大派弟子当中 众人吓得四散躲避 但他们却惊讶地发现 这金光似乎不伤人 好家伙 我们还以为颜首一动手了呢 惊魂未定的弟子们 恼羞成怒地看向金光 想看看到底是哪个王八蛋 吓唬大家 只见金光当中 缓缓走出一名 身穿白色绣云道袍的儒雅年轻人 红四方在见到此人的一瞬间 脸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他怎么会出现在这儿 他不应该出现才对 难道他根本不考虑后果吗 短暂地吃惊过后 红四方反而狂喜 这家伙的出现 有可能将矛盾推到高潮 甚至连颜首一都无法左右结果 天师驾到 一声高呼 天师于露明从金光中走出 名门大派弟子们 见到于露明 脸上之前的恼羞成怒 立刻消失不见 在短暂地惊讶过后 他们都跪拜在地 高呼见过天师 龙虎山的道统地位 已经延续上千年 几乎写在每一个悬门弟子的基因当中了 即便于露明成为天师还没多久 但老天师的余威 犹在 让大家情不自禁跪拜 看到突然出现的于露明 民俗研究会的元老们 松了口气 王吉网笑道 天师来了 这场价肯定打不起来了 然而颜首一却紧盯着于露明 眉头竟然没有半点松开的意思 他沉声问道 于露明来之前 有提前与你联系过吗 王吉网一愣 没 没有啊 怎么了 那你怎么知道 他现身是帮我们 还是帮他们 王吉网瞳孔剧烈颤抖 他大笑道 不 不可能吧 没人会比天师更清楚事情的真相 他怎么可能不帮我们 他没理由不帮我们的啊 王吉网在努力说服自己 坚定地相信于露明是来帮他们的 可林子彤的一句话 却道破了真相 即便他这次现身是帮我们的 但却会间接推动两派关系急速恶化 这并不是好事 于露明的出现 是在场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 他虽然年纪不大 但天师的身份 注定了他的层次 远不是眼前这些人可以比拟 他的态度 甚至能左右局势的变化 最关键的是 一旦于露明下场 那些在背后里 偷偷搞小动作的老一辈强者们 也就有理由下场了 这才是严守一真正担忧的 于露明 到底是爱做什么的 见过天师 红四方 唐中学二人坐一行礼 横华大师则只是双手合十 微微欠身 于露明冷眼看了他们三人一眼 他心里眼门清 当这三人被推举成化石人以后 就坐实了他们仨 已经被新玄山派收买的事实了 这次事情过后 不论结果怎么样 于露明都会对他们出手 清理门户 不知死活的红四方笑道 不知天师到此 是要与我们一起除魔味道吗 他这是明知故问 于露明没有回答 他收回目光 叹了口气 望向眼手一 二人目光接触 于露明看到眼手一眼里的无奈和愤慨 眼手一看到 于露明眼中的坚决和愧疚 我是以私人身份前来的 今天我不是龙虎天天士 于露明摆动衣袖 证明自己两手空空 以往天师出巡 必然会带不少天师辅导同 柳一人应该也会跟着出现 但这次于露明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 并且只身出现 他到底想要做什么 就连严守一一时都猜不透于露明的想法 唐中学嗷了一声 阴阳怪气地问 难道天师不是爱除魔味道的 横华大师双手核实 阿弥陀佛 天师自然是不可能与民间教派同流合污的 这秃子一开口 就把于露明的退路给堵死了 面对所有人的目光和质疑 于露明深吸一口气 对严守一说道 严守一 把你的孩子交给我 由我亲自带回天师府 从此之后 两派不再相争 此言一出 全场哗然 于露明竟然要代表明门大派 带走严守一的孩子 堂堂天师亲自下场抓人质 一时间 众人议论纷纷 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三种观点 明门大派的弟子们 不知真相如何 但想到 有天师亲自出面带走人质 往后严守一 必然担心孩子的安危 从而对明门大派言听计从 这是好事啊 民俗研究会的人们则觉得 与其把孩子交给红四方他们 还不如交给更加值得信赖的 天师于露明 至少以天师和我们会长的关系 是绝对不会对孩子不利的 天师在此时现身 其实是在给我们会长 一个和平解决问题的台阶 简直是一招妙棋 第三种观点 来自于红四方等人 他们脸色难看 觉得于露明的出现 彻底破坏了他们的计划 无形之中 化解了两派矛盾 让严守一把孩子交给于露明 这和让孩子的干爹 暴走有什么区别 该死的于露明 红四方几人心中狂怒 但一时间 竟然也想不出应对的法子 因为天师亲自下场 就根本没有 他们这些小喽喽说话的位置了 于露明真诚地看着严守一 希望严守一能明白 他的良苦用心 至少 你的孩子在天师府 绝对不会受到半点伤害 两派之间的关系 也有了缓冲的时间 然而严守一却一点反应都没有 这不禁让林子彤有些着急 大傻子 严守一侧头看向林子彤 林子彤低声道 于露明在帮我们 这恐怕是眼下最好的结果了 就连最在乎孩子的林子彤 都认为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你真的这么认为吗 严守一沉声问 你看看他们 林子彤指了指在刚才的冲突当中受伤 甚至丢掉性命的民俗研究会成员们 尽管林子彤很舍不得孩子 尽管他也感到无比心痛 可如果不交出孩子将会有更多人受伤 民俗研究会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 大家都承受不起这样的伤害 严守一的目光慢慢扫过那些伤员 从那个少年台官匠身上扫过 看到他的愤怒 不甘和恐惧 好 我交 严守一转身走进民俗研究会 于露明面色不改 但却背地里长输一口气 红四方则与另外两人交换眼神 他们心底里已经认为 这次的计划因为于露明的出现而被破坏了 想要挑起两派矛盾 恐怕要另寻他法了 严守一走进民俗研究会 禁止往莲花池走去 他的身后跟着林子彤与一众元老 龙飞成跟在后头骂骂咧咧 狗日的红四方 去他妈的唐中雪 生孩子眉屁眼的横滑秃驴 小爷我都把他们的名字记在小本门上了 等这次事情过去 小爷我一定要一个个找上门 把他们的脑袋拧下来当马桶 其他人也同样不愤 咒骂了一路 而走在最前头的严守一和林子彤 却从始至终一言不发 小伙伴们都没有当父母的经验 无法真正地体会到 如今严守一和林子彤的心情有多么沉重 孩子们甚至都没有出生 就已经经历这么多危险 为人父母 要亲手将未出生的孩子交出去 这和在他们身上割肉有什么区别 这种痛苦 二人只能默默承受 谁也分担不了 走到莲花池外头 其他人默默地停下脚步 默契地没有选择跟进去 接下来的时间 还是留给他们夫妻俩吧 莲花池中 病地连生长在最中央 池水清澈 映着夕阳 两朵莲花紧贴在一起 粉红色的花瓣 包裹着拳头大小的莲蓬 莲蓬上分别有两个粉红色的小光团 孩子的魂魄已经成形 透过花瓣间的缝隙 夫妻二人甚至可以看到 孩子在瞬息着自己的手指头 两个小家伙睡得很安详 模样是那样的美好 任谁都不忍心打扰 眼手一站在拱桥上 伸长的脖子打亮着病地连 双眼中温柔无限 林子彤看在眼中 说不出的心疼 自己曾梦想着给他一个家 然而孩子还没有出生 这个家就要分出去一半 不再完整 大傻子的心里一定很难过 很难过吧 夕阳之下 眼手一双手撑在莲花池上的拱桥围栏上 认真地打亮着自己的孩子 莲花池仿佛隔绝了外头的喧嚣 只看这个画面 没人会想到民俗研究会外头 还有四百多人的队伍 随时有可能爆发冲突 你说他们俩 是姐弟呢 还是兄妹 眼手一突然地发问 让林子彤猝不及防 他摸了摸肚子 迟疑道 那得看谁先出生吧 但不确定 他们谁大谁小的话 我怎么做出决定 以后我又该怎么 向被留下来的孩子解释 眼手一的一句话 几乎叫林子童心都要碎了 他红着眼眶抱着眼手一 安慰道 不管是谁被送走 他 永远都是我们的孩子 我们一家四口 一定会有团聚的一天的 眼手一如梗在喉 他沉默了一阵 最终伸出手 折下一朵病地连 莲花中包裹着的右小魂魄 不舒服地翻动身体 小眉头拧到一块 以后你就是哥哥了 你要和爸爸一起 保护好妹妹和妈妈 眼手一强忍着泪 轻声对孩子的魂魄说道 哥哥似乎感觉到 自己即将与妹妹分离 他侧过身边朝妹妹的方向 伸出了小手 想要抓住些什么 林子童终于没能忍住 泪流不止 信余的虽然是个书呆子 但他是个好人 他一定会保护好你的 相信他 眼手一下定决心 毅然带着莲花转身 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 林子童追出两步 却是跌倒在地 女子本弱 为母则刚 但此时林子童 却好像被抽走所有的力气 甚至跟不上眼手一的步伐 眼手一背对着林子童 低声说道 我送哥哥出去 你留在这里陪着妹妹 注意身体 不要太伤心 说完 眼手一低着头 走出莲花池 而林子童 只能携一着拱桥的栏杆 不停地自言自语 都怪妈妈 都怪妈妈没能保护好你们 莲花池外 当众人看到眼手一带着莲花出来之时 都陷入了沉默 他们此时才发现 即便是将孩子交给于路名 也是如此艰难的决定 眼手一的身上 好像驮着一座大山 每一步都显得格外沉重 好像用尽了所有的力气 最能理解眼手一的 莫过于奶奶温玉仙了 但他只是拍了拍眼手一的肩膀 走进莲花池 去照顾没能走出来的林子童 罗宁咬着牙说道 你真要把孩子交给于路名 就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吗 阿公也难过无比 王吉网深吸一口气 早晚有一天 我们会把孩子带回来的 颜哥 龙飞城走到严首一的面前 垫脚看了一眼莲花中的哥哥 他鼻子一抽 道 不想做的事情就不要做 不要委屈自己 我意已决 严首一抬起头来 眼里看不出一丝感情 他大步朝外走去 其他人赶紧跟上 高塔之上 狗倒是气得把烟头 都咬碎了 往肚子里咽 手一真的要把孩子交出去了 狗倒是道 大哥 那可是你的亲孙子 眼瞅一眼不发 目光紧紧地跟随着颜首一 他看着颜首一拖着莲花 走出民俗研究会大门 当他出现的那一刻 于路名的脸色缓和下来 他对着颜首一点点头 而红四方等人 则是像吃了苍蝇一样难受 他们计划了这么久 费了这么多心思 带来了四百多号人马 结果就换来这么多玩意儿 颜首一来到于路名面前 最后看了孩子一眼 他低声道 他是哥哥 姓于的 你一定要替我照顾好他 于路名点点头 伸出双手 小心翼翼地抱过莲花 我向你保证 我会用我的生命守护他 抱过莲花以后 于路名后退两步 他回头用警告的眼神 看着众人 事情该告一段落了 你们应该立刻离开荣城 峨眉派的事情 天师府自会派人调查 还原出真相 而在此之前 我不希望有任何人 再挑起两派矛盾 普通弟子 其实此时头脑 也已经清醒了 既然天师都出面了 颜首一也妥协了 我们要是再闹下去 可就太刻意了 大家终究还是为了名合力 没必要死缠烂打 于是 当下就有不少人 转身准备离开 红四方冷哼一声 对颜首一说道 这次算你们走运 我们走 过些日子 再来收拾这些妖人 民俗研究会的成员们 憋屈万分 但不管怎么说 眼下应该是最好的结果了 于路名剑事情 终于要解决 便打算带着孩子离开 然而就在此时 一柄利剑 忽然从红四方的胸膛刺出 鲜血飞剑 所有人都没料到 竟在这个时候 会发生变故 红四方震惊地 看着从自己胸口刺出的利剑 他第一个怀疑的对象 是颜首一 可颜首一就站在 民俗研究会大门口 从没有离开过 红四方的视线 而且 颜首一时的分明是刀啊 唐中学和横华大师 站在红四方的身侧 将行凶之人 看得清清楚楚 这人是颜首一 另一个颜首一 这民俗研究会门口 竟然出现了两个颜首一 只见红四方的身后 一名头上缠着纱布 瞎了一只眼的颜首一 紧剩的眼睛里 喷出痴人的怒火 他的手中拿着一柄青铜剑 剑上已布满 红四方的鲜血 颜首一 你做什么 于露明大怒道 现在杀人 我们之前所做的努力 不是全都白费了吗 如果你一早就做好 动手的准备 又何必向我妥协 把孩子交给我 难道就不怕 突然 于露明意识到了一切 颜首一 恐怕早就被 红四方等人消磨了耐心 他甚至对两派和解 已经不抱希望了 他选择将孩子交给于露明 并不是真的想要让孩子 成为名门大派的人质 而是希望 在彻底撕破脸皮之后 于露明能够尽全力 保护好这个孩子 这样 即便颜首一 在两派的大战当中陨落 颜家至少还留下了一丝血脉 颜首一 向名门大派宣战了 杀人了 颜首一杀人了 民间教派果然都是邪魔外道 就连颜首一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 动手杀人 他杀的可是劳山阵法派掌门 劳山的人怎么可能忍下这口气 这一下事情闹大了 在场所有人都震惊到无以复加 在颜首一将孩子交给于露明的时候 所有人都认为事情已经结束 今天这场战斗 是绝对不可能打响了 然而 结局却出现了惊天反转 不知从何处 又冒出一个颜首一 出手干脆利落 直接给红四方一个被刺 送他上了西天 这个颜首一头上缠着纱布 瞎了一只眼睛 眼部的位置甚至已经变成黑色的血液 看起来和他以往的模样很不相同 显得争鸣疯狂许多 怎么可能会有两个颜首一呢 你 你是谁 红四方感到自己的生命力 正在飞速流逝 却还是想要解开心中的疑惑 颜首一冷冷地在他耳边说道 你所看到的 只是我的一句法身 而我是本尊 本尊瞎了一只眼 而法身没有 方才现身的 一直都是颜首一的冰川法身 他之所以一直躲在暗处 起初只是担心红四方等人玩音的 但事情发展到最后 却和他之前所想的完全不同 鲜血顺着剑刃 流淌到颜首一的手背上 红四方咬牙道 你 你杀了我 就不怕两拍彻底撕破脸皮 你要与我们名门大拍对着干 哼 颜首一不屑一笑 难道我这次不动手 你们就会放过我们吗 你 别说话了 省着点力气 据颜望颜的报道吧 颜首一没心思听 红四方掰扯 他拔出祖龙剑 一脚将红四方的尸体 踹翻在地 随后 冰川法身出现在他的身边 双手将斩破刀送回 颜首一左手举着祖龙剑 右手提着斩破刀 你们都听清楚了 我左手祖龙 右手斩破 祖龙用来承肩除恶 斩破用来除魔味道 祖龙剑指杀恶人 斩破刀 只斩恶鬼 他一脚踩在红四方的尸体上 高声对民俗研究会的成员喝道 我颜首一 甘愿为民间教派干脑涂地 豁出性命也在所不惜 但孩子是无辜的 他们不应该因为上一代的仇怨 而承担后果 名门大派七人太甚 我一退再退 他们却只会得寸进尺 他们今日让我交出孩子 明日就会让我交出亲人 朋友 与其苟且偷生 倒不如奋起反抗 民间教派从来不是什么下九流行当 门大派也并非生来高人一等 凭什么我们就要忍辱负重 背负骂名 凭什么我们一心未明 换来的却只有五必三全 他们说 这就是民间教派传人的命 可我颜首一 偏偏不信这个鸟命 他抬起脚 一脚将红四方的尸体 踢到四百多名名门大派弟子的面前 随后 他高举祖龙剑 对身后的民俗研究会成员们喝道 来而不往非离也 谁胆敢伤害我们 我们就十倍奉还 打到他们害怕 打到他们恐惧 打到他们不再居高临下 打到他们未来狗活的每一个夜晚 闭上眼时 全都是我们的影子 让他们一辈子活在我们的阴影之中 杀 民俗研究会成员们 一个个热血沸腾 他们所受到的所有委屈 在这一刻全部爆发 在严首一的带领之下 所有人越过大门 对民门大派弟子发起反攻 干他妈的 王吉王吐了一口唾沫 拔出两把西瓜刀 带头冲锋 罗宁脸上露出畅快的笑容 憋了这么久 严首一总算开窍了 就连最不好战的阿公 都默默地开始召唤指人 他们骂我们是恶人 那我们就当一回恶人 今日 民俗研究会 全员恶人 他们疯了 疯了 民门大派弟子 一边尖叫着 一边往后退 相比于走南闯北的民间教派传人 这些弟子 不过是温室里的花朵 只会纸上谈兵 遇到真正的恶人 瞬间显出原形 他们此时才发现 自己等人一直玩弄的小猫咪 生气起来 竟然真的能咬死人 短短片刻 便有十几名名门大派弟子倒下 这也加重了人群当中的恐惧情绪 于露铭站在人群中 他周身被金光骤包裹 涌动的人潮 无法撼动他半分 他抱着莲花 脸上的表情十分复杂 虽然他知道 两派的矛盾 早晚有爆发的一天 但过去的日子里 他和严守一 都在努力地阻止这一天到来 即便矛盾要爆发 也不能从他们之间开始 但红四方逼严守一 交出孩子的要求 彻底让严守一陷入疯狂 他已经不管不顾 准备拼死一战了 天师 救我们啊 有弟子冲到于露铭的面前 下跪大喊 您可是天师 怎能眼睁睁地看着 民间教派的妖人 屠杀我们名门大派弟子 快点出手 杀了严守一吧 于情于理 于露铭都应该出手才是 可他第一次 如此不愿意和民门大派的人 站在一块 为了逼死严守一 这些人无所不用其极 各种卑鄙下三滥的手段 全用上了 他们也配自称 民门大派弟子吗 他们知道我这个天师 出手相救吗 于露铭 就在于露铭恍然之时 便见严守一的真身 举着斩破刀朝他劈来 把我的孩子还给我 于露铭瞳孔一缩 严守一要对我出手 这不可能 下一秒 于露铭便注意到 严守一使用的是斩破刀 祖龙用来成肩除恶 斩破用来除魔味道 他用斩破刀寻我 而不是用祖龙剑 说明他并不是真的想对我出手 聪明的于露铭立刻意识到了 严守一这是在逼着他 尽快带着孩子离开 这里即将沦为一个战场 于露铭身在其中 注定无法独善其身 只有被赶走 他才能顺利脱身 想明白一切 于露铭立刻抱着莲花后退 在严守一靠近之前 于露铭周身闪过金光 随后瞬间消失在原地 天师于露铭走了 他并非是退缩了 而是要将能牵制住 严守一的孩子魂魄 带回龙虎山 这个理由成立 只是 现场的四百多名名门大派弟子 却失去了依靠 他们只能自求多福了 看到于露铭离开 这些弟子们一阵绝望 可他们能做什么呢 分明是他们自己杀来容成的 现在要么与严守一等人对着干 要么夹着尾巴 灰溜溜地从哪来回哪去 少数人大概猜出 自己是被人当枪使了 所以他们毫不犹豫地转身逃跑 而大部分人 还沉浸在所谓除魔味道的幻想当中 与民俗研究会的成员血战 走吧 走了就好了 于露铭的离开 让严守一彻底没了顾虑 严家还有后代 他把这个机会给了哥哥 而妹妹 他同样是幸运的 因为不管结局如何 至少他能留在父母的身边 兄妹俩这次分开 注定了各自会有一番 不同的机遇和人生 接下来 该办正事了 严守一没有寻找于露铭去向何方 而是转身 看向此次事件的另外两位主导者 广德寺高僧横华大师 红一教长老唐中学 二人察觉到严守一的目光到来 不约而同地 吓出一身冷汗 其实他们的修为也不差 只是方才严守一真身现身的时候 直接秒杀了红四方 才让他们感到恐惧 事情已经闹到这般地步 虽然这也是二人想要的结果 但眼下的状况 多多少少有些夜宫耗龙的意思在里头了 二人目睹 红四方被杀 现在又置身在乱战当中 还被杀神严守一给盯上了 此时他们心里所想的 只有一个字 逃 二人交换眼神 同时朝着不同的方向逃跑 沿途遇到那些碍事的名门大派弟子 二人都是毫不犹豫地撞开 如同踢掉路上碍事的石子一样 本来正在与民俗研究会成员战斗的弟子们 突然遭到横华大师和唐中学的被刺 一时间乱了分寸 被民俗研究会成员抓住机会 刹那间收割了生命 而在他们的生命尽头 才终于醒悟 原来横华大师和唐中学 根本没把我们当一回事 可怜的我们 还在豁出性命 为他们助阵 而这两个人渣 已经开始逃跑了 可惜的是 他们已经没机会指责横华大师和唐中学了 碍事的东西 滚开 横华大师撞开一名小沙迷 脚步飞快 小沙迷被撞倒在地 不敢相信地 看着横华大师 横华大师 您 横你骂个B 别喊我名字 横华大师 没了之前的高僧做派 出口便是脏话 恶臭的 还不如街边的小混混 他生怕小沙迷 喊出自己的名字 惹来严首一的注意 不过 他的担心 显然是多余了 因为严首一 一直注视着他 人群中 严首一的真身紧追不舍 阴魂不散 横华大师 吓得都快要尿了 也顾不上辱骂小沙迷 转身继续逃跑 你为何要逃跑 这难道不是 你想要看到的结果吗 钉字 如同鬼魅般的声音 在横华大师的耳边响起 他骤然停下脚步 回头惊恐地看着 已经追至他身后的 严首一本尊 刚才严首一 没有喊他叫横华大师 而是喊出了钉字 你 你知道我的身份 横华大师震惊道 庙会师太 把你们所有人的信息 都告诉我了 严首一冷声补充道 对了 他就是十二元臣当中的某字 横华大师惊怒交加 原来自己早就被出卖了 对于卯字的身份 横华大师其实知道的并不多 他不知道卯字 就是十二元臣的创始人 甚至不知道 卯字是上一任的 峨眉派掌门庙会师太 这些现在都不重要了 十二元臣的身份信息泄露 对目前存活着的十二元臣而言 可是灭顶之灾 可想而知 这次事情过去之后 严首一会对十二元臣 展开怎样的报复 先不提那些事了 我问你 你做好准备了吗 严首一冷不防地问道 横华大师不理解严首一的意思 做好什么准备 扑刺 一道血线闪过 横华大师突然眼前一黑 他的视线不受控制地往下落 在地上滚了好几圈 最后看到站着的自己的身体 严首一抖动祖龙剑 将尖刃上的鲜血甩掉 他转过身 淡淡地说道 做好复死的准备 扑通 横华大师没有任何征兆地 被严首一斩下头颅 他甚至没有求饶的机会 不知死去的横华大师 会不会有那么一丝丝后悔 后悔自己不应该到荣城来 招惹严首一这个杀神 不过严首一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因为他在杀死横华的一瞬间 顺带也毁掉了他的魂魄 他不会给横华死而复生的机会 甚至不愿意让他入轮回 要让他彻彻底底地死在这一世 让他为十二元臣所作之事 付出代价 横华大师死了 横华大师被严首一给杀了 人群里 温室的花朵发出惊恐的惨叫 他们的士气正在崩溃 没了之前的骄傲 被民俗研究会的成员杀得丢盔卸甲 反观民俗研究会与驴山派 赵家人的状态 与名门大派弟子截然不同 他们发泄着长久以来受到的压迫 而产生的怒意 爆发出远超平日的战斗力 最重要的是 他们已经没什么可失去的了 这股一往无前的信念 是名门大派弟子们不曾拥有的 横华大师被严首一一见秒杀的消息 很快就传到了 朝着不同方向逃跑的唐中学耳朵里 这个消息 让唐中学脸色煞白 不顾一切地往外逃跑 可当他逃出人群之时 却发现严首一的法身 早就在人群外等着他了 法身两手空空 但却浑身浴血 他在追赶唐中学的路上 顺带收拾了不少名门大派的弟子 唐中学两腿一软 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他疯狂递给法身磕头 一下笔下卖力 只是几下便磕得满头是血 求求你放我一马 我也是被红四方他们蛊惑的 咱们俩无冤无仇 没必要赶尽杀绝啊 你说 你是被蛊惑的 冰川法身上前一步 语气中带着犹豫 唐中学似乎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 赶紧解释道 没错 红四方他们利用了我的正义感 非拉我过来讨伐你们 我其实什么都不知道 你真要怪 就怪红四方和横华 他们俩明知你是被陷害的 还非要把你往绝路上逼 唐中学已经慌不择言了 他想要把所有的责任 推到两个死人的身上 殊不知 自己的狡辩已经是漏洞百出 从严手一动手 到红四方和横华大师隔屁 从头到尾 他们俩都没与唐中学接触过 此时的唐中学 怎么可能突然醒悟 并且知道一切内幕呢 冰川法身走到唐中学的面前 对他说道 你愿意为我作证 只认红四方他们的所作所为 唐中学赶紧点头 满脸谄媚地笑 我愿意 我愿意 很好 那你见到阎王爷的时候 记得向阎王爷解释清楚 我严手一没有滥杀无辜 我杀的都是该死之人 冰川法身说完这话 唐中学忍不住瞪大眼睛 怎么剧情和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唐中学大喊道 难道你不需要活着的人证吗 如果我都死了 你该如何向名门大派交代 你就不想解释清楚吗 解释 解释有用吗 冰川法身伸出手 掐住唐中学的脖子 将他提到半空中 金币道长我带回来了 关于师太也活着出现在这儿 可你们这群人 有谁听过我半句解释 我的解释 根本就不重要 你们的目的就是逼死民间教派 唐中学满脸恐惧 不停地挣扎着 然而冰川法身 没有给他挣扎的机会 寒毒瞬间顺着他的手掌 钻进唐中学的体内 唐中学的血管 经脉 内脏 迅速被寒毒侵蚀 眨眼的功夫 就被冻成冰块 痛苦蔓延在唐中学身体的每一个角落 他几次挣扎之后 就没了动静 整个人变成一个大冰棍 被严守医随手丢在地上 巴搭一声 大冰棍碎成无数小块 红四方 横华大师 唐中学 相继死在严守医的手中 做完这一切 严守医回头看向战场 名门大派弟子 已经失去主心骨 如今士气低落 节节败退 正如严守医开战之前所说的那样 今天的一切会深深地烙印在这些 名门大派弟子的灵魂深处 让他们在每一个安静的夜晚 都会从梦中惊醒 脑海中浮现出今天发生的事 他们将永远地活在 民间教派的阴影当中 严格 民俗研究会大门处 龙飞城远远地看着严守医 严守医在关键时刻反悔 直接对名门大派宣战 这或许是命中注定 但龙飞城心里清楚 这其中必定有心魔的一份功劳 心魔加强了严守医的情绪 在他送走孩子以后 愤怒战胜了理智 才会让严守医 真身直接杀死红四方 但不管怎么说 这场战争终于开始了 龙飞城握紧彩威剑 咬牙道 开弓没有回头路 人死不过鸟朝天 这一战 就算我们不打 我们的孩子也要打 倒不如让我们身先士卒 马格果师 给后辈创造一个安定的事件 高塔之上 严筹看着大门口的战斗 沉默了许久 狗道士将烟屁股 按在老黄头的脑袋上 熄灭以后 用手指头弹下高塔 最后还是没忍住 动手了 狗道士吞云吐雾 但不得不说 动手以后 真塌娘的爽 狗道士对这些道貌黯然的家伙 也没有半点好感 他早就 忍不住要动手了 妙计武僧双手合十 阿弥陀佛 接下来又是一阵心风血雨 不知多少人要陨落 手一把孩子 送到于露明的手里 也是希望于露明 能够保住严家的血脉吧 魏长青叹气道 这时 三龙和腊里头问严筹 大哥 战争开始了 我们的计划 也要加快速度了 严筹终于不再沉默 他点点头 自言自语道 手一收集到了 十二元臣的信息 你们这就派人 开始清剿十二元臣 千万记住 这些人一个都别留 狗道士补充道 这帮家伙害人不浅 不仅不能留活口 还不能让他们死得太轻松 蜡里头 帮我狠狠地折磨他们 没问题 蜡里头露出残忍的笑容 折磨人这事 他最在行了 不过三龙 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大哥 这次事情闹得这么大 怕是那些一流门派 都无法袖手旁观了 万一他们 再找上门来 手要如何应对 来就来吧 言愁淡淡地说道 接下来 我会坐镇西湖 不管他们来多少人 我都有把握 让他们永远地留在这里 如此狂傲的话 换作别人说出来 大家只会笑话 但这话 是言愁说出来的 效果可就不一样了 三龙震惊道 大哥 你之前闭关了不短的时间 难不成你 言愁没有解释 自己的实力 到底有什么样的进步 只是用一句话 轻描淡写地体现了 自己的实力 这世上能杀我的 只有两个人 其中老天师张印 已经东士 老天师张印 号称陆地神仙 地表最强 他是近百年来 最接近仙的存在 言愁这话 就仿佛在说 仙人之下我无敌 仙人之上我一换一 这是何等的自信 何等的狂傲 有言愁的实力保证 三龙和腊力头 就没有后顾之忧 这场战斗 同样也是 他们期盼已久的 既然滚滚大势 你我都无法阻止 那不如就一起 化作这滚滚大势中的一员 星星之火 注定燃遍整片草原 李根苗 你的目的达到了 但结局最终 会向何处发展 是我们说了算 秘密聊天群 韩三 艾迪严首一 刚刚得到的最新消息 我师父已经决定 派弟子支援了 但他老人家 针对的是星火帮 暂时不会影响到你们 严首一 好 我知道了 袁建兴 唉 劳山早就下场了 这三个月来 我在劳山 就没过过一天的安生日子 昨天又有一对弟子 在山下遇袭 死了一名14岁的外门弟子 林小小 艾迪袁建兴 我们峨眉派 现在站在民间教派这边 昨日也有一名弟子失踪了 但目前我们没有什么线索 正在调查 燕南飞 两派相争 到底谁得力了 袁建兴 大家都知道 这场战争 对大部分人都没有好处 但它依然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严首一 是我一时冲动了 对不起大家 赵丞相 Ed严首一 你别这么说 不管三个月前 你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两派之争 都是早晚会发生的 再者说了 他们要的是你的孩子 换作是我 我也不答应 林小小 对啊 严师兄不要太过自责了 事情总有解决的办法 柳一人 说到底 还是星玄山派 在从中作梗 没有他们的挑拨 事情不至于发展到这个地步 韩三 你要是实在觉得对不起我们 就发几张色图吧 柳一人 群主是谁 那把韩三踢出群吗 舔狗表情包刷屏 韩三 够了 我重生最后一次 我韩三不是舔狗 燕南飞 话说回来 长山已经一周没有露面了 我打听到的最新消息 他因为反对 韩山寺对民间教派出手 而被韩山寺的方丈 关了禁闭 赵丞相 可怜的长山大兄弟 过了一阵子 于露铭 at严首一 孩子目前状态一切安好 你放心 虽然龙虎山上 有部分门派已经下场 但天师府依旧在观望 严首一 谢谢 民间教派这边 现在除了东北的乌神山以外 其他的势力 一直处于保守状态 不会轻易对你们出手 于露铭 好 大家多加小心 有什么消息 及时共享 结束聊天 严首一放下手机 转头看向窗外 荣城西湖岸边种的柳树树叶 依旧清脆 在秋风的吹拂之下 轻轻摇曳 不再毒辣的阳光 透过房间的百叶窗 在床头留下一幅天然的艺术画 距离严首一 大开杀界 已经过去足足三个月的时间了 自打那日他动手之后 两派关系迅速恶化 名门大派对 民间教派的仇恨达到了顶点 民间教派也不再忍辱负重 决定奋起反击 一开始 只是墨流门派 与民间散人的小冲突 受伤流血 都是家常便饭 但是不可避免地闹出人命 矛盾因此升级 之后便是二三流门派下场 民间教派传人 纷纷团结反抗 在经历了不知多少场 大大小小的争斗之后 武当山之类的一流门派 也终于压制不住 门内弟子的怒气 下场出手了 也正因为一流门派的出手 导致民间教派的散人 无法继续一个人行走江湖了 逍遥习惯的散人们 开始组建或者加入势力 时至今日 混乱的格局逐渐清晰了 中部地区 前唐与长安的民间教派组织合并 由李仲西领导 成立了名为新火帮的势力 西南地区 原来的赤花会已经彻底消失 剩余的势力慢慢扩大吞并 最后成立了红牙洞 领导者是一名叫做周延的所大将 西北地区 一个名为长陵军的新势力突然崛起 领导者名叫厚敬臣 是一位打羹人 据说其组上出了三名将军 东北地区 出马仙之流的传人 组成了乌神山 领导者名叫纪炳 他同样是一名出马仙 最后的东南地区 自然是由严守一牵头组织的民俗研究会 目前会内成员人数 已经超过700人又有严筹等强者作证 五大势力各自领导 却合作制约名门大派 其中 民俗研究会是名门大派的主要针对目标 毕竟矛盾的直接导火索 是严守一的大开杀戒 源源不断有名门大派找上门 所以 民俗研究会的人从不离开戎城范围 也不会主动攻击名门大派弟子 相对比较保守 最激进的势力 莫过于脾气暴躁的东北乌神山了 据说纪炳的女儿 惨遭名门大派弟子杀害 因此 纪炳对名门大派恨之入骨 他们的势力最庞大 在东北范围 见到名门大派弟子 一向是格杀勿论 以至于东北的名门大派 都只能归缩在山门当中 不敢和纪炳硬碰硬 身为众矢之地的严守一 私下一直与于露明他们保持联系 大家创建了秘密的聊天群 互相通风报信 当然 目的是最大程度的减少伤亡 两派之争是滚滚大事 即便严守一 于露明等人身份特殊 但依旧无法左右驱使 大家只能团结在一起 尽自己一份力 缓和矛盾 大沙子 爸让你过去找他一趟 说是有重要的事 正在严守一思考之时 林子彤走进房间 打断了他的思绪 严守一回过头 怀胎八月的林子彤 肚子已经圆得好像塞下了一个篮球 即便是体质特殊的他 也时常感到腰疼 需要严守一帮忙按摩 才能缓解 除此之外 没食欲 恶心 头疼 都是家常便饭 不过这些都没能打消林子彤 对孩子们的热情 严守一起身 小心翼翼地扶着林子彤坐下 关心道 今天要吃了吗 我 我不想吃 林子彤弱弱地说道 老金开的安胎药太苦了 坚强如林子彤 本身也只是女子 不喜欢吃药是天性 不过 他只会在严守一面前 暴露出最真实的一面 即便是在林与林英面前 他也是端起碗一影而尽 眉头都不带皱一下的 严守一哑然失笑 不吃可不行 咱俩的孩子太闹腾 才八个月 就天天在你肚子里捣蛋了 虽然孩子们的魂魄 都不在身体里 但小家伙的肉身 偶尔还是会不安地动弹 这是生理自然反应 提起此事 林子彤就来气 他瞪了严守一眼 妹妹可乖了 都是哥哥在捣乱 像你 严守一大呼无辜 我的性格这么老实 怎么可能和我扯上关系 哼 好了 不说这些 爸找你呢 我听他的语气 似乎事情还不小 你快去见他吧 依依不舍地与林子彤分离 严守一走出门的时候 特意调整了一下着装 他现在可是民俗研究会的会长 而民俗研究会 已经不再是小组织了 而是东南地区最大的势力 他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过于放松 但有气势 不代表要端着架子 严守一对民俗研究会的成员 还是很友好的 拥有700多名成员的民俗研究会 如今异常热闹 不论在哪 都能看到成员们聚在一起 大部分时间 他们都在讨论着如何进步 可以说 学习氛围是十分浓烈的 穿过热闹的街坊 严守一来到老爸严筹的住处 为了保护孙女 严筹等人 直接搬到莲花池旁的院子住下 三个月前 严守一大开杀戒 惹来不明真相的名门大派连声讨伐 严守一本以为 接下来一流门派 会派人过来清剿自己 但随着他老爸严筹对外放话以后 居然没有门派 敢明目张胆地找上门了 当时严筹只说了一句话 神来杀神 佛来诸佛 不怕死的尽管来 这句话传遍名门大派 威慑力极强 三个月内 竟然再没有门派 敢上门挑衅 但他们 依旧在暗戳戳地使绊子 时不时派人到民俗研究会捣乱 后来 双方发展出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只要民俗研究会的人 不离开荣城 那些明门大派的弟子 也不会轻易找麻烦 反之 只要明门大派弟子 不直接杀上门 明俗研究会的成员 也不会出去杀人 所以 在目前的民间五大势力当中 明俗研究会 反而是最保守的 其他的四个势力 早就和明门大派杀红眼了 但这不代表严守一就轻松了 虽然天师府没有下场 但明门大派 已经对严守一 发布了通缉令 只要严守一敢离开荣城 被他们发现了行踪 那么他将要面对 从四面八方杀来的 明门大派弟子 好在目前严守一本 也不需要离开荣城 他如今只想等待孩子平安出生 走进严筹的院子 他便看到自己的老爸严筹 狗道士 妙计武僧 魏长青四个人 坐在院子里喝茶 看样子 他们还挺惬意的 严守一虽然是后辈 但他现在身为会长 说话还是会硬气几分的 和几位长辈打了招呼以后 他直接坐在唯一的空位上 值得一提的是 严筹特意将主位留给严守一 严守一坐在主位 凌羽从一旁给严守一倒上热茶 严筹摆了摆手 凌羽就离开了院子 还特意锁上门 有件事 我先提一嘴 狗道士抢先说道 三个月前 给我们下毒的人 我已经查到了 是一个叫王黎的舍道人 在下毒之前 他就一直到食堂的后厨帮忙 最后看准时机才下手 是早有预谋的 我还调查到 新玄山派的人挟持了他母亲 逼迫他这么做 严守一点点头 问道 后续呢 狗叔叔处理他了吗 暂时把他打发走了 虽然说 也不能完全怪他 但这种人软肋太多 时不时就会在背后捅刀子 要不得 狗倒是喝了一口茶 说道 王黎给那么多人下毒 差点还得大家团面 这种错误 把他抓进地牢里都不为过 不过考虑到王黎也是遭到威胁 从轻处理 所以才把他逐出民俗研究会 爸 您找我有什么事呢 严守一随后看向严筹 严筹在民俗研究会的作用很直白 就是实力作证 至于管理方面的事情 严筹从不插手 大多时候 严筹等人都在院子里泡茶 像是古时候富贵人家 养在家里的可亲 只有在特殊时刻才出手 三个月时间里 严筹他们已经抓到了二十几个 潜入民俗研究会的敌人了 除此之外 十二元臣的残党 也是由严筹派人前去倾脚的 可惜的是 十二元臣虽然已经被禁术消灭 但两派的争斗 却不会因此停下 严筹的手指轻轻地敲击着桌面 似乎在犹豫 但他很快就停下动作 好像是做出了决定一般 关于你母亲的事 你知道多少 严手一愣了愣 他想过很多种可能 唯独没想到 自己老爸会突然提起妈妈的事 沉默了一阵 严手一摇头 我对妈妈几乎没什么了解 只是知道 他肯定不像您过去所说的那样 是个普通人 我身上的胯包 就是妈妈的吧 是当年凤一轩的人给他做的 严手一知道胯包的来历 对此严筹似乎并不惊讶 因为他知道 严手一结识了凤一轩的朱领 和朱焕丝 上次在峨眉山 奶奶让我去找干爷爷 说是干爷爷能告诉我一切 但现在两派关系恶化 我不可能再去龙虎山了 所以 他没继续说下去 等待着严筹解答他的困惑 严筹轻叹一口气 道 你妈妈身份特殊 过早地告诉你真相 会让你背上不必要的压力 从而影响到你的心境 不过现在 也是该让你知道一切的时候了 严手一忍不住端正坐姿 眼中有着不太明显的紧张 我的妈妈 她到底是什么身份 她是什么样的人 她去过哪 她做过什么事 她 到底是怎么死的 你的母亲 也是民间教派传人 而且是另一脉的鲁班传人 严筹终于说出真相 母亲也是鲁班传人 严手一大吃一惊 短暂的失神之后 她立刻有了疑惑点 只是如此吗 妈妈如果是鲁班传人的话 你们也没必要瞒着我这么长的时间吧 事情很复杂 你听我慢慢说 严筹缓缓到 在此之前 你应该先看看这个 严筹拿出了一本破旧的古籍 放在桌子上 推到严手一的面前 这本古籍过于破旧 封面甚至被老鼠啃得破破烂烂 不过内容页 却是一点损坏的迹象都没有 只是因为放了太长时间而泛黄而已 严手一看到古籍 脸上闪过惊讶 她见过这本古籍 正是去年父亲刚出狱的时候 父子俩一起回到陈家村 从村长家中拿出的鲁班书下卷 传说中记载着 长生不老法门的神秘古籍 严手一的性格其实很简单 她向来喜欢顺其自然 不争不强 这也是爷爷教给她的道理 所以 哪怕鲁班书下卷多次在她面前出现 她对书中内容也没有半点好奇 从陈家村得到鲁班书至今 严手一都没有向严筹提过 要看鲁班书下卷内容的想法 不过 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鲁班书下卷 竟然和自己的母亲有关 严手一从未如此渴望 想要得知鲁班书下卷的内容 故多 她咽了口唾沫 问道 爸 鲁班书下卷 真的记载了长生不老的秘密吗 长生不老的办法有太多了 如果鲁班书 只是记载着长生不老的办法的话 那它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严筹笑道 鲁班书下卷和长生不老没有关系 严筹道 想知道书中内容的话 你现在就可以翻开看一看 文言 严手一的目光锁定在鲁班书上 他没有着急去看 而是努力做好心理建设 听老爸的意思 鲁班书下卷的内容 似乎比长生不老的秘密还要不凡 可这又是如何与妈妈扯上关系的 但不管怎么说 得到鲁班书下卷的我 一定会变得更加强大 说不定就可以改写如今到门的格局 我要把鲁班书下卷 占为己有 突然 严手一身子往后顶了半米 他让自己与鲁班书下卷保持距离 脸上有着惊恐之色 严愁健壮 眉头一皱 问道 心魔又发作了 严手一苦笑着点点头 是的 刚才心魔激发了我心里的贪 他想让我把鲁班书下卷占为己有 这三个月的时间里 严手一饱受心魔折磨 他的情绪时常失控 但好在他总是能及时清醒 才没有对身边的人造成伤害 心魔正在不断壮大 但目前为止 大家都没有什么好的应对办法 三个月前 严手一大开杀戒 其实也是受到心魔的影响 但那次的冲动他并不后悔 严手一揉了揉自己仅剩一只的眼睛 笛声说道 妙会失态留下的黑舍利 据说能够压制心魔成长 但我到目前还是不敢使用它 妙计武僧双手合十 阿弥陀佛 黑舍利的确能够压制心魔成长 但他同样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心魔 非到万不得已 还是不要使用为好 舍利子是高僧生前功德 慈悲和智慧所化 而黑舍利则是恶念 贪欲 怨气所化 之前严手一就有了解过 黑舍利压制心魔的办法 实际上是与心魔争夺负面情绪 如果严手一安上黑舍利 心魔是压制住了 但同时也在体内培养出另一个潜在威胁 狗道士点了支烟 悠悠地说道 有心魔也挺好的 之前的你太仁慈了 我认为人是 重要保持愤怒 这叫心有雄师 我 我还是不看鲁班书下卷了吧 严手一想要克制心魔 便打算无视 近在咫尺的鲁班书下卷 没想到严仇却说 鲁班书下卷 你一定要看 说不定 他还能帮助你压制心魔 啊 别愣着了 听我的 严手摆出态度 严手一也不再抗拒 重新坐到桌子前 小心翼翼地翻开那 随时有可能会散架的骨骑 始祖曰 祸福无门 为人自诏 善恶之报 如影随形 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 依人所犯轻重 以夺人算 算简则平好 多逢忧患 人皆勿之 行或随之 急庆必知 恶心灾之 算尽则死 又有三台北斗神君 在人头上 路人罪恶 夺其计算 又有三师神 在人身中 每到更生日 折上一天槽 言人罪过 月会之日 造神亦然 凡人有过 大则夺计 小则夺算 其过大小 有数百事 欲求长生者 先虚必知 只是开篇的几段 便让严守一惊讶万分 鲁班书下卷的内容 不是什么长生之法 更不是什么禁忌秘书 而是一篇 不知由谁写的古文 看其内容 似乎是在劝人修善 行善积德 伏辟子孙 作恶受罚 殃及子孙 不过 它虽然不是什么长生之法 但严守一通读下来 只觉得神清气爽 心魔得到压制 七情六欲都归于平静 一心只想向善 鲁班书下卷的内容 怎么会是一篇经文呢 严守一不能明白 严守笑了 它为什么就不能是一篇经文呢 可那么多人为了它 争得头破血流 甚至有鲁班传人 为了保护它 而丢掉性命 如果只是一篇经文的话 直接交出去 不就好了吗 严守丢出了一个重磅炸弹 没那么简单 它表面上是一部经文 实际上它是解决民间教派 五臂三缺和死劫的钥匙 什么 严守一惊讶地甚至站起身来 他又忍不住多读几遍经文 但始终没有找到 他有记载破解五臂三缺 和死劫的办法 会不会是藏在什么加层里 又或者是藏头诗 难道需要特殊方法才能看到 严守一想尝试 但又害怕损坏鲁班书 他只能向严筹求助 别看了 书里没有直接记载办法 这个办法是你爷爷的猜测 严筹淡淡地说道 爸 您就别卖关子了 快点说明白吧 严守一郁闷道 严筹终于打算说出实情 你有没有想过 名门大派为何是名门大派 他们一样要学习各种法术 会斩妖除魔 本质上和民间教派 应该没有任何区别才是 但你也应该知道 二者的区别在于 名门大派的弟子 需要念经诵佛 需要打坐吃斋 也有种种戒律 而且他们花在修心上的时间 比花在修炼本事上的时间 要多得多 基于这个区别 你爷爷当年大胆地推测 民间教派传人 想要躲过五壁三缺和死劫 就必须像道门与佛门一样 拥有自己的藏书经典 让民间教派传人 也能够先修心修德 然后再修炼本事 如此一来 民间教派便不再是短法 而是真正的名门大派 鲁班书下卷 乃是祖祖辈辈的鲁班传人们 共同编写的一部经文 他劝人向善 讲究因果循环 是道门与佛门体系 理念的结合体 如果他能够被完善 最后传播开来 所有民间教派传人 利用他修了心 那么 民间教派将会摆脱 五壁三缺和命节的诅咒 让严守一 困惑了二十年的鲁班书下卷 终于在严仇的解释之下 揭开了他神秘的面纱 严仇的一席话 让严守一如同醍醐灌顶 大量的信息涌入他的脑海 曾经爷爷所教育 他的点点滴滴 记忆重新浮现 原来如此 如果爷爷的推断是正确的 那么一切就变得合理了 为何鲁班传人 需要拼命保护鲁班书 因为鲁班书下卷 是历代鲁班传人的心血 鲁班书下卷 在他们的眼中 简直比什么狗屁的长生之法 要重要千万倍 就算是拼了命 也要守护 而鲁班传人们的重视 让外人误以为 鲁班书的秘密 是长生之法 尽管因此 引来无数人的眼红 鲁班传人 还是不敢将鲁班书下卷的真相 公之于众 因为这同样涉及两派关系 名门大派是不会轻易 让这世界上 新增一个教派的 为何又偏偏是鲁班传人 因为民间教派当中 只有鲁班传人 是及百家之所长 外人只知道 鲁班传人偷学了 其他门派的本领 殊不知 他们是为了失忆长忌 通过了解其他门派的教义 编写出适合民间教派的正统经文 难怪 难怪 严守医花了好一阵子 才完全消化掉 这庞大的信息量 而今 他在看向鲁班书下卷 眼中已经没有之前 被心魔影响 而生出的贪婪了 有的只是对祖辈前辈们的敬仰 鲁班书下卷 是历代鲁班传人 用血与汗 甚至是生命编写而成的 这是无上之宝 不过 爸 鲁班书下卷 和妈妈又有什么关系 虽然鲁班书下卷的真相 让他极为震惊 但他想破脑袋 也想不出 这和他的母亲有什么关系 严筹回忆起记忆中 那个遥远又美好的身影 脸上不自觉地露出一丝笑意 你的母亲 是另一脉的鲁班传人 我年轻的时候 虽然也游历世俗 但你母亲不一样 她在普通人面前 从不利用鲁班的本事 为自己谋求便利 她像是一个游客 走遍了大江南北 看遍了人间沧桑 她从来不争不强 这辈子最大的愿望 就是能够完善鲁班书下卷 我与母亲是在长白山天池认识的 那次我与你狗叔叔 妙记叔叔 还有邹叔叔 打听到长白山天池有水怪 于是心血来潮要去看看 不曾想 却偶遇正在天池边画画的你的母亲 我记得很清楚 你母亲那天穿着白裙 清风吹着她的裙摆 荡漾的如同天池里清澈的湖水 又好像印在水上的云 唉 人这一辈子 会遇到数不清的人何时 但总有那么一个人 只是看一眼就注定一声 见老爸陷入回忆 且越来越深 脸上还露出少有的笑容 严手一纠结 要不要打断老爸一下 因为狗道士和妙记武僧 已经在一旁捂着嘴 酷酷酷地偷笑了 想必爸爸妈妈相遇的那天 几位叔叔也都在场 那段回忆 在他们的记忆中 同样很美好吧 似乎意识到自己失态了 严愁干咳两声 调整表情 我与你母亲一见钟情 没多久就怀了你 我带她回陈家村养胎 在生下你之前 我们一家子的日子 都过得十分美满 但在你出生之后 我与你母亲 却产生了很严重的分歧 听到这里 严手一不由地有些紧张 从小到大 爷爷和爸爸都说 妈妈是生我的时候 难缠而死 但现在看来 他们显然在说谎 母亲去了哪里 她是否还活着 我想要安定地生活 而你母亲向往自由 她在生下你之后 一直想要离开陈家村 继续她编写 鲁班书下卷的理想 但我因为不想给你 留下一个东奔西跑的童年 希望一家子 能够留在陈家村生活 很可惜 最后我还是没能留下她 她丢下了我们父子俩 孤身离开了 严稠的语气 带着掩饰不住的失落 严手一也愣住了 她想过很多种可能 但唯独没有想到 自己和老爸 居然是被抛弃的 我靠 老爸您魅力不行啊 我老婆肯定不会 像你老婆一样抛弃我的 当然 这话严手一 也只敢在脑子里想想 说出来的那可就是自讨苦吃了 严稠轻叹一声 低声道 你母亲走后 便再也没有消息 我也因此抑制消沉 在得知昔日战友的遭遇之后 才会犯儿杀人 丢下你和江湖上的兄弟不管 故意把自己关在牢狱当中 躲避凡尘俗事 那十年对我而言 犹如苦行僧的一场苦行 以严稠的本事 想要离开监狱 根本不是什么难事 甚至外头有大把的人 想把他捞出去 但他自己不愿意 他害怕外面的世界 不知该如何面对 所以才躲在监狱当中 放浪行孩 就连体型都赤成了大胖子 同样的 他也丢下了严手一 足足十年 我对不起你 也对不起你爷爷 严愁头一回 向严手一道歉 他低头的时候 严手一在父亲的头上 看到了几缕白发 此时他才意识到 爸爸可能也老了 爷爷离世之前 曾经托人给我捎口信 希望我能够出去看他一眼 但我没有回信 这件事成了 我一辈子的愧疚 但是就在我即将 刑满释放的时候 我收到了一封信 一封从长白山寄来的信 从长白山寄来的信 严手一精神一震 他用脚趾头也能猜到 这封信是谁寄来的 你应该已经猜到了吧 那封信是你母亲寄来的 严愁轻声说道 在信里 他说他已经将 鲁班书下卷编写得差不多了 只是依旧有四个难题解不开 需要我的帮助 因为这封信 我才重新找回 丢失了十年的我自己 离开监狱之后 我一直在寻找 那四个问题的答案 但至今为止 我都没能得到答案 因此 也无缘去长白山找你母亲 这三个月在荣城 我一直在思考 后来我突然明白了 或许能回答 这个问题的人不是我 而是你 手一 收拾收拾上路吧 代替我去长白山 见你母亲一面 解开那四个问题 为民间教派带回鲁班书下卷 带回大家的希望 当年严手一的母亲 丢下他们父子二人 严酬心里 是有一定的怨气的 毕竟对他而言 他是他的一切 但对他而言 他和孩子 只能排在第二顺位 而今 严酬丢下所有负担 将真相告诉严手一 让他前去长白山寻母 除了一家团聚之外 他还赋予了此行新的意义 解开四个谜题 带回鲁班书下卷全篇 一旦鲁班书下卷被带回 民间教派 很有可能会直接脱胎换骨 晋升为名门大派 如此一来 两派争斗的根本原因 就被解决了 这是眼下唯一破局的办法 长白山 妈妈 严守一自顾自地嘟囔着 思绪已经飞到天外 狗倒是哼哼道 这里你不用担心 有我们这些老一辈的坐镇 名门大派的那帮家伙 还不敢乱来 妙计武僧双手合十 阿弥陀佛 去吧 沉香 那你 沉香 妙计叔说 您出家人也玩梗 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啊 严守一回过神来 他还没有答应呢 魏长青就说道 现在各方势力都盯着咱们 只要守一离开荣城 必然会遭到各方围剿 不如我陪他一起去 路上护他周全 其实严守一 还有影子薛凯 还有冰川法身这些底牌 但是随着他的实力 越来越强大 敌人越来越变态 薛凯能插手的事情 已经很少了 例如去峨眉山的时候 因为有太多强者在 薛凯甚至都没能跟上 严守一的步伐 在山下就和他分开了 目前而言 严守一是民间教派的头号代言人 除了他本身足够出名以外 最大的原因 还是因为三个月前的那场屠杀 那天 严守一至少杀了 六十多个名门大派弟子 这意味着 至少有六十多个门派 与严守一结下血海深仇 只要他离开荣城 那些名门大派 绝对不可能放过机会 你跟着一起去 狗倒是悠悠地对魏长青说道 一个守一可能不太明显 但一个守一再加上 你一个魏长青 你是生怕对方发现不了你吗 魏长青冷哼一声 那你说怎么办 要我说 现在东北是乌神山的地盘 乌神山的祭柄 对名门大派下手最狠 所以到了东北以后 守一基本就没什么危险了 狗倒是道 我认为 想要掩人耳目 就应该让守一一个人悄悄离开 我们其他人 都要在西湖这边闹出动静 才不会被名门大派的那些杂种们怀疑到 妙计武僧皱了皱眉头 要是守一在途中遇到危险怎么办 他这一去 可是带着使命去的 要是他失败了 大家就准备真刀真枪的和名门大派干吧 很简单啊 选出几个好手 离开的时候 先与守一分头行事 然后路上再慢慢会合 等到了长白山 人也都集齐了 寻长门派根本就奈何不了他们 更何况是乌神山的势力范围 狗倒是道 我们也可以提前和乌神山打招呼 让祭柄派人来接应 眼瞅打断道 我们没有接触过祭柄 不知此人性情如何 如此大事还是谨慎一点 不要通知祭柄了 最好从去到回来 都不要让任何人察觉 包括乌神山 眼瞅的考虑 还是比较周到的 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 几个长辈商量了一会儿 已经商量出了一个大概的计划 首先 这次跟着严守一 一起去长白山的 有狗道士 魏长青 老金和龙非城 狗道士和魏长青实力强大 他们在半路与严守一会合 可以呼他周全 老金是齐皇派古一传人 有他在 大家就不用担心受伤的问题了 唯一让严守一不太理解的是 为什么这种大事 龙非城也要跟着去 虽然严守一之前去哪都会带着龙非城 但这次显然不是那么的合适 但这是严守的决定 严守一没有多问 其次 狗道士带着龙非城 魏长青带着老金 大家相继在金陵 燕金会合 最后一起前往长白山 最后 严守一将会乘坐着 前来民俗研究会送货的货车离开 然后一路北上 不出意外的话 这个来回 至少需要半个多月的时间 倒是能够赶得上 林子童生娃的日子 但严守一最担心的 就是出意外了 长辈们讨论的火热 唯有严守一兴趣缺缺 最后他忍不住说道 这事儿 不能等到子童生了孩子以后 再去办吗 长辈们忽然安静下来 严守叹气道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但你每迟一天出发 就有可能有几条人命 在两派争斗中消失 你愿意等吗 严守一咬咬牙 他们的死活关我屁事 长辈们都惊讶地看着他 几秒钟过后 严守一恢复平静 吐出两个字 心魔 他又被心魔影响了 冷静下来的严守一 认真地思考了得失 最后还是决定北上 什么鲁班书下卷 什么民间教派的希望 严守一一概不考虑了 让他决定前去的理由 只有一个 见一见自己的母亲 如果可以的话 把母亲带回来 让他见证自己的孙子孙女出生 我回去准备一下 明天早上 我们就动身出发 早去早回 严守一说道 一天后 一辆运着生鲜的货车 从民俗研究会 缓缓驶出 这辆货车是关东的牌照 他时常走南北货运路线 昨晚刚刚从北方运了一车货物 到荣城卸下 临时突然接了一单 从海鲜市场拉货 到民俗研究会的活 这临时的活不仅简单 赚的钱还多 最让车主惊喜的是 这临时的金主 给了他一个奇怪的活 那就是空车回北方 价钱翻倍 前提是要带烧上一个人 起初货车司机担心 这人会不会是什么通缉犯 又或者是间谍之类的人物 再三确认后 没有发现什么异样 这才答应下来 但主要还是因为 金主给的钱太多了 要知道 满载和空车所消耗的油费 完全是两个概念 这其中的差价 他还能赚不少呢 司机满心欢喜地开着车 上了荣城的高速路 时不时还忍不住 侧头看一眼 坐在副驾驶 闭目养神的年轻人 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来头 放着飞机和高铁不坐 非要坐货车出城 经过司机的观察 副驾驶坐上的这位年轻人 还有很多奇怪的地方 他穿着很朴素 随时随地 背着一个破破烂烂的胯包 胯包上绣着一只白凤图案 他长得看着比较老实 但眼睛却瞎了一只 平常都戴着鸭舌帽 和墨镜遮挡 他说话比较和气 一路上陪司机闲聊了许多 司机发现 他似乎去过很多地方 天南地北的事都懂一些 甚至懂得 比他这个风里来雨里去的 货车司机还要多 这在年轻人身上 是十分罕见的 他很健谈 但说话也滴水不漏 不论司机如何旁敲侧击 他愣是没有透露 半点有关他的身份信息 但司机对他的身份 也有一定的揣测 戴着鸭舌帽和墨镜 除了掩盖瞎了的眼睛以外 他似乎还想要掩人耳目 如果他不是通缉犯的话 那么大概率是在躲仇架了 不过 这小子到底惹到什么人了 离开戎城这么久了 依旧小心翼翼的 车子行驶在高速上 转眼天就黑了 货车司机没有进服务区 而是找了个高速口 静止开了下去 然后在公路边靠边停下 严守依观察着周围的环境 疑惑到 杨哥为什么不去服务区休息 司机自称杨哥 但其实他也才二十六七岁 只不过是因为风吹日晒 皮肤黑不溜秋的 还满是皱纹 看着像是四十来岁了 杨哥拿出了泡面和热水 一边冲泡一边回应道 在服务区过夜是要收费的 而且里头的保安 会想方设法地刁难咱 我可没有闲钱去供他们 一些服务区的保安心黑得很 非要过夜的司机 交什么垃圾处理费 不交就不让停 或者整夜不睡觉过来 打扰司机休息 司机白天奔波 晚上如果还不能安心休息 第二天就会疲劳驾驶 很容易出事故 所以 有些司机不愿意在服务区里过夜 杨哥就属于这类人 不过他道 不是因为咽不下这口气 而是因为穷 杨哥见严守一不说话 便自顾自地解释起来 付钱的老板 只说把你送到北方 但没说路上要照顾你 所以这一路上 我吃什么你就吃什么 我怎么过你就怎么过 如果你想要去吃大餐 去住酒店 得加钱 严守一哭笑不得 没想到自己这刚刚离开荣城 就遇到了一位加钱居士 他摸了摸口袋 忽然间有些尴尬 除了出门之前 随手揣兜里的一千块钱以外 他似乎没有带任何的现金了 而且 为了不被名门大派的耳目发现 严守一也不能在外头 使用任何零子铜的银行卡 或者信用卡 一旦有交易记录 都有可能被名门大派的人发现 然后引火烧身 所以 如今的严守一 全身上下 就只有一千块钱 比眼前的司机 杨哥还要穷 泡面就泡面吧 严守一跳下车 结果杨哥泡好的泡面 两个人蹲在路边边吃边聊 公路上时不时有车子路过 但没人会在意路边的陌生人 尤其是二人现在的样子 看着再普通不过了 杨哥没想到 严守一如此真性情 一点也不责怪他 没能让自己吃好喝好的 哎 你也别怪哥哥我 哥哥我有自己的难处 杨哥稍稍有些愧疚 毕竟收了人家那么多钱 其实就算一路住酒店下馆子 他也还是赚的 严守一吸溜一声 一口吃了半碗的面 然后诧异道 你怎么了 杨哥没什么心眼 一口气就把自己的过去 全都交代了 我母亲生我的时候 男产死了 我爸是杀人犯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进去了 从小我都是跟着爷爷一块长大 初中辍学以后就在社会上混 好不容易娶了个老婆 老婆生完孩子嫌我穷 也跑了 本来我以为人生再惨 也不过如此了 好歹我还有个女儿 结果呢 造花弄人 我女儿去年查出白血病 现在每天吃药 都不知道要花多少钱 我呀 也只能省则省 别看我这顿泡面 省的是饭钱 其实我省的是我女儿的命啊 哎 哥哥我觉得 兄弟你是个老实人 这才素素苦 换做其他人 我是不愿意说的 你也别在意 明天上高速之前 我带你去吃顿早餐 别问为什么是早餐 早餐便宜 眼手一歪头 看着司机杨哥 心中一时间感慨万千 其实杨哥的命运 和他还有些相似 如果我不是鲁班传人的话 或许我的人生轨迹 和杨哥不会有太大差别 众生皆苦 你我都不过 是云云众生中的一员 眼手一安慰似的 拍了拍杨哥的肩膀 道 上天不会亏待你的 你会幸福的 你的面不吃的话别到了 给我 抽烟吗 来一根 二人吃饱喝足 蹲在路边抽烟 又聊了一阵 奔波一整天的杨哥 就开始打哈欠 他起身帮助眼手一 拉开副驾驶的车门 自己则是从座位底下 拿出一张吊床 绑在货车的邮箱上 眼手一诧意道 你这又是做什么 唉 车子不停服务区也不安全 半夜有可能遇到偷游贼 一偷就是千把块钱 我必须得连夜看着 杨哥苦笑道 眼手一沉默了一阵 默默点头 爬到副驾驶的座位上 盖着一层带着烟味的毯子 却没合上眼 他心里思绪万千 不过 杨哥倒是轻松 不出三分钟的时间 眼手一就听到 均匀又响亮的呼噜声 这犹如打雷般的呼噜声 简直就是人形警报 方圆两公里内的偷游贼听到 恐怕就不敢上门来找麻烦了吧 眼手一想到这儿 又忍不住笑了笑 随后也学着杨哥一样 做个没烦恼 合上眼 开始闭目养神 时间一转眼 就来到下半夜 眼手一忽然被一阵 细微的动静吵醒 他皱了皱眉头 凭住呼吸 专心感应车外的情况 他的听觉十分灵敏 光是听动静 就大概能在脑子里 模拟出车外的画面 而此时 眼手一明显感觉到 车外有三个鬼鬼祟祟的家伙 正猫着腰钻着草丛 慢慢靠近货车 是偷游贼 眼手一不动声色地侧过身 悄悄从后视镜 观察外面的情形 杨哥躺在油箱上 睡得正熟 三个鬼鬼祟祟的身影 从路边的草丛悄悄靠近 其中一人手里提着油桶 另一个人抱着一捆水管 这显然是偷游贼没错了 看他们的作案工具 便知道是常犯 他们小心翼翼地来到油箱旁 看到上面熟睡的杨哥 脸上开始犯难 杨哥是个老司机了 不仅油箱盖上了锁 睡觉的时候 怀里还揣着半米长的改锥 虽然他睡得死 但这架势吓人啊 三人围站在杨哥旁 大眼瞪小眼 似乎在犹豫 要不要对这个硬茬动手 眼手一默默地看着 不到万不得已 他不打算露面 名门大派的眼线遍布各地 眼手一要是一出手 很容易暴露他离开荣城的事 届时引来的就不是三个小毛贼 而是一群杀人不眨眼的 名门大派强者了 三个毛贼年纪都不大 最大的一个闻了个花壁 也不过二十岁出头 另外两个黄毛 估计都是未成年 瘦得像猴似的 还都穿着不合脚的人自脱 他们交换了一下眼神 似乎决定要对杨哥下手 于是他们放下油桶和水管 解开皮带 围着杨哥 打算将他先给绑起来 再强行抢油 然后逃之夭夭 随着花壁哥的一声令下 两个黄毛一左一右 死死地压住杨哥的手 花壁则是第一时间 堵住杨哥的嘴巴 嗯 你们 我 杨哥从睡梦中惊醒 手脚已经不能动弹 嘴巴也被堵住 吓得他脸色大变 他第一时间意识到 自己遭遇了什么 忍不住看向副驾驶的位置 随后疯狂挣扎起来 别动 我们只求才不害命 花壁哥恶狠狠地说道 杨哥被他们用皮带 死死地绑着 扔到了公路边的草丛里 随后三人兴奋地撬开油箱盖 将管子插进去 熟练地吸了一口 油箱里的油 便哗啦啦地顺着水管 涌入三人 带来的油桶当中 严手一依旧静静地看着 他甚至已经打定主意 这次先袖手旁观 等三个毛贼走了以后 再把杨哥的损失给补上 为了这点小钱 冒着暴露的风险出手 不太值得 在心魔的影响之下 严手一做出了理智的判断 然而 本来一切顺利进行 就该相安无事 没想到杨哥突然挣脱捆绑 从草丛里钻了出来 一边大喊着 一边用肩膀撞向花壁哥 他妈的 敢偷老子的油 老子给你拼了 花壁哥猝不及防 被杨哥撞得 摔了个狗吃屎 门牙都撞掉了一颗 杨哥趁机站在油箱前 脸上的表情 竟然比三个毛贼还要凶狠 来啊 谁敢上前一步 老子弄死他 看着老实巴交的杨哥 在此时竟然异常勇敢 两个黄毛被唬住了 一时间不敢动手 花壁哥狼狈地爬起来 吐出嘴里的碎牙 满脸的不爽 我们哥几个 最近没钱花了 收你点过路费不过分 识相地就让开 杨哥不为所动 被绑着的双手抓着改锥 咬牙道 收你妈的过路费 你他妈嘴可真臭啊 花壁哥也发狠了 从口袋里 拿出一把弹簧刀 另外两个黄毛健壮 一个在路边的葫芦地里 拔出一根棍子 另一个则搬起大石头 敬酒不吃吃罚酒 给老子打 黄毛扔出大石头 正好砸在杨哥的小腿上 杨哥惨叫一声 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 棍子就狠狠地 打在他的后背 痛觉让杨哥脸色涨红 但他还是没有一动半步 死死地守在油箱前 真是个硬骨头 那就怪不得我们了 花壁哥也失去了理智 这时候的退让 将会让他在小弟们面前 颜面尽失 他反手握刀 上前几步 右手高举 冲着杨哥的胸口 狠狠刺下 杨哥瞳孔皱缩 可哪怕他察觉到了致命的危险 却还是没有移开身子 唉 突然 一道叹息声响起 花壁哥猛然惊觉 身边不知何时出现了一名年轻人 年轻人单手抓住花壁哥的胳膊 让匕首没办法再刺下半分 你 你是谁 花壁哥如同见到鬼似的 吓的话都说得不利索了 颜首一旦旦地说道 无名之辈 杨哥认出颜首一 急忙喊道 你出来做什么 快回去 回过神来的花壁哥 感受到颜首一的手有温度 顿时放松了不少 他宁笑道 听你的口音 应该是外地人 在这里谁都要给我几分面子 你松了手 躲远一点 今天的事我可以当没发生过 再说了 一箱油而已 犯不着拼命吧 傻不傻呀 在几秒钟之前 颜首一也认为 这不过是一箱油罢了 杨哥没必要拼命 但他突然意识到 杨哥护着的不是油 而是他女儿的命 于是他出手了 我给你们三秒钟的时间 离开我的视线 否则 花壁哥哈哈大笑 臭傻逼 我看你是小说看多了 以为自己是什么 破啊 没等花壁哥说完 颜首一一脚 便踹在他的胸口 花壁哥飞起三米之高 摔进路边的排水渠里 嘴里不停地喷血 你们真不走运 现在我的脾气越来越差了 颜首一旋即 看向两个黄毛 黄毛何时见过这个场面 吓得腿都软了 没跑几步就跌倒在地 颜首一则是慢悠悠地走上前 一手抓住一人的脚踝 把他们拖回到杨哥的面前 你 你 杨哥本以为颜首一是个忠厚老实的小伙子 没想到这小伙子动起手来这么狠 他走南闯北这么多年 都没见过这么能打的 给我杨哥道歉 颜首一冷声道 两个黄毛都吓傻了 赶紧跪在地上 对杨哥磕头认错 嘴里哆哆嗦嗦地喊着对不起 不过颜首一对此还不满意 他抓住两个黄毛的脑袋 狠狠地往地上砸去 这是道歉的态度吗 我看你们也没什么诚意 不如让我来帮你一把 Do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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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仅三下 两个黄毛就已经磕得头破血流 地上的碎石子都深深地嵌入到他们的额头血肉当中 对吗 这才是认错的态度 颜首一冷笑一声 松开了手 两个黄毛当场晕了过去 放倒了两名黄毛 颜首一又将目光放在排水区里的花壁哥身上 他缓缓走过去 路过了已经呆滞的杨哥 来到花壁哥身边蹲下 捡了一根树枝 挑了挑花壁哥的衣服 颜首一哑然失笑 纹身嘎 黑色慧 花壁哥半边脸泡在污水里头 目睹了刚才颜首一对两个黄毛 吓得狠手 现在心里怕吊死 他连忙摇头求饶 不是 哥 我错了 我给你唱歌好不好 你放我一马行不行 你是领头的 你两个小弟那么惨 你好意思不带点伤就走吗 颜首一质问道 花壁哥咽了口唾沫 弱弱地问道 那不打脸行不行啊 行 颜首一说着 就抓起花壁哥的花壁 像是拧麻花似的 用力一拧 哈 花壁哥顿时发出 撕心裂肺的参加 他的花壁 已经被凝成麻花 骨头不知碎成多少段 噓噓 颜首一微笑着 对花壁哥说道 在古代 偷东西 都是要打断手的 你偷油 我只废你一条胳膊 算是仁慈了吧 花壁哥声 怕这个看似人畜无害 实则心比锅底 还黑的小伙 在对他下手 连忙忍痛喊道 算算算 那我既然对你这么宽容了 你应该对我说什么 花壁哥带着哭腔喊道 谢谢 谢谢 客气 颜首一一拍了拍 花壁哥的肩膀 然后一拳将只打晕 嗯 记得行善的感觉真好啊 收拾了三个小毛贼 颜首一起身 转头看向杨哥 杨哥已经吓傻了 即便在面对三个毛贼的时候 杨哥都将生死置之度外 守着油箱没移动半步 但此时 面对颜首一 杨哥却是双腿发软 恨不得钻到车底躲起来 已经没事了 你别怕他们 颜首一提醒道 杨哥露出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我这是怕那三个小毛贼吗 我是怕你啊大哥 小毛贼顶多挥几下匕首 你可是硬生生把一个人的胳膊 凝成麻花啊 颜首一盯着杨哥看了一会儿 心魔消退 他才意识到 杨哥是在害怕他 干咳了两声 颜首一把脸上凶狠的神色收敛起来 对杨哥说道 不好意思 杨哥 我有病 杨哥连忙摇头 你没病 你怎么会有病呢 不是 我真有病 颜首一尬笑道 我有人格分裂症 当主人格有生命危险的时候 另一个人格就会出现帮忙 不过你放心 我正常情况下 是不会失控的 除非忍不住 颜首一在心里补充 听说颜首一有人格分裂 杨哥这才逐渐冷静下来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倒可以理解 杨哥咽了口唾沫 问道 这三个人怎么办 打电话报警 颜首一皱了皱眉头 刚才他被心魔占领了理智上风 对三个小毛贼下手有点狠 如今恢复理智 他才感到后悔 在这种小地方 有人受伤可是大事 要是他们报了警 大概率是没法轻易离开了 而且 这事要是被名门大派的眼线注意到 麻烦就更大了 我 我们别管他们 直接上路吧 杨哥消除恐惧后 也开始理智思考问题 颜首一疑惑道 不管他们吗 杨哥心虚地想道 你刚才按着他们脑袋撞地板 把人家胳膊凝成麻花的时候 似乎也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吧 不过他嘴上还是说道 干我们这行的 时间就是金钱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要是报了警 不知要耽搁多长时间 嗯 我支持杨哥的决定 颜首一点头同意 实际上他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二人动起手来 将油桶里的油重新倒回油箱里 收拾了一下现场 便开着车上路 不过在上路之前 颜首一到附近 抓了三只孤魂野鬼 他命令三只孤魂野鬼 这几天掀上三个毛贼的身 让他们这几天浑浑噩噩 记不起今天发生的事 孤魂野鬼的力量有限 最多能上毛贼的身三天 三天之后 他们就会想起一切 不过到时候 颜首一他们早就走远了 车子重新上路 杨哥因为太过紧张 没有直接上高速 而是选择走一段山间公路 车子在蜿蜒的山路中行驶 大灯照出了路边的蚊虫团 车子一会儿过 蚊虫瞬间消失 车里静悄悄的 杨哥双手握着方向盘 坐得笔直 时不时偷偷瞄一眼颜首一 颜首一坐在副驾驶闭目养神 突然他开口道 杨哥呀 杨哥打了个哆嗦 差点把车子开到山崖下 你别紧张 我又不是什么坏人 颜首一无奈倒 是是是 尽管你废了三个毛贼 但你依然是个好人 杨哥苦笑道 其实我早就知道 你不是普通人 普通人谁放着飞机和高铁不坐 非要跟我这辆货车出城啊 不过 你也别像我坦白你的身份和背景 我什么都不想知道 只想安全回家看女儿 杨哥区区一个货车司机 却比大多数人都有自知之明 不该打听的事情 他一点都不打听 不过 要是接下来几天 杨哥一直保持着现在的状态 就算他不封颜首一 都得封了 所以 颜首一必须找个借口 打消杨哥的顾虑 于是他叹了口气 说道 其实我也没什么 以前我是打黑拳的 后来因为赌钱借了高利贷 不仅变成老赖 还被几个大老板给盯上了 这才坐不了飞机 这不是为了躲仇家 掩人耳目跟你走吗 听了这番解释 杨哥忽然间放松下来 原来只是这样 我还以为 你压是什么高级杀手 顶级杀人狂呢 杨哥哈哈笑道 可 你跟我说这些做什么 我就一跑长途运货的 不过 哥 你的仇家不会追上咱们吧 关于仇家这事你不用担心 他们找不到我们的 颜首一笑了笑 又说道 您可别管我叫哥 我大名龙飞城 你喊我小龙就行 小 小龙啊 杨哥念叨了几遍龙飞城这个名字 总算是不再对颜首一抱有戒备心理 不过就在此时 杨哥瞄了一眼手机导航 突然哀悠一声 脸色变得无比难看 怎么了 颜首一见杨哥的脸色 忽然变得无比难看 比刚才遇到偷游贼还要难看几分 眼中还透露着恐惧 难道又有偷游贼 杨哥迅速地踩下刹车 缓了几口气说道 刚才我着急走 没怎么看路 咱们开错路了吗 那倒不是 只是这条路有脏东西 杨哥压低了声音 好像是生怕 有不存在的第三个人听到似的 阴风袭来 将路边的山林吹得沙沙作响 杨哥觉得黑暗里到处都是人 石头缝里 树梢上 甚至是车窗外 好像都有眼睛在看着他似的 毛骨悚然 颜首一松了口气 蛮不在乎地说道 嗨 我当是什么呢 杨哥顿时严肃起来 你别不信心啊 我在外跑车多年 最大的经验就是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你以后出门在外 一定要记住我的这句话 颜首一哭笑不得 自己堂堂鲁般传人 鬼王都不知道 宰了多少只了 结果现在居然在这儿 听一个货车司机教育 要信鬼神之说 信不信我现在就招几只小鬼怪 给你看啊 见颜首一依旧不以为然 杨哥甚至有些生气了 你这家伙 怎么不听老人言呢 这俗话说得好 俗话说得好 听君一席话 盛听一席话 颜首一也跟着说起了废话文学 杨哥不想解释什么了 他开始想办法掉头回去 一边倒车 还一边说道 这前头有个急弯 以前都好好的 后来有个货车司机酒驾 撞毁了湾前的一座房子 房子里的一家三口全都死了 货车司机却活下来了 不过后来 那个货车司机 不知怎么的就疯了 回家以后 把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全杀了 自己也跳楼摔死了 据说他摔死的模样 和被他的货车压死的 一家三口里的父亲一模一样 你说邪乎不 嗯 挺邪乎的 颜首一随口应付 这种故事他早就听腻了 民俗研究会刚成立的时候 他们与夏制警官联手 处理不少灵异案件 结果一百件里头 能出一件就不错了 剩下的九十九件 都是以讹传讹 自己吓自己 从那以后啊 这个弯道就经常出车祸 尤其是晚上 而且尤其是像我这样的货车 杨哥黑着脸说道 反正我不走这条路了 就算绕路走 就算多费点油 我也不走了 平日里无比节俭的杨哥 今晚居然犯怂了 想必要么 他过去是经历过一些灵异事件 要么 他是真的怕鬼 颜首一对这个所谓的闹鬼的弯道 一个人出车祸 那是个人的问题 但是多个人在同一个地方出车祸 大概率是道路设计有问题 下坡路段突然有一个急转弯 再加上货车自身吨位重 刹车距离长 自然就大大提高了车祸的概率 但这又涉及了家宅风水学 被车撞死的那一家三口 如果有请风水先生稍微看一眼风水 就知道 那个出弯口存在反攻煞 是大凶之地 住那早晚会出事的 所以 颜首一始终认为 风水学并非玄学 而是一种理论经验总结 大部分人无法理解其原理 但只要能灵活使用其结论 就足够称之为风水大师了 杨哥缓缓倒车 突然间 车后头当的一声响 发动机熄火了 啊这 杨哥脸色大变 额头上冒出了细细的汗珠 在这个时候 车子突然熄火 怎么看也是标准的恐怖片开头啊 你 你在车上坐着等一会儿 我下去看看 是什么情况 杨哥撞着胆说道 颜首一没吭声 正瞄着后视镜 杨哥犹豫了一下 还是扭头说道 要不你还是跟我一起下车吧 两个人下车有个照应 更何况你以前打黑拳的 身上肯定有煞气 能震得住脏东西 颜首一身上有煞气 这点杨哥猜对了 不过他的煞气 并不是靠打黑拳得到的 正当杨哥还打算说什么的时候 颜首一突然伸出手压了压 怎 怎么 杨哥问 这里 还真有脏东西 颜首一低声道 啊 原本就已经足够害怕的杨哥 在听到颜首一这话以后 更是吓得脸色苍白如指 声音都颤抖起来了 你你你 你看到什么啊 杨哥的双手死死地抓住方向盘 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颜首一没回答 他正盯着后视镜看呢 以杨哥普通人的眼睛 是很难看到的鬼的 但颜首一不同 他从后视镜当中 看到车子的后方 突然出现许多黑影 那些黑影像是苍蝇似的 飘到车后头 密密麻麻地挤成一团 他们要做什么 颜首一皱着眉头想 突然 车子不受控制地往前冲 杨哥和颜首一被这该死的推背感 死死地按在座椅靠背上 回过神来的杨哥 吓得面无血色 一边本能地控制着方向盘 稳定车身 一边大喊道 这发动机熄火了 还拉着手杀 车子怎么突然往前动了 完了完了 这回真的完了 居然真让我们遇到脏东西了 车子 以极快的速度 在山中公路飞速行驶 好几个弯道险之又险 要不是杨哥车技过关 恐怕早就连人带车冲下山崖了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颜首一十分淡定 不过他眉宇间有些烦躁 这才只是出门的第一个晚上 先遇到了偷游贼 又遇到一群猖鬼 早知出门之前算一挂了 现在好了 不用算也知道 这一路肯定不太平 杨哥努力把这方向盘 突然集中生智 对颜首一喊道 听说鬼都怕恶人 你把脑袋探出去吼一嗓子 骂几句 说不定脏东西就吓跑了 颜首一也不能继续袖手旁观了 他便顺着阳哥的意思 降下车窗把头探出去 回头盯着后方的那群猖鬼 这些猖鬼 都是死在这里的货车司机 因为心有不甘 所以才会缠着路过的司机 想让他们也跟自己一样 永远地留在这里 颜首一深吸一口气 声音如惊雷 滚 滚 这一吼 颜首一使用的是 佛门狮子吼的本事 当然 他只用了一层功力 否则距离他最近的阳哥 有可能当场就会 耳膜破裂晕过去 但只是这一层功力 就已经把阳哥吓得一哆嗦了 你 你嗓门怎么这么大 阳哥战战兢兢地问道 颜首一没有回答 他盯着车后头的猖鬼看 这群猖鬼倒横落到 颜首一都不忍心下手 不过他们联合在一起 还是能够推动货车的 在颜首一一成功力的佛门狮子吼之下 猖鬼们全都吓得抱头鼠窜 仿佛活人大白天见鬼似的 这群猖鬼哪还敢继续作祟 看到那一团团黑影 钻进山林当中 货车的速度有了明显下降 阳哥见状 脸色缓和不少 一边踩着刹车 一边喊道 有 有效果呀 你接着喊 车速虽然降下来了 但还是有力量推着货车前进 颜首一再次探头看去 发现竟然还有几只 胆大包天的猖鬼 赖在车后头不肯走 给脸不要脸 颜首一怒了 眼中迸发出一丝冷意 给你们机会 你们不中用啊 他深吸一口气 再次喊出一声佛门狮子吼 但这一次 他用了两成功力 刹那间 那些不知好歹的猖鬼 全都捂着脑袋 被震得魂飞魄散 啊 若有若无的惨叫声响起 货车终于在一个急转弯前 停了下来 阳哥长出一口气 用颤抖的手擦了擦汗 车子前方 就是几十米高的悬崖 刚才要是没能停下来 他肯定逃不过一个 车毁人亡的下场 我 我刚才好像听到惨叫声 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阳哥弱弱地问 颜首一微微一笑 阳哥的方法管用 你 你这 阳哥刚刚缓和下来的脸色 再次变得紧张起来 他说我的方法管用 这不是说明 刚才真是有脏东西缠着我们 你看到脏东西了 阳哥紧张地问 眼看阳哥的情绪不太对 颜首一不想再继续吓唬他了 于是故意摇头道 没看见 我就是按照你说的吼了两声 阳哥虚脱地靠在椅子上 惊魂未定之余 又有些沾沾自喜 你看 我比你多活几年 还是有点长处的 咱们刚才就是遇到脏东西了 还好我有经验 否则就算你再能打 也打不过鬼啊 嗯 阳哥威武 阳首一默默地夸了阳哥几句 阳哥顿时膨胀不少 心里的恐惧也一扫而空 二人下车检查了一圈 阳首一走在前头 他发现 后车厢的车门上 有不少黑乎乎的手掌印 都是刚才那些猖鬼留下的 他趁着阳哥没注意 伸手将手掌印全都擦了 否则疑神疑鬼的阳哥 恐怕又要吓尿了 那些猖鬼 被阳首一那么一吼 领头的全都魂飞魄散 剩下的一些胆小如鼠 想来短时间内 也不敢出来胡作非为了 阳首一默默记下了这个位置 打算等下次 能联系民俗研究会以后 让王几网派人过来 处理一下这些猖鬼 为了避免被跟踪 阳首一甚至人手机都没带 这也是他一穷二白的原因之一 确认没有什么问题以后 阳哥当然不打算在山里多待 继续行驶了一段山路 找到最近的高速口 就重新上了高速 后半夜 天宫不作美 下起了瓢泼大雨 阳哥将雨刮气开到最高档 但依旧有些看不清楚路 大雨一直下到下午 此时货车已经行驶到灰州北部 再有一天的时间 就能抵达精灵了 按照约定 狗倒是会带着龙飞城 在精灵与他会合 但是就在刚刚 二人很不走运地收到消息 说前方的高速路 被泥石流给冲毁了 每隔两天的时间 无法恢复畅通 阳哥也不想耽误事 所以提前下了高速 准备从省道接着走 走省道的坏处是 速度不如高速快 也没有配套的服务区休息 好处是 想休息的时候 随时找地方靠边停 还能偶尔在路过的村庄 吃点农家乐 味道又好又便宜实惠 有时阳哥会特意走省道 算下来反而划算不少 经过了昨晚的事 阳哥对阎首一多了几分信任 一路上话也变多了 还总是提起他女儿的事情 阎首一听得多说的少 大部分时间都在闭目养神 傍晚时分 二人路过一个名叫 前旅镇的小镇 本来阳哥也只是打算 停车买包烟的 但他忽然间瞥见 镇口居然有一座寺庙 便生出要进去拜一拜的想法 阎首一看了一眼寺庙 疑惑道 阳哥信佛 阎哥摇摇头 那你知道 这庙里供的是什么佛 什么菩萨吗 阎哥又摇头 阎首一不明白了 那你为何还要拜 哎 咱老百姓的思想还不简单嘛 管它 是寺庙还是道观 反正路过了就都拜拜 举头三尺有神命 保佑了就是血赚 没保佑也不亏 阎哥笑道 在我的心里 这世界上只有一个神仙 那就是财神宴 除了财神宴以外 其他都是封建迷信 说着 阎哥就从座位底下 掏出一把贡箱 打着伞 往寺庙里走 阎首一一阵无语 不过阎哥话操理不操 大部分老百姓就是这样 管你什么神仙 能应验的 才算真神仙 其他的都是牛鬼蛇神 如果非要说 阎首一有什么信仰的话 那应该就是鲁班了 所以他今天 没有烧香拜佛的心情 只是坐在车上 打量着寺庙 这年头 寺庙也不是所利就利的 空有寺庙还不够 还需要高僧坐镇 而这些高僧 大部分出身于一些名气 比较大的寺庙 后来才被请到 小寺庙坐镇 也就是说 别看着前旅镇的庙小 但指不定 这庙里的和尚 会有一些千年古叉的背景 眼前的这座寺庙 名曰四德寺 看着有些年头了 也不知他背靠的是 哪个千年古叉 但不管这四德寺背景如何 阎首一都不想进去招惹 万一被人给认了出来 麻烦可就要随之而来了 他下了车 打着伞 稍微变了一下方向 便往前旅镇里走去 照理来说 寻常小镇的规模不会很大 商业发展也十分有限 但前旅镇地处交通要道 属于枢纽小镇 所以也相对繁荣一些 眼首一打着伞 在镇子上逛了一圈 找到了一家沙县小吃 经营着沙县小吃的是一位中年妇女 不过此时 她正忙着应付两个 故意把衣服撩到肚皮上的油腻大汗 听说你老公死得早 手管好几年了 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 要不要考虑和我们走啊 我们哥俩肯定不会亏待你的 这破镇子有什么好的 跟着我们带你吃香喝辣 中年妇女不想招惹这两个油腻大汉 一直低着头包馄饨 不过从她眉宇间的着急 可以看得出来 她暂时还没有想到 应付这两个不速之客的办法 眼首一走进店里 根本懒得打听 到底发生了什么 上前就冲着其中一名大汉的屁股踹了一脚 哎哟 大汉撞在桌上 膝盖生疼 愤怒地转过身 恶狠狠地盯着眼首一 你是谁 听你口音 也不是本地人 路过就路过 不找茬 就浑身骨头痒是不是 眼首一从灶台上拿起料酒瓶 在手里颠了颠 另一名大汉扑了过来 关你他妈什么事 碰 眼首一也不客气 料酒瓶子 直接冲着对方的脑袋上招呼 料酒瓶瞬间破碎 那名大汉也被打得头破血流 但眼首一并没有罢手 而是一把将大汉撞到墙角 用半截玻璃瓶抵在他的脸上 冷声说道 争强斗狠是吧 我跟你比划比划 两名大汉都吓傻了 他们走南闯北 一向嚣张惯了 不过什么样的人 能惹什么样的人不能惹 心里还是有点数的 眼前这个年轻人 看着浓眉大眼老实芭蕉的 怎么动起手来这么狠 顾多 背顶在墙角的大汉 咽了口唾沫 弱弱地说道 我 我错了 我们这就走 我让你们走了吗 眼首一冷声道 你们是不是该陪老板娘 一点精神损失费 大汉连连点头 一边伸手掏腰包 应该的应该的 多少钱合适啊 一千块够不够 眼首一用酒瓶 戳了戳大汉的脸 顿时刮出好几道伤口 疼得大汉呲牙咧嘴 他一字一句地说道 一万块 少一千我卸你一条胳膊 胳膊卸完了就卸脚 脚卸完了 还不够我就腌了你 两个大汉 正好四条胳膊四条腿 再加两根传家宝 要是他们愿意的话 是可以一分钱都不用付的 不过显然这两个大汉 没此等魄力 他们赶紧把身上 所有的家当都拿出来 凑够了一万块钱 扔在桌上 滚 眼首一松开手 两名大汉立刻灰溜溜地离开 看着大汉们屁滚尿流的模样 眼首一嘴角微微上扬 有时候被心魔控制 也挺不错的 至少省去很多麻烦了 老板娘此时也害怕极了 看到桌子上的钱 却不敢去动 反而是对眼首一说道 谢 谢谢你啊 这钱你拿走吧 我不敢要 这是你的精神损失费 拿着吧 眼首一找座位坐下 淡淡地说道 作为报酬 我需要打个电话 老板娘还是没去动那钱 她用围裙擦了擦手 从口袋里掏出一部老款手机 眼首一摇摇头 我不是要这个 那你是什么意思 老板娘不解 凡人皆有一死 眼首一冷不防地 蹦出这么一句话 老板娘愣了愣 旋即反应过来 原本愚昧的眼睛里 闪过一丝金光 她留下稍等二字 就转身进杂物间了 没一会儿 便拿出一个专用的加密手机 毕恭毕敬地交到眼首一面前 钱旅阵 山丘 见过先生 老板娘低声问道 不知先生是会中什么人物 眼首一拿过加密手机 淡淡道 以后你会知道的 现在就不要多问了 出门之前 她让翁千象 给她做了轻微的易容 对她不熟悉的人 是不容易把她认出来的 不过这并不代表 眼首一就可以肆无忌惮了 要知道 她身上的特点很多 如今又在敏感时期 名门大派是 宁可错杀 不可错过 她接过手机 自顾自地拨通 民俗研究会的号码 联系上王极网 足足过去一整天 王极网终于等到 严首一的电话 电话那头的她 长出一口气 老颜 你到哪了 目前一切顺利吧 严首一回答道 我现在在晖州的潜旅镇 高速路暂时不通 耽搁了时间 可能会比原计划池 半天抵达精灵 王极网 嗯 我会把这个消息 传给狗叔叔和小龙的 另外 我昨晚在山里遭遇猖鬼 具体位置是 你回头找机会 联系一下新伙帮 问问他们 能不能派人过去处理一下 免得以后那里再生事端 没问题 王极网叮嘱道 你千万要注意隐藏身份 放心 结束通话后 严首一直接 把手里的手机捏成碎片 扔进垃圾桶里 这一手 着实让老板娘看直了眼 这老板娘 其实不是民间教派传人 但他曾经是国外的雇佣兵 身手了得 后来因为招惹上了惹不起的人 丈夫被杀 儿子变成植物人 是何希平想办法摆平了麻烦 还付了他儿子的所有医药费 这才让老板娘 对民俗研究会忠心无二 严首一默默起身 走到门口 突然又停下脚步 桌子上的钱你收好 要是那两个混蛋 又来找你麻烦 你就找机会把他们做掉 老板娘犹豫了一下 摇头道 我已经金盆洗手 不会再杀人了 明白 严首一没有放在心上 其实他根本没有担心老板娘的必要 要是老板娘真的无法忍受 他肯定有千万种办法 弄死那两个人渣 现在不出手 只是不想出手而已 不过他与老板娘的对话 却是无意间暴露自己 又被心魔侵蚀的事实 走出沙县小吃 严首一眉头紧皱 他发现 自己离开荣城之后 身上暴力的气息 越来越明显了 要是按照这个速度 恐怕等抵达长白山的时候 心魔已经不受控制 自己也会完全黑化 但这个念头 严首一只是稍微考虑一下 就丢在脑后了 不得不说 黑化以后办事 是真他娘的简单 继续黑化吧 反正名门大派的混蛋们 也已经口口声声喊我 妖人 杀神 魔头了 大雨依旧没停 严首一走出沙县小吃后 便往回走 他估摸着 杨哥应该已经烧完香了 然而 当他打着伞回到货车旁的时候 却发现 杨哥没有回来 总把时间就是金钱挂在嘴边的杨哥 照理说 不可能耽搁这么长时间 严首一敏锐地察觉到 似乎出问题了 其实他也有怀疑过杨哥 会不会是名门大派的眼线 但经过一天一夜的观察 他基本否定 杨哥是奸细的可能 所以 尽管此时严首一知道 杨哥会在车上藏备用钥匙 但他也没有生出 自己开车 先走的念头 而是在车上等了一阵 可左等右等 杨哥始终没有回来 严首一盯着寺庙迟疑了一阵 最终还是下车走进四德寺 相比于小镇的规模而言 这四德寺的规模 就更不符合他该有的水平了 进门之处 是一个巨大的青铜香炉 里头便主店 正中间供奉着侧卧着的弥勒佛 左右两侧摆着十八罗汉的金身 每一尊金身都有半人之高 抬头望去 天花板上更是画了漫天诛佛 让人眼花缭乱 香炉上插着三支供香 已经燃了大半 这意味着 杨哥刚才确实来过这里 也点了香拜了佛 那为何他还没有出来呢 严首一正要往里走 却见一名穿着黄色袈裟的老僧 带着两名高大强壮的武僧迎了出来 阿弥陀佛 敢问施主造访小四 是要祈福 还是求子 又或是有别的愿望呢 老僧看着慈眉善目 说话温声细语 很有亲和力 不过严首一不吃这套 他淡淡地说道 找人 刚才我朋友进来烧香 之后就不见踪影了 老僧露出恍然大雾之色 笑着说道 施主的朋友 可是姓杨 很不凑巧 杨施主刚刚决定剃度出家 皈依我佛了 严首一 杨哥好端端的 怎么突然要出家了 他还有个女儿要养 难道他忘了吗 就算真是看破红尘 也不该说出家就出家 出来打个招呼的时间 肯定有吧 严首一眼神一冷 盯着老僧说道 我朋友不会无缘无故地出家 还请大师让我见他一面 老僧笑着摇摇头 出家人六根清静 不应该再与过往纠缠 施主请回吧 严首一想了想 掏出一百块钱 扔进功德箱里 说道 佛度有缘人 还望大师行得方便 我朋友还有亲人朋友 总得让他托我 带个口信回去吧 老僧笑容更盛 却是接着摇头 施主佛缘不够 恕老那无能为力 操 这是佛缘不够吗 这分明是给的钱不够啊 佛度有缘人 不度穷逼 只度是吧 严首一算是看明白了 这老秃驴 肯定不是正经和尚 难怪要带两个武僧出来 肯定是怕自己挨打 而且 杨哥也不是什么要出价 大概率是被绑架了 眼前这三个混蛋 是出来要赎金的 严首一差点又要抱走了 但考虑到此地比较特殊 所以他强行压制住心魔 忍痛从口袋里 掏出五百块钱 天气已然转凉 严首一将胯包 隐藏在外套当中 而钱这些身外之物 则放在衣服口袋里 五百块对现在的严首一而言 已经是一半的家产了 他是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当了一年的上门女婿 如今居然又过上了 当年游历江湖 一穷二白 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 大师 您看我佛缘够吗 严首一将五百块钱 扔进功德箱里 满脸肉疼 他的心魔不停地发挥作用 甚至已经在严首一的脑海里 模拟出他捶抱 三个假和尚的狗头的画面了 阿弥陀佛 这声佛号不是老僧喊的 而是功德箱提前录好的语音 和小超市里感应器 发出的欢迎光临是一个意思 老僧的嘴角都快裂到耳根了 他依旧摇头 还不够 那大师您看 还差多少 严首一低声问 老僧这才双手核实 道 阿弥陀佛 寺内最近缺一头离地的老牛 如果施主佛心坚定的话 不如出钱为寺庙买一头牛吧 黄牛也不贵 三万块足矣 意思是给三万 我们就放人 至于这三万 我们是拿去买牛了 还是拿起嗨皮了 就跟你没关系了 严首一深吸一口气 三万块钱 要是灵子铜在这的话 恐怕眉头都不用皱一下就给了 但现在严首一是真拿不出啊 可真是一文钱难倒英雄汉 不过 好在严首一还有别的办法 他伸出右手 笑着对老僧说道 大师 钱我没有 但我手里有一个传家宝 换个五万块 应该足够了 老僧眼睛一亮 不用严首一提醒 就主动凑上来 哪呢 这儿呢 严首一直接一拳招呼在老僧的脸上 把老僧打得翻了个跟头 跌在地上爬不起来 这一拳 直接把老僧的一只眼 打成了熊猫眼 受其影响 两个鼻孔还缠缠地往外喷鼻血 严首一冷哼一声 道 给脸不要脸 赶紧放好我朋友 否则你们也别念经了 我今天就送你们 去西天极乐世界见如来 老僧晕晕乎乎地趴在地上 还不忘喊道 佛门清静之地 岂如你这个恶徒行凶 来人哪 把他给我抓起来 两个武僧不顾老僧情况 挥舞着拳头朝严首一扑来 以他们的体格 收拾普通人绰绰有余 但在严首一的面前 就显得有些小儿科了 他们的拳头 在严首一的眼中 就如同乌龟一样 慢吞吞的 他一眼看穿了二人的破绽 出手帮帮就是两拳 紧接着 那两名武僧 就以比来时还要快的速度倒飞出去 狼狈地跌在老僧身边 老僧爬起来一看 发现两名武僧喜提他的同款熊猫眼 严首一走上前 拎起老僧 恶狠狠地笑道 大师 你看我的佛缘够不够 够 够了 老僧吓得魂飞魄散 施主 佛门之地不得动粗 有事好商量啊 哼 我讲道理的时候 你们耍流氓 我耍流氓 你们又讲起道理了 这世上 哪有那么好的事啊 严首一提着老僧 往后走几步 直接将他塞进香炉当中 老僧被塞进香炉里 四肢乱摆个不停 但愣是像肚皮朝上的乌龟 怎么都翻不过身来 反而扬起漫天的香灰 把自己呛得半死 饶命啊 饶命啊 老僧根本不是严首一的对手 眼看情况不对 只能哀声求饶 闭嘴 严首一听得心烦 干脆抓起一把香灰 塞进老僧的嘴里 这一塞果然有效果 老僧光顾着土香灰了 根本没空大喊大叫 那两名武僧 此时才跌跌撞撞地爬起来 看到严首一下手这么狠 一时间也不敢上前 严首一冷声道 把我朋友带来见我 否则我就让这老兔驴身上的 每一个洞里都塞满香灰 老僧听了 呜呜呜地喊个不停 显然是在提醒两名武僧不要放弃自己 两名武僧则是咬咬牙 对严首一说道 施主 此事我们做不了主 谁能做主 严首一回头看向老僧 你吗 老僧也赶紧摇头 眼神里急得快要冒出火星子来了 好在武僧懂事 急忙说道 我们全都是听命住持的 住持不点头 您就是打死我们 我们也不敢放人啊 你们的意思 这老秃驴不是住持 严首一疑惑 海星方丈是上一任住持 严首一皱起眉头 住持和方丈是不一样的 住持只是管理寺庙中大小事物的人 权力比较大 而方丈则是精神领袖 虽然实权不如住持 但威望高于住持 二者要是出现意见分歧 方丈的话语权肯定是更大的 寺庙里肯定有方丈 但未必会有住持 而且正常情况之下 住持和方丈 很大概率会是同一个人 但眼前这个法号海星的老僧 明明被称之为方丈 但又是前任住持 明明威望应该很高 但现在看来 他在四得四的地位 似乎并不高 这个四得四 居然处处透着诡异 不管那么多了 严首一对两名武僧说道 把你们住持喊出来见我 武僧面露为难之色 这也不行 严首一脸色一冷 转身抓起香灰 对海星方丈说道 大师到了极乐世界 记得帮我对佛祖问声好 别 别别别 海星方丈好不容易 吐出刚才的香灰 也不管嘴里多苦多色 赶紧摆手 有什么事情都好商量 你确定 那是自然 出家人不打狂语 海星方丈连忙说道 可我觉得 你这个狗日的会骗我 老那要是骗人 就天打五雷轰 严首一还是不信海星方丈 于是他想到一个办法 能够测试测试 这个海星方丈 到底是不是真和尚 严首一抓着海星方丈的衣领 将抓着香灰的手悬在他的面前 威胁道 拔 金刚精 背一遍 我就信你 你要是背不出来 海星方丈 吓得脸色苍白 却是本能的双手合十 开始背诵 金刚精 如是我闻 一时 佛在摄卫国之术 给孤独猿 与大比丘 中千二百五十人居 二时 世尊时时 浊衣迟波 入摄卫大城启石 背得倒是挺顺量 严首一观察着海星方丈 勉强相信他是个真和尚 于是他把海星方丈 从香炉里拽出来 不过依旧抓着他没松手 行了 别背了 你们的住持 为什么不能出来见我 海星方丈苦着脸说道 施主有所不知 住持他体型庞大 足不出户 就算我们亲自过去抬 也没法把他抬出来 施主要是愿意的话 老纳可以带你 去见住持 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 严首一眉头一皱 海星方丈咬咬牙 老纳看得出 施主不是一般人 但还是希望施主 不要多生事端 待会儿 老纳进去说说情 住持要是愿意放人 施主就赶紧带上你的朋友 离开潜旅镇吧 没想到这海星方丈 竟然还有几分善心 不过严首一并 没有完全信海星方丈 人他是一定要回来的 至于那个住持 怎么处理 是严首一自己说了算 前提是 先见上一面再说 于是他松开海星方丈 拍了拍身上的香灰 朗声道 带落 海星方丈 一蹶一拐地走出去 两名武僧赶紧搀扶着他 三人回头 看了一眼独眼的严首一 心里居然有着一丝期待 施主这边请 在三人的带领之下 严首一绕过主殿 去到后院 再走过一段曲折的小路以后 来到一间规模只比主殿小一号的屋子外 屋子八扇大门全部敞开 里里外外放置着大大小小的香炉 每一座香炉里都点着香 浓烈的香火味 几乎要让人窒息 严首一看到 杨哥就跪在屋子里的蒲团上 头发已经被剃光了 正十分诚心地把脑袋磕在地上 嘴里念念有词 严首一走到门槛前 问海星方丈 住持人呢 海星方丈低着头说道 住持不就在里面吗 文言 严首一抬头看去 紧接着 瞳孔略有收缩 只见在杨哥的面前 是一个体型巨大的肉团 肉团有节奏的膨胀收缩 仔细一看 还有一个黑漆漆的大窟窿眼 里面堆积着 散发着恶臭的污秽之物 这是一个犹如山 一般高大的肥猪和尚 坐在屋子里的时候 需要低着头 否则会将天花板给顶破了 他衣不避体 浑身肥肉堆积在一块 身体像是厚重的龟壳 四肢甚至能缩到肥肉当中 此时此刻 这名住持正在酣睡 呼噜声如雷 口水流淌汇聚成一条小河 从杨哥的身边流淌而过 这就是四得四的住持 严首一瞇起眼睛 难怪刚才海星方丈说 住持没办法出来见我 这住持甚至没办法 离开这间屋子 这里点了这么多贡香 多半是为了掩盖住持身上的酸臭味 嗯 之前没注意到 现在靠近了 我倒是能闻见一点 这些香火烟气掩盖的 不仅仅是住持身上的酸臭味 还有 腰气 严首一还发现 这位住持的造型 看着有点像他在妙绘师态的 幻象世界中看到的心魔 说起心魔 严首一心里就来气 管这住持是不是妖怪 也不管他做的事是不是坏事 光是胖成这副模样 在严首一眼里就该死 谁让你特么长得像心魔了 我再确认一下 这玩意儿就是住持对吧 严首一回头问三人 三人讳莫如深 似乎不敢在住持面前乱说话 他们甚至不敢点头 只能用畏惧害怕的眼神 来肯定严首一的问题 严首一点头 重新看向大肉团 没想到 住持不知何时已经睁开眼睛了 正目光犀利地盯着严首一看呢 尽管住持已经睁开眼了 但因为上下眼皮过于肿胀 导致他的眼睛 也仅仅只能眯成一条份 海星方丈和两名武僧 此时已经吓得浑身哆嗦 不敢说话了 看得出来这三个和尚很是畏惧住持 也不知住持对他们做了什么 能给他们留下这样的心理阴影 不过严首一在这种目光的注视下 却淡定自若 这不免让巨大的住持有些不悦 住持蠕动着巨大的身体 勉强抬起头问 海星 此人 是谁 住持没吐出两个字 就需要喘上几口气 严首一算是见识了 什么叫做说话都费劲了 海星跪在地上 脸色为难 目前来看他两边都得罪不起 不过海星方丈想了想 不管怎么看 还是住持更厉害一些 所以他选择暂时站在住持这边 于是他硬着头皮回答 不敢看严首一 住持 这位是杨施主的朋友 是来带杨施主还俗的 住持听后 哈哈一笑 他交够佛缘了 海星摇摇头 旋即住持就沉下脸来 没交够佛缘 凭什么带人走 虽然住持质问的是海星 但他明显针对的是严首一 住持感觉得到 能被海星带到自己面前来的 肯定不是普通人 只是不知道 眼前这个小子 有多不普通 这 这个 海星不知该如何回答了 只能悄悄地偷瞄 严首一 想让严首一自己说几句 结果严首一压根 没看海星方丈 自然也不会接收到 海星方丈的信号 半天不吭声 海星方丈都快急哭了 你倒是说几句啊 算老那求你了 就在海星方丈 即将崩溃的时候 严首一总算是开口了 只见他满脸的不耐烦 完全不拒住持 我来就只有一个要求 把我朋友带走 趁我现在心情还不差 不想多生事端 我劝你们赶紧放人 否则你们的下场会很惨 若不是怕暴露身份 严首一早就动手了 住持听后 本就没睁开多少的眼睛 又眯起几分 上下审视着严首一 随后他哈哈大笑 一个乳秀未干的毛头小子 也敢在这里大放厥词 老那当年叱咋 风云的时候 你娘都还没有 出声呢 哈哈哈哈 可嗨嗨 住持笑到一半就把自己枪住了 他咳嗽的时候 整个屋子都在颤 似乎随时都有可能坍塌 严首一默默地看着 寻思着就算自己不出手 这住持恐怕也没几年的活头了 不过 眼下带走杨哥才是最重要的 于是严首一不理会住持的嘲笑 静止朝杨哥走去 来到杨哥的身后 他一把拽着杨哥的后衣领 粗鲁地把他拖出屋子 此时住持开始生气了 他沉声说道 没有本住持的同意 谁也不准带人离开 说着 住持伸出巨大的手掌 抓向严首一 严首一转过身 冷哼一声 一拳击触 住持的手掌 能抓住严首一的半个身子 严首一拳头和住持的手掌比起来 未免太过渺小了一些 但二者真正接触的时候 住持才感受到恐怖的力量 扑刺 严首一的全静 穿过住持的手掌心 沿着他的经脉血管奔走 最后结结实实地 垂打在住持的心脏上 住持顿时感觉到 一股钻心的疼痛 差点让他疼得背过气去 这是 透镜 住持大惊失色 打的是手掌 最后力量却作用在心脏 这股透镜太诡异恐怖了 严首一纹丝不动 而住持却触电般地缩回手 孰强孰弱 已经渐分小 海星方丈见了 眼中突然亮起光 如果这位施主 能够打败住持 可惜 严首一在占据上风以后 似乎并没有直接消灭住持的打算 他冷声道 我说了 我今天不想多生事端 你放好我朋友 咱们就当没见过 说完 严首一转身便走 他不信这个住持会傻到 要和自己硬碰硬 为了一个普通人 或者几万块钱 实在没有这个必要 事实也正如严首一所想 住持的确反不着 为了一个普通人 和严首一过不去 但 住持心里有另外的盘算 今晚师兄会过来看我 这小子看着有几分本事 还会透镜的本领 要是我把他抓住交给师兄 那可是大功一件 虽然他的透镜很厉害 但我又岂是那么容易对付的 稍微花点心思 我就不信 这小子能扛得住 臭小子 你别走了 打定主意后 住持深吸一口气 呼呼地吹响严首一 狂风当中 夹杂着恶臭味 令人作呕 严首一身体 被风推着向前划了机密远 正当他要回头的时候 地面忽然崩裂 无数藤蔓像是蟒蛇式地钻出 将严首一和杨哥死死地困住 见到住持出手了 海星方丈和两名武僧赶紧逃跑 他们见识过住持的手段 可不想留在这里受到波及 本住持说了 没有本住持的允许 谁也别想离开 似得似 住持的声音 犹如深渊里的桑中 伴随着他的声音 束缚着严首一的藤腕 越来越紧 杨哥被一条藤腕勒住脖子 没几秒钟 脸色就开始发青 要是再这样下去 他恐怕就要窒息而亡了 严首一临微不惧 反而是微微叹气 早知道对方不肯放过自己 就应该在刚才这住持 还在睡梦当中的时候 一刀划开他的肚皮 不过 现在动手也不迟 严首一伸手凌空一抓 直接抓出一柄斩破刀的法身 紧接着 他的周身刀光一闪而过 随后缠绕着他的藤腕 瞬间崩碎 不见灰刀 却有刀气 住持脸色一变 眯眯眼努力瞪大 光是这一招 就让住持有点后悔 自己今天似乎招惹了一位 不该招惹的人 但现在剑在弦上不得不发 住持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他唯一能做的 就是尽全力将这小子抓住 然后再深挖他身上的秘密 不过 住持注意到 严首一的手上 拿着一柄黑色的长刀 长刀的刀刃上 遍布着幽蓝色的裂纹 像是破碎后 又重新拼装起来似的 裂纹散发着光 里头好像藏着璀璨星辰 这刀 似乎在哪见过 不不不 我肯定没有见过这刀 但为何如此熟悉 住持皱着眉头思考着 或许是因为胖到大脑里 全都是脂肪 所以住持的记忆力也不太好 始终没有想到这刀 到底是什么来头 就在住持思考之际 严首一已经动了 他放下还在昏迷中的杨哥 手里提着斩破刀 转过身 一步一步慢悠悠地 走向住持所在的屋子 书彧静而风不止 现在好了 大家都别想好过 严首一冷声道 回过神来的住持 忽然打了个寒颤 还不如自己巴掌大的年轻人 此时眼神森冷 透露着恐怖的杀意 这股杀意是住持从未见过的 他不敢怠慢 连忙抖动身子 肥肉左右摇摆 发出啪哒啪哒的撞击声 随后从住持的身上 竟然掉下无数蛇虫鼠蚁 这些蛇虫鼠蚁的体型 都是正常的五倍之大 最大的老鼠 简直和一头小黑狗没什么区别 眼珠子像龙眼一样大 尾巴比水管还粗 无数蛇虫鼠 已朝眼手一扑来 换作是普通人 恐怕会吓得落荒而逃 但眼手一 只是轻描淡写的挥刀 挥出一道半月形的蓝色刀器 那刀器斩在蛇虫鼠蚁 面前的地面上 随后瞬间将被 大雨淋湿的地面冰冻 一只老鼠冲到冰面上 瞬间被寒气侵蚀 冻成冰块 姿势却还保持着奔跑的模样 下一秒 寒气扩散 所有蛇虫鼠蚁 瞬间被冰冻 全都成为冰雕 眼手一走上前 无视地面上的冰雕 一脚下去 冰雕支离破碎 混账 蛀虫急了 他开始挠头 不停地挠头 他的大肉光头 被挠得满是血痕 最后干脆被尖锐的指甲挠破 随后伤口当中 竟然钻出了密密麻麻的蛆虫 蛆虫巴唧巴唧地掉落在地上 钻进土里 没多久 一条条细长的红线 从土地中钻出 刚刚探出头 又突然炸开 化作无数红线 像四周不断扩散 眨眼的功夫 整个院子都被星红所污染 甚至蔓延到严守医的脚下 瞬间将蛇虫鼠蚁的冰雕腐蚀融化 严守医不知这玩意儿的深浅 本能地先后退了几步 随后突然抬脚踏地 哄 地面颤抖 旋即生成了108层罗盘 伤门 离火 严守医嘀喝一声 罗盘迅速转动 最后伤门与离火挂重合 对准住持所在的屋子 下一秒 阵法顿时燃起熊熊烈焰 火 火 快熄灭它 住持似乎很惧怕火 竟然害怕到直接爬起身 撞塌屋子 慌慌张张地爬出来 屋子瞬间坍塌 砸翻香炉 无数香灰扬天而起 地面上的红色丝线 瞬间被大火吞噬得一干二净 摆脱火焰的住持 显得狼狈不堪 他已经连出了好几招了 居然都被严守医轻松化解 这小子到底是谁 他的本事怎么这么多 院子外头 三个光溜溜的脑袋叹了出来 当海星方丈看到严守医 居然在住持的手中 还能生龙火虎之时 眼中顿时燃起希望 他对两名武僧说道 这位施主不是普通人 说不定能够击败住持 助我们脱离苦海 然而 武僧却低声说道 方丈 您别忘了 住持上头还有人 海星方丈突然面如死灰 是啊 击败了住持 又有什么用 住持背后还有人呢 院子里 严守医依旧提刀 不紧不慢地向住持走去 而此时住持已经开始慌了 不要再过来了 不要再靠近了 住持万分着急 却退无可退 他一怒之下 再次仰起大手 拍向严守医 这一巴掌 寻常人绝对接不下 甚至会被拍成肉泥 就在巴掌即将拍到严守医的时候 一道刀光忽然闪过 随后 住持的五根手指头 尽数断裂 剩余的手掌 正好拍在严守医的面前 未伤他分毫 可下一秒 住持被斩断的手掌 突然以极快的速度 生长出新的手指头 他趁严守医不备 死死地将严守医抓在手心 哈哈哈哈 没想到吧 你也有阴沟翻船的时候 住持抓着严守医 万分激动 臭小子 你对我一无所知 被抓住的严守医 却显得无比淡定 他回答道 你对我 一样一无所知 住持的笑声戛然而止 他盯着严守医忽然生出不祥的预感 他不想让严守医继续活着了 这家伙太过诡异 最好直接捏死 捏死以后 抽出魂魄来 一样是任人摆布 住持突然用力 想要直接将手中的严守医捏死 却见严守医周身 突然附上一层金色佛光 这道佛光 不仅让严守医的身体 变得坚硬无比 反而还在灼烧着住持的手掌 啊 住持尖叫一声 无法忍受灼烧感 而将严守医扔掉 你 你这是 佛门金身 住持不明白 这年轻人身上 杀意这么重 又是用刀的 又会骑门遁甲 最后还使用了佛门金身 他到底是什么来历 突然住持仿佛想到了什么 一段被他抛在脑后 之前毫不在意的记忆 涌现出来 黑色长刀 蓝色裂痕 会骑门遁甲之术 又会佛门金身 杀意还如此之重 似乎 有那么一个人 符合这些特征 一个名字在住持的脑中浮现 但他却不敢喊出来 因为他生怕喊出那个名字 自己也会遭到毒手 是 是你 他满脸惊恐地说道 眼手一眨了眨眼睛 用谨慎的眼睛望着住持 我早说过了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是你自找的 你是 荣成的那位 住持依旧不敢喊出 眼手一的大名 但荣成二字 已经足够有代表性了 并非是荣成代表眼手一 而是眼手一代表荣成 身上覆盖着佛门金光的眼手一 落地之后 依旧不紧不慢地靠近住持 这下 住持慌了 荣成的那位 可是干过很多惊天动地的事 他现在更是五大民间教派 势力中的一位首领 就算是住持背后的靠山来了 恐怕都不是他的对手 这种杀神 不在荣成好好待着 怎么跑到我小小的前旅阵来了 住持后悔万分 早知他就应该直接放走阳哥 此时回想起来 眼手一之前 似乎为了不暴露身份 一直不愿意把事情闹大 他给了我机会 但我没把握住 眼手一的步步靠近 给住持带来无比的压迫感 分明住持才是那个体型 像山一样的家伙 但此时眼手一带来的压迫感 无异于一座泰山压面而来 你不要过来 你不要过来啊 住持突然崩溃大喊 语气中充满了恐惧 但眼手一却不管不顾 一跃而起 跳到住持的脑袋上 如果你没能认出我的话 或许你还有一线生机 但既然你认出我来了 就注定活不成了 眼手一淡淡地说道 住持不敢动弹 嘴上却没停止求饶 我可以装作没见过你 我绝对不会 把今天发生的事情 告诉任何人 我凭什么相信你 不管你让我做什么都行 我修行不业 不想就这么死去啊 住持说着 身上的皮肤 忽然开始变得皱巴巴的 脸上的肉也结成块状 脑袋上甚至长出了 奇怪的枝叶 最后进化作一棵苍天大树 我是千年前 被正德四高僧 种在四德四的小树苗 修炼千年才得以成腰 当年四德四穷困潦倒 是我现身 用了一些小伎俩 才让四德四能够屹立至今 这么多年来我从未杀过人 只是勒索一些钱财罢了 罪不至死啊 严守一站在住持的脑袋上 低头看去 见到住持那如同树枝般的双手 已经核实 这世上并不是杀人才算作恶 严守一并不打算退让 就在这时 海星方丈竟然带着两名武僧冲了出来 跪在严守一的面前 一边磕头一边喊道 求高人放过住持一马 出现这一幕 就连住持都愣住了 本住持平常对海星他们这么好吗 又或者是他们得了斯登哥尔摩综合征 想要继续被我欺负 怎么想也觉得不对 他们怎么可能会为我求情啊 严守一也不明白 他依旧将斩破刀悬在住持的头顶 嘴上问道 你们和这树妖是一伙的 那也别求情了 站在原地别动 等我杀了这树妖 再送你们一起上西天 可嗨嗨 海星方丈 吓得脸色苍白 赶紧解释道 高人明鉴 我等并非是和住持同流合污的 这么多年来 都是树妖胁迫我们 打劫过路的百姓 此事千真万确 那你为何还要帮他求情 高人有所不知 住持身后 还有郑德寺坐靠山 他在郑德寺的师兄 每个月都会过来看望他 师兄第二人 还会借此机会分赃 您要是杀了住持 拍拍屁股就走人了 到时候住持的师兄来了 我们可就惨了 海星方丈苦着脸说道 郑德寺 严守一思考了一阵 想起这个郑德寺的来历了 郑德寺位于佛门三流门派之列 远不如常山所在的寒山四历海 但在灰州这块地界上 郑德寺也是能说得上话的 郑德寺同时也是 最抵触民间教派的 名门大派之一 要是让他们 发现自己的行踪 恐怕不出半小时 整个灰州势力 就会传遍消息 然后开始无休止地追杀自己 照你这么说 我更要杀他了 严守一旦旦道 住持郁门万分 这海星方丈不说还好 说了反而坏事 这不是纯粹的报复吗 海星方丈 渐劝不住严守一 于是咬咬牙道 高人 你要杀就杀老娜吧 严守一奇怪地 看了海星方丈一眼 你有病 海星方丈摇头 老娜清醒得很 不 你有大病 严守一完全无法理解 海星方丈的思想 只见海星方丈双手合十 低声说道 天下之大 却无一处能安心 这四得四 乃是千年僧人留下的骨叉 我们不能离开这里 虽然住持做得不对 但您杀了住持之后 四得四也将不复存在 老娜恳请高人 如果非要杀人的话 就请杀了老娜 留住持一条性命 不过 还请您要求住持不要再作恶 善待老娜的两位弟子 古有佛祖割肉未英 老娜今日也想杀身成人 若是因此能够感化住持 倒也值了 住持呆呆地看着海星方丈 海星 你 严守一冷哼一声 用脚踩了踩住持的脑袋 问道 你敢动吗 住持连忙摇头 不敢动 不敢动 我是问你 海星方丈的所作所为 你敢动吗 严守一气地又踩了住持脊脚 这时候 还玩你妹的谐音梗呢 住持反应过来 留下悔恨的泪水 感动 无比感动 严守一思考了一阵 他发现 真正盘踞在前旅阵作恶的 不是海星方丈 也不是树妖住持 而是树妖住持的郑德四师兄 出嫁人慈悲为怀 这郑德四师兄 本应该清理门户 如今却同流合污 甚至有可能逼迫住持作恶 光除掉一个住持 是没用的 斩草必须要除根 但他现在身在外地 本不应该多管闲事 迟疑了一阵 严守一对住持说道 我给你两个选择 你自己决定 住持喜极而泣 您请说 第一个 我杀了你 但会尽量 让你死得痛快点 您别说了 我选第二个 住持喊道 第二个选择再怎么样 也不会比死更差了吧 得到住持的答案 严守一点点头 伸手从藏在外套的胯包里 拿出了炼妖壶 从炼妖师手里得到的炼妖壶 是代代相传的绝世珍宝 严守一已经将他血藏了一阵子 此时才记起 第二个选择 就是进入炼妖壶 以后听从我的差遣 严守一说道 住持几乎没什么犹豫 进入炼妖壶 虽然失去了自由 但又不是完全失去自由 比魂飞魄散 不知道要好多少倍 所以住持立刻就答应了 没问题 我发誓一定效忠 严守一点点头 直接做法将束腰住持 收入炼妖壶 住持巨大的身体 化作一缕青烟 钻进炼妖壶 于是后院只剩下一个大坑 还有屋子坍塌后的废墟 在住持消失的同时 一丝真龙子气 随之孕育而生 钻进严守一体内 这代表着 他又做了一件善事 判断一个人 究竟是善大于恶 还是恶大于善 真龙子气是一个标准 假如严守一评了一件事后 获得了真龙子气 这意味着他做对了 做了一件善事 灭了一个恶人 而如果他失去了一部分 真龙子气 意味着他做错了 误杀了某种意义上的好人 只可惜 这种评判对方善恶的方法 只有在杀了对方以后 才能得到结果 否则能给严守一省不少麻烦 收了住持以后 严守一见 海星方丈欲言又止 他猜出 海星方丈还在担心 郑德四师兄的问题 于是他问道 郑德四的师兄 什么时候来 郑所谓帮人帮到底 送佛送到西 严守一也不想给海星方丈 留下一个烂摊子 否则 即便他收拾了住持 却害死了海星 整件事就没有意义了 海星方丈见严守一打算出手 师徒三人兴奋不已 今晚 就在今晚 海星方丈说道 严守一迟疑了一阵 如果在这里等一晚上 无疑会拖慢他自己的行程 但是已至此 他也不能丢下不管 于是他说道 你们找间屋子 让我和我朋友好好休息 晚上郑德四师兄来了 我自会收拾他 阿弥陀佛 谢谢高人 因为住持的大四敛财 四德四的环境 的确提升了不少 海星方丈 让徒弟们收拾了 两间最干净的房间 让严守一和杨哥住下 而杨哥 因为被住持迷惑 稍微伤了点原神 所以还在沉睡中 严守一也没打算喊醒他 只等晚上收拾了 郑德四师兄以后 再喊醒他上路即可 从海星方丈那 严守一了解到了 更多有关郑德四的信息 住持的师兄 乃是郑德四的总教头 法号如南 二十年前年前 潜旅镇闹饥荒 这个如南 本是到四德四来救济灾民的 但发现四德四里 有一棵千年古树以后 便偷来郑德四的一棵高僧舍里 点画束腰 让其成为四德四住持 一开始 束腰住持还好好的 甚至会偶尔施法 照顾潜旅镇百姓 过了几年 如南又到四德四来 这一次如南似乎有了一些改变 他极度需要金钱 束腰住持认为 如南对他恩仲如山 所以便无条件地帮助如南 从那之后开始 束腰住持就开始要求 海星方丈等人 坑害过路的乡客 而住持也渐渐迷失自我 开始沉沦 变成了如今这个样子 要知道二十年前 束腰住持 还是个没清目秀的小沙迷呢 打听到了消息 严守一反而产生困惑 如南当年愿意来救济灾民 说明他本性应该不坏 但为何几年过后 他变得贪得无厌 还要求四德四为他敛财 是什么 导致如南性情大变 带着这样的疑惑 严守一在四德四设斋饭 雨还在下个不停 时间一晃眼 就来到夜晚 寺庙里 响起有节奏的沐鱼声 那是海星方丈 带着徒弟们正在打坐念经 严守一无聊之际 在屋子里拿出炼妖狐把玩 心想着 要么就将炼妖狐送给小龙得了 毕竟小龙跟在他身边那么久 真本是一直没长进 但小龙善于交际 说不定能与炼妖狐狸的妖怪混熟 以后不需要自己动手 只要借助炼妖狐狸妖怪的力量就够了 正在严守一思考之时 他敏锐地察觉到四得四外有脚步声 来者孤身一人 看来如南并没有带帮手 又或者说他自知和束腰之间的事情 不能让更多人知道 敲击沐鱼的声音果然停止了 严守一深吸一口气 从床上爬起来 我师弟人呢 一道陌生的声音从院外传来 紧接着便是一个光头五僧 火急火燎地往里走 海星方丈默默地跟在后头 但却刻意与如南保持距离 如南走进院子 第一时间看到了坍塌的屋子 还有一片狼藉的院子 他的脸色陡然一沉 你们把我师弟怎么了 如南转身喝道 与此同时 严守一手持祖龙剑 从屋中破门而出 海星方丈见了 赶紧带着徒弟们躲起来 如南察觉到杀意 转身的同时 双手合十 周身顿时布满金色佛光 佛门精身严守 一早就见怪不怪了 他甚至还破过 阿修罗的金身 区区如南的金身 他根本没有放在眼里 一刀劈下 如南赤手空拳 只能用双臂格挡 然而 他引以为豪的佛门金身 竟然只是一个照面 就被严守一给破了 祖龙剑与如南双臂 接触的瞬间 佛门金身破碎 而祖龙剑的力道不减 直接斩断如南的双臂 如南惨叫一声 脸色苍白如指 他知道自己遇到自己 应付不了的人了 所以也没有半点犹豫 转身便朝外跑 你跑得了吗 严守一冷哼一声 追上前去 一脚踹断如南的小腿骨 咯登一声响 如南直接摔倒在地 疼得呲牙咧嘴 半天都爬不起来 他的双臂断口 还在不停地流血 在海星方丈等人眼中 强大如活佛的如难 在严守一的面前 雀弱得像之菜鸡 这一幕让海星方丈感到巨大的震撼 有那么一瞬间 他非常好奇严守一的身份 但也仅有一瞬间而已 因为上一个知道严守一身份的是 竖妖住持 而住持差点就去西天极乐世界了 海星方丈还不想这么早远寄 你是谁 如南愤怒地瞪着严守一 双眼机遇喷火 但他的愤怒 不过是临死前的挣扎罢了 根本对严守一够不成什么威胁 严守一手持祖龙剑 不慌不忙地架在如南的脖子上 冷声说道 你的住持师弟已经被我收服了 但若是不顺带除掉 你这个妖僧 似得似永远都不会太平 所以 扑呲 严守一没有过多解释 甚至没有想要审问如南的打算 直接用祖龙剑划破如南的脖子 鲜血喷剑出三米之高 波及到躲在角落的海星方丈 海星方丈下得脸色苍白 嘴里不停地念叨着阿弥陀佛 在寺庙中犯杀戒 那可是大罪过 更何况如南的死 还是因为海星方丈向严守一求助 这对异星相佛的海星方丈而言 是心里难以克服的愧疚 但如南死了 四得四以后就安全了 海星方丈想到 未来他又能继续当一个正经和尚 心里又觉得高兴 一名武僧没忍住 问严守一 高人 您为何不审问如南几句 妖兽啊 你小子不要命啊 海星方丈赶紧捂住自己徒弟的嘴巴 警告他们不要质疑这位杀神 好在严守一并不是喜怒无常之人 他抖了斗阻龙剑 将尖刃上的鲜血抖落 解释道 我只是不想好心办坏事罢了 杀了如南 你们的四得四 就不会被报复 至于如南 为什么要和住持干那些勾当 我没时间了解 简单来说 严守一现在有要事在身 多管闲事的同时 又不想浪费时间 说完这些 他转身准备去房间里喊醒阳哥 事情解决了 他们要继续上路了 可就在此时一边突起 已经被严守一抹脖子的如南 竟然颤颤巍巍巍地站了起来 他的脸上毫无血色 面目猙獰 张着嘴巴哈着气 像是僵尸一般恐怖 海星方丈健壮 连忙提醒严守一 高人 如南又活过来了 两名武僧虽然害怕 但还是各自找到棍子 忽在海星方丈的身边 只不过 看到如南猙獰的模样 二人实在没什么信心 能够打赢如南 这事儿 还得靠高人来摆平 严守一回头看了一眼 随后疑了一声 他确定如南已经死了 现在操控如南身体的另有其人 也可能不是人 如南的皮肤快速变黑 他似乎知道 要找严守一报仇似的 直接无视了海星方丈等人 向着严守一扑来 严守一用祖龙剑格挡 如南一口咬在剑刃上 双方僵持了不到半秒 严守一便削去了如南的下巴 只剩下半张嘴的如南 不可能再咬人了 更可怜的是 这家伙双手也被严守一斩断 失去了所有作为人类 能够使用的攻击器官 但这并不能让如南放弃 只见他弯着腰 肚子里一阵起伏颤抖 随后嘴里竟然吐出了一只人手 随后 如南轻车熟路 一头撞进寺庙后院的某个房间 在出来之时 那只从喉咙里探出来的手中 竟然抓着一柄利剑 这场景无比诡异 海星方丈见多识广 尚能冷静 那两名武僧都快要下尿裤子了 不过严守一却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这让三人不得不感叹 高人不愧是高人 看到诡异的如南再次扑向自己 严守一忍不住笑了 我说你躲在哪呢 原来在如南的肚子里 这样也好 省得我再花心思找你 这次严守一主动出手 同时将祖龙剑换成斩破刀 现在的如南显然已经不是人类了 严守一要对付的是如南肚子里的邪碎 因此才换成斩破刀 刷啦 斩破刀上燃起熊熊里火 严守一冲到如南的面前 轻松震开对方的长剑 然后一刀上挑 将那只从喉咙里伸出来的手臂斩断 啊 如南被割了喉咙 照理来说不可能发出声音 但此时此刻 如南却还是尖叫了 不过尖叫声却来自他的肚子 让我看看 你是什么东西 严守一一刀划破如南的肚子 哗啦啦的 如南肚子里的内脏开始往外流淌 那血腥的场面 让两名武僧忍不住作呕 而海星方丈 则是加快了念诵阿弥陀佛的速度 造孽啊 造孽啊 请佛祖原谅 如南肚子里的东西冲的满地都是 严守一目光锐利 立刻在一堆下水中 找到了本不属于人体内的东西 那是一个黑乎乎的木雕 它一脚踹开 彻底不再动弹的如南的身体 不顾脏气的肮脏 捡起那黑乎乎的木雕 木雕上满是污秽 难以辨认它是什么 好在今天下了一整天的雨 院子里早就积出了水坑 严守一将木雕放进水坑里荡了荡 终于看清其本来面目 这是一尊体态臃肿 酷似弥勒佛的佛像 只不过比起弥勒佛那带着善意的笑 这尊佛像的笑容显得无比诡异争鸣 像是恶鬼 像是邪魔 这玩意儿 邪性很重 严守一眉头紧皱 如南会变成今日的模样 全拜这玩意儿所赐 刚才从如南嘴里伸出的手 也是这玩意儿在反抗 严守一尝试着查看 佛像里面是否住有魂魄 但他遗憾地发现 用于雕刻佛像的木头乃是千年云山 其特性就是能够防止外界的探查 佛像里不管有没有魂魄 即便是身为鲁般传人的严守一 也没办法直接探查出来 不知是不是错觉 在严守一观察佛像的时候 他仿佛看到佛像眼珠子转了转 似乎这玩意儿也在观察他 让严守一更觉得不舒服的是 尽管佛像落入到他的手中 但佛像似乎还挺开心的 高 高人 如南真的死了吗 海星方丈垫着脚 从院子里为数不多干净的地方走过来 生怕自己的僧袍沾上鲜血 严守一冷哼一声 死得不能再死了 阿弥陀佛 佛祖保佑 我们四得四 总算要脱离苦海了 海星方丈激动地说道 严守一淡淡道 如南是我杀的 观佛祖屁事 你不感谢我 反而感谢佛祖 海星方丈愣了愣 随后赶紧说道 阿弥陀佛 高人保佑 逗大的羽珠打在地上 溅起带血的泥浆 外面照着灯笼的电灯泡周围 围满了飞虫 狼藉的院子里 两名武僧正强忍着呕吐的欲望 提着水桶收拾如南的断枝残骸和内脏 海星方丈获得解脱 对严守一感恩戴德 他见到严守一满身是血 还特意提出让严守一去洗个澡 多亏了束腰住持的多年脸财 但剩下的钱用来扩建和装修四德四 让四德四加电齐全 甚至有热水器 严守一在浴室里脱掉带血的衣服 迎着花洒里喷出的水花 冲洗掉身上的鲜血和泥浆 他抬手一看 自己手里的煞气和真龙子气 都变得更加浑厚了一些 说明如南也不是无辜之辈 杀他没杀错 只可惜 这种方法是马后炮 邪佛就被放在浴室的壁刊里 严守一还没有研究出这玩意儿的古怪 所以不敢让他离开自己的视线 开始洗头了 洗发水在严守一的发丝之间 揉搓成泡沫 随后流淌到严守一的眼睛里 他不得不开始冲水 揉着眼睛才把泡沫全部冲掉 但他旋即想到佛像的事情 忍不住睁开眼看了一眼 邪佛还在壁刊里 依旧挂着诡异的笑容 一动不动 嗯 应该是我多心了 严守一再次闭上眼睛 可不到半秒过后 他依旧觉得不放心 睁开眼 佛像还在 闭眼睁眼 佛像还在 闭眼睁眼 佛像消失了 严守一浑身一颤 随后赶紧查看四周 佛像就这么凭空消失了 下一秒 严守一抬起头来 迎面便看到 佛像从天而降 钻进他的身体里 糟了 严守一按道不好 这个诡异的佛像 居然能够完全躲避自己的探查 而且现在好像已经钻进了自己的身体里 难道如南当初 也是这么被佛像趁虚而入的 被佛像入侵以后会有什么后果 会不会像如那一样 性情大变 哦 我体内有心魔 早就已经性情大变了 严守一突然吐槽了一下自己 不过吐槽鬼吐槽 他担心也是真的 任谁也不想 体内多了一个不一定受自己掌控的诡异玩意儿 嘻嘻嘻嘻 诡异的笑声突然响起 严守一左右看了一眼 便镇定地确定笑声来自于自己的身体里 是那诡异的佛像 在笑 你在我的体内 严守一冷静地问 嘻嘻嘻嘻 你小子倒是挺勇敢的 本座入侵了这么多个宿主 你是唯一一个没有惊慌是错的 不错不错 那尖细的声音 似乎对严守一的表现颇为满意 严守一正要说点什么 旋即感到一阵头晕目眩 似乎有许多记忆涌进他的脑海 他扶着强身吸几口气 慢慢缓过神来 也逐渐开始读取那些记忆 这些记忆似乎是如南的 记忆的最开始 是如南在四德四发现束腰 决定回正德四偷取舍利 点画束腰 当时如南的想法非常简单 束腰本性纯良 修炼千年 要是能够获得点画 成为四德四主持 必然能够造福一方百姓 如南在偷取舍利的时候 发现藏在舍利底下的佛像 就在那一次接触当中 如南被佛像入侵 当时如南并不知道 佛像到底是什么 急匆匆地去点画了束腰助持 之后回到正德四中 佛像才开始作腰 佛像不停地 入侵着如南的意识 想要控制如南 但如南好歹 也是正德四里道横高深的五僧 通过坐禅念经的方式 与佛像对抗 这一对抗 就是足足三年 这三年时间里 如南始终被佛像折磨 就连意识保持清醒的时间 都少之又少 到后来 佛像发现威逼不行 就改用利诱了 佛像有一个特殊能力 能够控制他人的心智 让对方对自己言听计从 一次 正德四由女香客前来祈福 佛像便控制了女香客 色诱如南 如南本静精神不稳定 在被女香客诱惑 一时没把持住 破了界 这一次破解 便一发不可收拾 如南的精神防线崩溃 彻底向佛像投降 他开始借助佛像的力量 四处控制女施主 行狗且知识 为了得到佛像的更多力量 他每天都要生喝二十只鸡血 因此也需要大量的金钱 这也是三年之后 如南为什么要求 疏妖住持 勒索过路香客钱财的原因 如南被控制了几年以后 正德四的方丈发现端倪 把如南叫到房中 指出 如南体内的是一尊邪佛 要帮如南除掉邪佛 可尝到甜头的如南 自己已经不愿意改邪归正 反而将方丈杀死 还将自己所做的罪过 污蔑在方丈身上 以至于方丈身败名裂 甚至死后尸体 还遭万人唾弃 最后抛尸荒野 从那之后 就再也没人能够限制如南了 如南开始越发猖狂 直到他遇到严守医 连开口解释两句的机会都没有 也没有机会控制严守医的心智 就被严守医给杀了 读取了这些记忆以后 严守医的脸色变得十分难看 一尊邪佛在我的体内 而且这玩意儿 还会不停地入侵我的思想 想要把我变成他的奴仆 让我每天喝鸡血养他 混账东西 嘻嘻嘻嘻 想必你已经知道 本作想要做什么了 邪佛的声音响起 那段记忆是本作给你看的 目的只是 让你明白一个道理 和本作作对 没有好下场 恰恰相反 只要你足够配合本作 本作就可以借给你本作的力量 什么金钱权利和美人 皆是你垂手可得之物 面对邪佛的蛊惑 严守一不为所动 你说的金钱权利和美人 我都拥有了 我不稀罕 嗯 邪佛愣了愣 不信邪地说道 有意思 难道你就没有心里特别渴望的事情 本作可以帮你完成 那倒是有 严守一笑道 我想把你从我体内弄出来 然后把你塞进马桶 冲进下水道 岂有此脸 邪佛大怒 敬酒不吃吃罚酒 你如此不识台卷 那就别怪本作不客气了 邪佛从未见过 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说什么金钱权利美女全都有了 这分明是 不信本作的能力 不过邪佛也没打算证明自己了 他准备直接入侵 这个不识好歹的小子的意识 然后再慢慢教他做人 严守一顿时感到脑海一阵刺痛 似乎有无数倪丘 想要钻进他的大脑 但这种疼痛 尚在严守一可承受范围之内 他忍着痛问邪佛 你连一个如男都攻克了三年 凭什么敢对我如此自信 那语气就好像在笑话邪佛不行似的 邪佛更是愤怒了 本作在如男的体内瘟养这么多年 早就今非昔比 你小子竟敢看不起本作 你等着 他开始加大输出 不管能不能立马控制严守一 但好歹让这小子吃点苦头 谁曾想严守一依旧保持着清醒 甚至还有力气笑话邪佛 你这本事 最多控制一下三年级以下的小学生吧 岂有此脸 岂有此脸 邪佛怒不可遏 打算全力以赴 哄 仿佛一道惊雷 在严守一的脑海中炸开 他总算感觉到了 有些难以抗下的痛苦 严守一单膝跪在地上 痛苦地拍打着浴室的墙面 邪佛这下心里舒坦了 你小子知道本作的厉害了吧 胆敢藐视本作 本作今天要好好 让你尝尝痛苦的滋味 痛苦吧 挣扎吧 本作是绝望的化身 然而 正在邪佛得意之时 岩守一突然听到 邪佛开始自言自语 谁 谁在说话 这该死的小子体内 还有别的魂魄 你是谁 少在那装神弄鬼 本作不怕你 岩守一纳闷了 这邪佛在与谁说话呢 邪佛的语气里充满了惊讶和畏惧 好像在他的体内里 也出现了一尊邪佛似的 从邪佛的自言自语中 岩守一也捕捉到了一些信息 我的体内 还有别的魂魄 难道是庆江将军 不对 庆江将军肯定已经走了 难道是 心魔 岩守一突然想到一种可能 也是唯一的可能了 邪佛依旧在自言自语 同时减轻了对岩守一入侵的力量 这让岩守一突然轻松不少 这家伙是我看上的 他是我的人 你休想抢走 狗屁的先来后到 本座的道理就是道理 你跟本座滚出去 你算什么东西 竟敢和本座抢人 似乎 吵起来了 岩守一突然觉得有些滑稽 自己这个 正主还没说话呢 体内的心魔 却和邪佛抢了起来 一句话 让两个大佬 为我争得头破血流 邪佛和心魔的争吵 越来越激烈 岩守一寻思着 差不多也该动手了 不管这两个家伙 最后谁打赢了 自己这个 正主都是受益方 最好是能两败俱伤 然后他趁机收割 直接把两个隐患 全部除掉 于是 岩守一动了坏心思 故意插话道 你们也行不行啊 就真光动嘴不动手 邪佛安静了一阵 心魔也没了动静 下一秒 岩守一突然感觉头疼欲裂 操 邪佛和心魔动手了 但为什么受苦的是我呀 随后岩守一想通了 邪佛和心魔争斗的战场 可是他的身体 他能不疼吗 你如此看重这小子 说明这小子有过人之处 那本作还非要不可了 等等 你怎么会佛门的招数 不对 你是阿修罗的心魔 混账东西 邪佛一开始 似乎嘴炮占据上风 但不知为何 他突然开始慌张起来 岩守一的头疼逐渐减轻 重获意识的他 咬牙推理了一番 我体内的心魔 继承于妙会师太的阿修罗 本质上也是佛的一种 邪佛虽然号称是佛 但多半不是真佛 所以大概率是不如心魔强大的 难怪邪佛在发现 我的心魔是阿修罗以后 会如此惊慌失措 这可是血脉上的压制啊 这就好比一个初中生 在小学里装逼 结果遇到一个高中生 过来打脸一样 邪佛就是初中生 心魔则是比邪佛 更厉害的高中生 对 对不起 我不知道您的身份 我这就离开他的身体 不与您争夺 还请您高抬跪手 我 我真的不会再回来了 求您放我一马 邪佛果然不敌心魔 这才没对抗多久 居然开始求饶了 不行啊 我还指望着邪佛 你能帮我对付一下心魔呢 严守一忍不住说道 你不是绝望的化身吗 怎么这么轻易 就认输了 你压闭嘴 邪佛急了 有你什么事啊 严守一苦笑不得 你们不是在争我吗 我说两句还不行了 邪佛在严守一的脑海里 不停哀求 但心魔 似乎并不打算放过这个入侵者 严守一能够感受到心魔的想法 又或者说 那是他自己的想法 他想吃掉这个邪魔 增强自己的力量 这个念头刚刚冒出来 邪佛就开始尖叫 不要 不要啊 我错了 别吃我 啊 邪佛的求饶声 戛然而止 严守一一时里的痛苦和混乱 也全都消失不见 心魔吞噬了邪佛 并且陷入了沉睡 严守一单膝跪在地上 沉默许久 他骂的 你这绝望的化身 何着是你自己绝望啊 本以为能欲棒相争 鱼翁得利 没想到最后 却是给心魔送了一份大餐 不过 心魔本身也是 严守一的负面情绪 心魔吸收邪佛变强以后 严守一自身 也能获得相应的提升 例如 他似乎获得了 邪佛能够控制他人的本事 严守一尝试着 使用邪佛的能力 只见他的视野里 墙壁变得透明 他可以清晰地看到 外头有四个人影 分别是海星方丈 两名武僧 以及还在熟睡中的杨哥 只要严守一愿意 他可以随时入侵这四人的意识 然后做到绝对的控制 控制躯体 严守一已经有了经验 那就是冰川法身 如今他的感觉 就如同控制冰川法身一样 得心应手 但他并没有第一时间 尝试控制其他人 对于这新获得的诡异能力 严守一还保持着怀疑的态度 唉 也不知我这算不算是因祸得佛 平静下来的严守一 心情很复杂 虽然心魔帮助他消灭了邪佛 还让他获得了新的能力 但心魔同时也吸收了邪佛的力量 如此一来 心魔成长的速度就更快了 严守一见识过妙会师太 变成阿修罗后的样子 他不论如何 也不想被心魔控制 这前往长白山的路上 恐怕得想办法 对付对付心魔才行 严守一洗干净身体 从胯包里 拿出干净的衣服换上 走出屋子的时候 雨终于停了 两名武僧已经将现场收拾干净 但倒塌的房屋 一时半会儿是收拾不了了 高人 您洗好了 海星方丈一直守在门外 像是忠实的老仆 严守一点点头 淡淡地说道 舒妖住持被我收了 如南也死了 现在你们应该没有后部之忧了吧 如南来找舒妖住持 不是什么光彩之事 所以正得四的人应该不知道 就算他们过几天 发现如南失踪了 也不会查到四得四的头上 海星方丈连忙点头 同时不断感谢严守一出手帮忙 祝他们脱离苦海 既然如此 以后你们就应该好好念京度人 要是让我知道 你们在为非作歹 下场你们知道的 严守一威胁道 海星方丈倒是坦然 双手核实道 高人请放心 我等过去都是被逼无奈 如今终于能回归初心 心里不知有多高兴了 但愿这老兔驴说的是真话吧 严守一没再废话 走进阳哥熟睡的屋子里 将他摇醒 阳哥迷迷糊糊地醒来 发现自己躺在一个陌生的屋子里 顿时吓一跳 我这是在哪 严守一随口边道 阳哥 你下午过来烧香的时候 滴血糖晕倒了 寺庙里的海星方丈 好心收留你休息 你一觉睡到现在才行 是 是吗 我怎么感觉 我好像被三个死兔驴给绑架了 阳哥诧意地说道 正巧此时海星方丈过来 就站在门口 阳哥看到他立刻喊道 救 救是这个老兔驴 阿弥陀佛 海星方丈不紧不慢 脸部红心不跳地说道 施主应该是产生幻觉了 我们乃是出家人 怎么会绑架施主您呢 阳哥看到海星方丈 这忠厚老实的模样 自己也有点不确定了 那些记忆是梦吗 如果是梦 也未免太过真实了吧 严守一回头看了海星方丈一眼 心里疑惑 不是说出家人不打狂语的吗 海星方丈 你怎么撒起晃来一点都不慌啊 阳哥 你休息够了吗 要不就在这里过夜 严守一故意问道 阳哥感觉自己的梦太过诡异 哪敢在这四得四多代啊 当下就从床上弹起来 一边起身一边说道 不了不了 咱们耽误了好多时间 我女儿还在医院 等着我回去交钱呢 走走走赶紧走 看到阳哥着急忙慌地往外走 严守一一阵坏笑 这也省得他找借口 催促阳哥连夜赶路了 海星方丈 还想挽留严守一再过一夜 不过阳哥态度坚决 海星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二人别了四得四 回到车上 阳哥时不时揉一揉太阳穴 嘶 我总觉得这寺庙有古怪 别想太多了 来支烟 严守一丢了一根香烟给阳哥 阳哥抽上一口 顿时精神了 他发动车子 乐呵呵地说道 不过这一觉 我还睡得挺踏实的 不说那些了 咱们接着上路 说到底 还是香烟的功劳 二人抽着烟 开着货车 缓缓驶出前旅阵 继续往精灵的方向去 黎明前 海星方丈 坐在四得四主殿 弥勒佛的佛像前 表情虔诚地打坐念经 早读结束以后 海星方丈深吸一口气 只觉得神清气爽 他已经好久没有经历过 这么轻松的清晨了 住持被带走了 海星方丈 可以继续做一个问心无愧的和尚了 四得四也要恢复多年前的样子 然而 正在海星方丈满心欢喜 准备出去亲自敲钟的时候 四得四外 突然走进了一群不速之客 为首之人 身穿清兵玉色袈裟 手持六环膝杖 虽然身高不高 但却不怒自威 气势极强 他的身后 跟着五名身穿黑兵浅红色袈裟的武僧 一个个傲似罗汉金刚 远不是四得四的两名武僧 可以比拟的 为首的禅僧刚刚站定 站在后头的武僧便开口怒喊 四得四住持何在 海星方丈刚刚放空心思 被这一嗓子 喊得差点当场去世 他捂着心口 跌跌撞撞地跑出来 认清来人以后 他忍不住惊呼 寒山寺 来者乃是寒山寺的高僧妙华 他身后的五名武僧 也各个名声响亮 多年前海星方丈 去参加寒山寺讲法大会的时候 曾经见过妙华等人 妙华使了个眼色 一名武僧便走上前 居高临下地看着海星方丈 你是四得四住持 海星方丈连忙摇头 解释道 老那 平僧是四得四方丈 法号海星 你们住持人呢 很明显 妙华一行人 就是冲着住持来的 海星方丈一阵迟疑 不知该不该将实情告知 只是这一秒的犹豫 武僧就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五个人直接越过海星方丈 进四得四寻找 四得四的两名武僧 不知发生了什么 见到有陌生武僧闯入 第一反应是质问 结果对方丝毫情面都不讲 直接出手 将两名武僧给扔了出来 是 师傅 这是怎么回事啊 两名武僧又惊又怒 海星方丈连忙压低了声音说道 他们是寒山寺的高僧 为师也不知他们来的目的 但不论如何 先由着他们吧 四得四里传来打杂声 没一会儿就消停下来 五名武僧走出四得四 对妙华回禀道 师叔 我们没找到住持也没找到儒难 他们果然是冲着住持和儒难来的 海星方丈心中暗惊 紧接着 武僧又说 不过寺内发现了打斗的痕迹 一座屋子塌了 现场有浓浓的血腥味 文言 一直沉默的妙华突然怒目圆瞪 手中六环膝杖重重砸地 带着巨大的威压质问海星方丈 妖僧海星 你都做了些什么 妙华乃是禅僧 与五僧不同的是 五僧不一定要守戒 他们只要做到 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即可 甚至在必要的时候 完全能够出手杀生 而禅僧的修炼方式 主要靠打坐念经 参透佛经 一旦禅僧修炼有成 一言一行 皆能影响身边之人 禅僧守戒 则旁人守戒 禅僧破戒 则旁人破戒 禅僧善良 则旁人善良 禅僧邪恶 则旁人邪恶 禅僧的厉害之处就在于此 戒律规范他人 使他人不受控制 见海星方丈 吓得只打哆嗦 说不出来 妙华禅僧便没了耐心 他用左手单掌施礼 嘴里发出泛音 吐出了一句 不容他人抗拒的话 阿弥陀佛 心中无尘 万般自在 金色的佛光波纹 向四周扩散 原本还慌张不已的海星方丈 瞬间冷静下来 他不再发抖打战 而是双手合十 盘坐在妙华的面前 平僧着香了 海星方丈低头说道 实际上 按照辈分来排 海星方丈的辈分 应该是要比妙华还高的 毕竟 他也一把年纪了 但因为妙华来自寒山寺 远不是这小小的四得寺 能够比拟的 所以 妙华心中有傲气 海星方丈 更是不敢与妙华论辈分 妙华见海星方丈平静下来 紧接着又说了一句 出家人不打狂语 海星方丈精神一震 达到 如是我闻 受到妙华禅僧的戒律影响 如今海星方丈 已经无比遵守戒律 不管妙华问他什么 他都会如实回答 不会有半点谎言 这一招 道横高身者可以抗拒 但海星方丈 作为世俗凡尘里的一名和尚 实在不是妙华的对手 妙华不打算亲自审问 而是对一旁脑袋上 躺着八个戒疤的武僧说道 长济 你来问 是 是否 长济武僧 大步走到海星方丈的面前 双手合十 问道 住持何在 海星方丈虔诚地回答 被路过的高人收服了 路过的高人 收服了 这个回答 显然大大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长济武僧忍不住看向自己的师傅 后者也是眉头一挑 注意力更加集中了 如南又在何处 被那位高人杀了 到底发生了何事 那高人又是什么来头 你细细道来 昨日下午十分 我等按住持的要求 勒索过路相克 结果遇到了硬查子 被勒索的相克 有位年轻的朋友 那位师主道横高深 轻松制服方丈 师主本想杀了方丈 但我等提及了方丈 与如南师兄的关系 师主便改变主意 先是收了住持 然后埋伏在寺中 等到如南到来之时再出手 如南不敌那位师主 死在师主手中 师主了事扶尘去 昨晚便连夜离开了 听了海星方丈的回答 几人更是感到惊讶 他们这次追着如南的行动到四得四 本来已经做好苦战一场的准备了 没想到如南居然被路过的高手 顺手给收拾了 妙华使了个眼色 长姬又接着问细节 如南死后 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 那位高人有什么特点 又或者说过什么奇怪的话 最后 他向哪去了 海星方丈如实回答 如南死后 肚子里掉落出一尊佛像 听到佛像二字 长姬一时没忍住 打断了海星方丈 原本准备的其他回答 追问道 佛像呢 被那位高人带走了 妙华的眼皮跳了跳 有种倒嘴的鸭子 突然长翅膀飞了的感觉 他们已经追查此事整整一周了 甚至专程从精灵的寒山寺赶来挥州 事情还要从五十年前说起 五十年前 郑德寺有一名道横高深的禅僧 法号世民 世民禅僧当时年事已高 为了完成大宏愿 他将自己的禅心一分为二 保留了善念 排除了恶念 恶念被世民封印尽一尊佛像当中 而善念被他保留在身体里 心中再无杂念的世民 当场缘迹 魂魄前往地狱 成为了地藏王菩萨的佛子 他的宏愿和地藏王菩萨一样 地狱不空 是不成佛 世民走后 佛像就随着他的舍利 一起被封存在正德寺中 直到二十年前 如南偷走舍利子 也一并带走了佛像 事情过去许久 寒山寺的方丈严送方丈 七日前忽然得世民缠僧托梦 得知如南偷走佛像之事 于是便派妙华带着五名武僧追查此事 妙华担心惊动如南 就一直暗中观察 最后确定 如南在四得四的时候 是孤立无援的 于是就选择在四得四动手 这不 妙华气势汹汹地带着武僧们赶来 准备来一手瓮中捉鳖 结果您猜怎么着 鳖被别人给宰了 还取走了鳖肚子里的卵 自己追查了这么久 费了这么多心血 却在即将大功告成 获得一件大功德的时候 被一个毫不相干的路人给抢先了 他能不生气吗 要不是妙华是名禅僧 他早就像武僧一样 开口骂娘了 妙华深吸一口气 平静下来 对长济示意 让他继续问 长济又问了一遍之前的问题 这次海星方丈 竟然面露犹豫之色 这可不太妙啊 海星身为佛门中人 竟然不顾戒律影响 想要为一个陌生人违背戒律 长济冷声道 海星方丈 你也不想你助纣为虐的事情 被别人知道吧 海星方丈一时间方寸大乱 但很快他又调整过来 默念了一句阿弥陀佛 低头沉默不语 长济还是头一回 见到有人能违抗他师父的戒律 顿时拿海星没有办法了 他用求助的眼神 看向妙华 妙华冷哼一声 抬起六环膝杖 狠狠地抽打在海星的身上 海星方丈年事已高 哪惊得起这般折腾 顿时被抽打在地上爬不起来 他的两名武僧弟子 又惊又惧 齐齐扑上去 要为海星方丈扛揍 出家人不打狂语 你身为老僧 这么多年来经书都白读了 妙华斥则则道 海星方丈颤颤巍巍地爬起来 依旧双手合十 高人本不愿意惹是生非 是因为担心四得四 遭到如难报复 才留下来出手的 且高人特意叮嘱平僧 不能暴露他的行踪 高人对平僧有恩 平僧绝不能恩将仇报 你们想打便打 平僧绝不会吐露半个字 倘若是佛祖菩萨在此 也会准许平僧的决定 妙华文言 勃然大怒 你也配与佛祖菩萨相提并论 长戒 给我打 狠狠地打 长戒等五名五僧 得到妙华的命令之后 毫不犹豫地 将海星方丈三人脱离 一顿杖罚 棍子打在两名小五僧身上 疼得他们呲牙咧嘴 但两名小五僧 却还是往海星方丈的方向爬 嘴里不停地喊着 别打我们师父 师父年事已高 要打就打我们 对佛不称 自当受罚 妙华心硬如铁 一点不考虑海星方丈的情况 海星方丈挨了几棍 就已经奄奄一息了 负责打她的长戒健壮 眼中闪过一丝不忍 没想到她犹豫的时候 海星方丈 居然又不知从哪提起的力气 努力让双手合十 佛 佛度众生 为什么 不能度我 海星虚弱地问道 妙华眼神更是凶狠 对长戒喝道 愣着干什么 海星方丈 还没有明白佛的真谛 给我接着打 长戒咬咬牙 师父 再打的话 海星方丈就要死了 到时候 我们也问不出那名高人的下落 这倒是实话 长戒也知道 师父不可能真的要打死海星方丈 所以故意给他一个台阶下 果不其然 妙华立刻有了退让 他抬起手 所有武僧就停止仗阀 两名小武僧 连忙爬到海星方丈的身边 关心海星方丈的身体情况 看到海星方丈奄奄一息的模样 两名武僧愤怒无比 你 你们寒山寺七人太甚 凭什么你们信的佛 我们信不得 佛法就摆在哪 如何理解是自己的事 怎么变成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了 还说我们师父是妖僧 我们看你才是妖僧 妖僧 妙华倒不把这两名小武僧放在眼里 只是淡淡地吐出了一句话 出家人善户口夜 紧一瞬间 两名武僧就乖乖地闭上嘴巴 不再辱骂妙华半句 妙华再一抬手 两名小武僧就被拖到后院 二人也毫无反抗之力 这时 妙华才走到海心方丈身边 对着海心方丈冷冷地重复 出家人不打狂语 海心方丈面露挣扎之色 显然在努力 克制自己 不受妙华的戒律影响 这种自我对抗 是十分痛苦的 海心方丈只是一介凡人 修的是最普通的佛法 照理而言 根本不可能对抗妙华禅僧 但因为他心智坚定 且十分注重承诺 这才能勉强抗衡 不过 这种抗衡终究是以卵击石 出家人不打狂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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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妙华一脸喊出三次 每一次都好像惊雷 劈在海心方丈身上 最终海心方丈不堪重负 何时的双手缓缓松开 整个人瘫软在地 那名高人 是一位独眼年轻人 他先是用黑色长刀对付住持 后用青铜长剑杀了如南 佛像被他带走了 他似乎很忌惮 别人提起他的身份 但住持认出他了 说他来自荣城 他跟着一名货车司机 连夜北上了 说完这一切 海心方丈仿佛崩溃了似的 老泪纵横 当场昏迷过去 而获得消息的妙华禅僧 则是面无表情的站直身体 师父 那高人是谁 长继忍不住问道 妙华禅僧的眼神有些古怪 他似乎在思考 似乎在权衡利弊 长继是妙华最得意的弟子 所以不管有什么事 妙华都会告诉长继 顺带提点一番 斩妖使刀 除恶用剑 这所谓的高人 又来自于荣城 长继 你认为他会是谁 妙华用考虚的语气问 长继也不是傻子 当下就联想到了这三个月来 几乎每天都要听到 几十遍的那个名字 您怀疑那名高人是严首一 长继惊讶道 不是怀疑 是肯定 妙华冷声说道 来自荣城 独眼 使用刀剑 除了严首一 还能有谁 就算有人故意模仿他 但外形能够模仿 实力又岂能模仿 如男体内 可是用邪佛帮忙 却轻易被斩杀 那人必定是严首一 玄疾师徒二人陷入沉默 三个月前 严首一在民俗研究会外 大开杀戒 直接让民门大派 与民间教派 彻底撕破脸皮 正式宣战 从那以后 两派纷争不断 只要见到面 必然是不死不休 寒山寺之前一直在观望 但最近也忍不住下场了 而严首一 这个始作俑者 据说已经在 荣城民俗研究会里面 躲了三个月 未曾踏出荣城半部 被民门大派嘲笑 是缩头乌龟 现在妙华得知 严首一竟然离开荣城 而且打算北上 这可是一条大新闻 足够轰动两派的大新闻 严首一此行的目的是什么 南部城是代表民俗研究会 去与东北的乌神山坛合作 民间教派 如今五大势力都不容小觑 一旦他们结成联盟 彻底合作 对民门大派 可是不小的威胁 妙华如今便在纠结 自己是否要将此事上报 现在严首一可是一块香饱饱 谁要是能抓住他 或者杀了他 必然扬名立万 说不定还能流芳百世 妙华不知道严首一身边 还有没有高手 但光是一个严首一 妙华就认为自己吃不下他 可是找帮手的话 事情必然变得复杂 到时候 各路强者云集追杀严首一 自己未必能捡到便宜 唉 这该死的严首一 北上就北上 为什么又要抢走邪佛 妙华无比头疼 关于严首一 妙华还有别的顾虑 妙华的师兄 同时也是如今 寒山寺严颂方丈 过去最喜爱的弟子 妙级武僧 已经是民俗研究会的一员 同时 新晋的杰出弟子长山 也和严首一关系匪浅 基于种种原因 严颂方丈虽然下令 寒山寺要去讨伐民间教派 但却特意提起了 不准与民俗研究会的人 产生冲突 尤其是不能和严首一 产生冲突 妙华要是想对严首一出手的话 必然过不了师门那一关 师父 我们该怎么办 长济低声问道 妙华思索许久 最终下定决心 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不准禀告寺中 另外 邪佛是被一名妖道抢走的 为师接下来要通知一些私交好友 一同前去夺回邪佛 同时斩杀妖道 你明白了吗 长济愣了愣 最终点头 弟子明白 离开前旅阵的第三天 前往精灵的高速路上 杨哥已经把在四得四所经历的事情 当做一场梦 抛在脑后 他如今心里惦记着的 只有女儿 货车的音响里 播放着八九十年代的老哥 杨哥哼的尽兴 而坐在副驾驶的严首一 却沉浸在梦境当中 说起来 杨哥几乎没有亲眼见过 严首一睡觉的样子 他甚至怀疑 严首一是不是需要睡觉 不过此时艳阳高照 正是午睡的好时机 看到严首一也睡着了 杨哥心里那点好奇才消失 第二个的天气 可是真好啊 严首一其实不怎么需要睡眠 但这两天他确实试睡 这一情况是邪佛带来的 心魔消灭邪佛 实际上是用的严首一自身的力量 但心魔吞噬邪佛以后 却用邪佛的力量温养自身 留给严首一的 只有邪佛 那入侵他人身体的本领罢了 所以 严首一这两天 时不时地就打瞌睡 他需要休息来恢复精力 同时 他也在不断尝试着 熟悉邪佛的本领 偶尔控制一下天上的鸟 路边的老鼠 甚至控制一些小猫小狗 因为有控制法身的经验 如今严首一控制其他动物 可以说是得心应手 只不过 他还没有尝试过控制人 也不确定自己 能够同时控制几个人 此时此刻 在他半梦半醒之间 偶尔能听到杨佛那 杀猪般的哼哼声 让他睡得很不踏实 高人 高人 这时 他忽然听到了 若有若无的呼唤 严首一在梦中寻着声音 竟然回到了四得寺 四得寺还是他离开时的样子 不同的是 两个小五僧不见了 严首一直看到海星方丈坐在寺中 海星方丈坐在佛像面前的蒲团上 却是背对着坐的 他的手里没有佛珠 身边也没有沐鱼 只是那样坐着 看起来有些颓废 严首一好奇地走上前 询问道 海星方丈 可是你喊我 海星方丈点点头 冲着严首一微笑 还没好好感谢高人 就平生于苦海之中 这是梦 严首一很清楚 自己身在梦中 但为何自己会在梦里 见到海星方丈呢 他瞬间想到了一种可能 旋即脸色阴沉的可怕 你死了 严首一问 海星方丈表情一僵 然后无奈地点头 这是死人在托梦呢 严首一感到无比愤怒 他问海星方丈 是谁杀了你 如男还有帮凶 同时 他的心里涌起一股自责 其实那天他不管 数邀住持是最好的 那样他也不用杀如男 海星方丈说不定也就不会死了 要是自己能再停留两天就好了 海星方丈摇摇头 反过来安慰严首一 平生活到这个岁数也够了 唯一的遗憾便是生前助纣为虐 没有攒到足够的功德 说不定到最后还要去地狱受刑 唉 不提此事也罢 高人 平生托梦 乃是耗尽功德所为 平生有重要的事情要说 严首一露出郑重之色 何事 高人走后 寒山寺的妙华禅僧来了 他的目的似乎是寻找如难体内的佛像 平生本不愿意将高人的行踪告知 奈何依旧承受不住妙华的言行拷打 最终还是如实说了 海星方丈说完 脸上的自责丝毫不比严首一少多少 严首一呼吸一致 问 妙华为了拷问你我的下落 把你给打死了 海星方丈沉默不语 混账东西 怒火在胸口燃烧 严首一差点就从梦中清醒 但他却极力克制 让自己留在梦中 海星方丈叹了口气 道 杀死平生的不是妙华 而是平生心中的佛 平生念了一辈子的经 却终究看不清这人间 最后落得如此下场 罢了罢了 这佛不幸也罢 寒山寺的佛和四德寺的佛 是不一样的 严首一眼神温和下来 安慰海星方丈道 方丈 您放心的去吧 待我返程之际 会再去四德四看一眼 照顾好您的两位弟子 海星方丈站起身来 对严首一深深鞠躬 谢过施主 说吧 他的身影随风飘散 严首一也睁开眼 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事 我给你自由过了火 让你更寂寞 才会陷入感情漩涡 我 身边的杨哥还在放声高歌 严首一突然一拳 垂在收音机上 收音机和杨哥瞬间安静了 看着变形冒烟的收音机 杨哥硬着头皮说道 小龙 你这是咋了 做噩梦祈祷了 严首一脸色阴沉 沉默不语 杨哥咳嗽两声 那什么 砸坏收音机 是要赔钱的 到精灵以后 带上我两个朋友继续北上 他们有钱会赔你 严首一答道 那 那就行 杨哥说完就闭上嘴巴 不敢再唱歌了 他怕自己再唱下去 严首一下一个杂的 就不是收音机了 而是他的嘴巴 海星方丈的事 在严首一胸口里 闷了好久 他牢牢地记住了妙华二字 寒山寺 是妙计叔叔和长山的门派 妙计叔叔和长山品性如此端正 这个妙华 怎么会如此卑劣 身为佛门中人 不仅杀生 还杀同门 更是杀年事已高 与这件事情完全无关的海星方丈 简直网读经书 如难依靠邪佛四处作恶的时候 他们不在 树妖住持邪池四德四勒索 过路相克的时候 他们不在 自己顺手除掉了这两个混蛋以后 他们出现了 什么狗屁的名门大派 无非是顺我者昌 你我者亡罢了 严首一也不知道 自己是不是受到心魔的影响 有那么一瞬间 他挺认同李跟苗的观点的 不 这种念头不好 严首一深吸一口气 将刚才那个念头甩出脑海 名门大派当中 虽然有妙华这种败类 但更多的是像常山 于露明 袁建兴他们的好人 如果自己也有这种偏激的想法 那就真与李跟苗没什么区别了 到时候也无需挣扎 直接接李跟苗的班德了 他又开始思考 说到底 妙华应该还是冲着我来的 如今 他得知我的下落 大概率接下来的路会不太平 我必须尽快与狗叔叔他们会合 然后想办法脱身 从前旅阵去往精灵的路 并不好走 但坐飞机却要快上许多 妙华禅僧早早地回到 位于精灵的寒山寺 反寺的第一时间 妙华便急匆匆地去见严颂方丈 严颂方丈 乃是寒山寺中资历最老的高僧 他和已经死去的老天师张印 是同时代的人物 但看起来 却没有老天师生前时那样精神 在巨大的佛像面前 严颂方丈盘膝而坐 手里拿着一根木棍雕刻而成的手杖 依靠着这根手杖 他才能勉强支撑着身体 岁月在严颂方丈的脸上 留下太多的痕迹 他闭着眼睛一动不动的时候 几乎与周围的自然融为一体 像是一棵安静的老松树 妙华带着三名武僧弟子 快步走进殿内 在严颂方丈面前跪下 方丈 妙华回来了 严颂方丈并不是妙华的师父 妙华的师父乃是 寒山寺的大长老本恒禅师 而本恒禅师还要喊严颂方丈为师叔祖 至于本恒禅师在网上辈分的 全都已经去见佛祖了 严颂方丈 仿佛没有听到妙华所说的似的 一点反应都没有 这时 妙华的师父 本恒禅师拿着扫把出现在殿外 见妙华等人回来了 便放下扫把走入殿内 站在严颂方丈的身旁 继续汇报 方丈听着呢 本恒禅师淡淡地说道 妙华点点头 继续汇报 弟子奉命追查市民方丈的邪佛下落 线索最终查到辉州前旅阵的四德四 只不过 我们去晚了一步 邪佛已经被别人取走 本恒禅师皱着眉头问 邪佛蕴含着巨大的邪念 得到他的人 若是实力不够强大 又或者心智不够坚定 定会被邪佛控制 是谁有如此本事 取走邪佛 本恒禅师更关心的是 那人有没有被邪佛控制 一旦邪佛找到新的宿主 恐怕又要开始危害一方了 妙华答道 弟子询问四德四的海星方丈 大概得到一点讯息 知道对方正在北上 已经派长祭他们沿途寻找 那你为何回来 本恒禅师不解 那人取走邪佛之后 似乎并未被邪佛控制 弟子担心那人实力不浅 于是打算回来叫上几个帮手 再由北往南巡查 与长祭他们围追堵截 嗯 你倒是疏而不漏 本恒代替严颂方丈回答 又询问了几个问题之后 便让妙华退下了 妙华走后 本恒禅师打算继续清扫怨门 却被一直未曾言语的 严颂方丈 开口喊住了 本恒 妙华身上的业障 又重了 原来严颂方丈 一直都清醒着 并且一眼就看穿 妙华这次出门 又犯了杀戒 本恒禅师犹豫了一下 询问道 妙华一心向佛 只是想法有些偏激 还望师叔祖原谅 老那原谅他 没有用 你得问佛原不原谅他 菩萨原不原谅他 您一直知道 妙华再犯杀戒 为何从不管教他 本恒不解 因果自有定数 你也说了 妙华一心向佛 既然他一心向佛 老那又有什么理由管教他呢 严颂方丈低声说道 一万个人心中 有一万尊佛 对待妙华 我们只能劝谏 无法管教 还得本恒你多费点心思 点拨点拨妙华 本恒禅师叹了口气 师叔祖 兴许我并不适合教导弟子呢 妙记背叛师门 妙华身陷杀念 妙优为情所困 就连被您看中的长山 也走入歧途 严颂方丈沉默了一阵 那就让妙优去开导妙华吧 本恒禅师沉默的时间 比严颂方丈还长 合着 师叔祖 您也怀疑是我的问题 本恒禅师的高血压 又高了几个点 妙华回到寒山寺的第二件事 便是喊来他坐下 最小的一名弟子小沙迷 让他前去查看长山的情况 因为长山和严守医关系好 加上两派关系恶化以后 长山时常嚷嚷着 要下山找严守医 所以本恒禅师把长山关了禁闭 妙华并不知道 严守医此行往精灵方向来 有什么目的 他担心和长山有关 于是特意派小沙迷 去试探一下长山 派出小沙迷之后 妙华又见了几个人 来自东禅师的永望 来自永绿寺的戒静和戒玄 三人都是精灵地区 佛门当中的高手 加上妙华自己和他的弟子们 妙华自认足够收拾严守医了 永望 戒静和戒玄 都是坚决反对民间教派的议员 从妙华口中得知 他有严守医的下落 三人可谓是激动得不得了 他们和妙华的关系还不错 再加上如今有利益相关 必然会对此事守口如瓶 当然 到时候对付严守医的时候 三人也会毫无保留 妙华师兄 您说长继正在追踪严守医 不知现在严守医到哪了 永望忍不住问 妙华冷笑一声 拿出手机联系长继 很快 他得到回复 严守医所乘坐的货车 已经进入精灵范围 进入精灵 精灵可是寒山寺的地盘 这里遍布了寒山寺的眼线 可以说 自打严守医进入精灵的那一刻起 他就已经无所遁形了 妙华放下手机 低声说道 这一次 定然要让严守医有来无回 先生 您的外卖 一名外卖小哥 送来热腾腾的麻辣烫 严守医和阳哥 在货车旁几口 就被吃得干干净净净 吃完了午饭 严守一抹了一把嘴 对阳哥说道 我进精灵接几个人 阳哥你把车开到精灵北高速口等着我 切记 要是你看到和尚靠近 二话不说就开车走人 不用等我了 和尚 和我一样光头的吗 阳哥指着自己 赠光瓦亮的脑门问道 阳哥后知后觉 离开四得四好久 才发现自己被剃光了脑袋 严守一谎称 那是阳哥昏迷以后 自己嚷嚷着要剃的 阳哥也没怀疑 严守一笑了笑 不一定 看到尼姑爷躲着点 阳哥迟疑了一阵 问道 你招惹的黑帮 该不会是少林寺吧 严守一 没有解释 严守一套了件外套 在路边拦了一辆出租车 便离开此地 没多久 长继坐着车 也跟了出去 坐在车上的长继无比好奇 严守一看着目的明确 他到底要去哪 严守一锁成的车 缓缓驶进精灵市区 然后故意兜了几圈 长继跟在后头 既担心被严守一发现 又担心自己会跟丢 或者错过什么细节 同时他也在不停地揣摩 严守一这次冒险离开荣城的目的 常山师兄和严守一关系匪浅 并且师兄对严守一赞誉有加 我本对严守一也十分好奇 只可惜 现在两派视同水火 我与严守一见面 恐怕只有动手这一种结果 如今名门大派 甚至对严守一发布了通缉令 只要他出现在除荣城以外的任何地方 就会无数强者 从四面八方赶来杀他 为何他还感到精灵 他是来办什么事 还是来见什么人 该不会是为了常山师兄而来吧 唉 倘若真是如此 严守一还真是一个讲义气的人 咦 这路 跟了一段时间 常继忽然从胡思乱想中回过神来 他发现四周的景物变得有些熟悉 这 这不是去我们寒山寺的路吗 常继大吃一惊 如今前车已经拐上山路 这条山路最后只有一个目的地 那就是寒山寺 严守一还真要去寒山寺 而且还是如此大摇大摆 他就不怕被严送方丈超度了吗 回过神来的常继 赶紧拿出手机联系师傅妙华 妙华此时已经整装待发 带着勇望三人 打算去围堵严守一 忽然看到常继来电 妙华还有些诧异 现在来电 难道是被严守一发现了 他接起问道 何事 手机里传来常继着急的声音 师傅 严守一他 他上山了 上山 什么山 他要到我们寒山寺来 妙华直接愣在原地 勇望等人见妙华如此着香 忍不住询问 发生了什么事 妙华挂断电话 脸色无比难看 他沉声说道 严守一那丝 竟然到我们寒山寺来了 什么 三人的反应和妙华一样 又惊又怒 今是因为没想到严守一有这么大的胆子 竟敢在这个敏感时期大张旗鼓地到寒山寺来 怒则是因为 只要严守一不来寒山寺 他们四人就有机会悄悄将他捉住或者杀死 那可是大功德一件 而现在严守一来了寒山寺 必然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 到时候 他们还有什么理由杀严守一 就算是严送方丈 下令诸杀严守一 恐怕也轮不到几人出手 本横禅师一人足矣 可以说 严守一这一招出其不意 直接打乱了四人的所有计划和节奏 简直可恶啊 妙华最先冷静下来 他想不明白一个问题 严守一此行的最终目的显然不是寒山寺 如果严守一和严送方丈有什么联系 妙华一定会知道的 但既然不是 严守一完全没有必要冒着风险 大张旗鼓地到寒山寺来 他这么做 只有一个理由 躲避追杀 说准确一点 应该是躲避被妙华等人下黑手 那么问题就出现了 严守一是怎么知道自己被盯上的 难道他能为不先知 妙华想不通 也没时间多想了 他立刻说道 你们三人随我一同下山 再半山腰将他捉拿 一定不要让他上山 顿了顿 妙华面露狠色 万不得已 杀了他也无妨 永望等人 既然能和妙华关系如此清静 自然和他是一类人 听到妙华的安排之后 三人都没有任何意义 甚至比妙华还急着要下山 出租车开到半山腰 严守一忽然喊停 他估摸着时间 妙华该动手的话 差不多也要赶到了 所以他选择在半路下车 以免殃及无辜 跟在后头的长忌 也提前下车 小心翼翼地 跟在严守一身后 与他保持着距离 一同上山 突然 严守一转过身来 对长忌笑道 寒山寺的小和尚 你跟了我一路了 现在我都要走到你家门口了 还不出来见一见吗 声音回荡在山中 长忌知道 这话是对他说的 他犹豫了一下 还是现身了 听说严守一 在荣城大开杀戒 一人杀了几十名名门大派弟子 之后便获得杀神称号 一人杀了几十人 长忌隔着好远 都能感受到严守一身上的煞气 他害怕严守一会直接把他给杀了 之所以选择现身 主要是出于对长山的信任 长山是我的师兄 长忌大喊道 长山师兄 经常在师兄弟面前提起您 严守一哑然失笑 这是在提前与我套近乎 害怕被我不分青红皂白给杀了吗 你也不出去打听打听 江湖上谁不知道我严守一浓眉大眼 忠厚老实 我像是那种 一言不合 就动手杀人的恶人吗 行了行了 我知道了 你过来说话 严守一摆手道 长忌却站在原地 一步都不肯靠近 严会长 小僧听力一向很好 您站那说就行 严守一 他妈的 过来 他大喝一声 长忌不仅没靠近 反而吓得后退三步 阿弥陀佛 严守一果然是个喜怒无常的杀神 长山师兄啊 这回你真是看走眼了 正在长忌慌张无比的时候 严守一忽然不再注意他 严守一的注意力 放在了身后的山林里 突然间 一道巨大的金色掌印 从山林中飞出 直直拍向严守一 严守一早有防备 向后闪躲 金色掌印 与他擦肩而过 拍在公路上 百油路面地公路瞬间塌陷 出现了一道掌印形状的大坑 与此同时 四道身影 从天而降 正是文训赶来的妙华 永望 借静和借玄四名高僧 妙华沉声道 严守一 你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吗 只身来我寒山寺 是认为我寒山寺 无人能杀你 严守一后退半步 问 你是谁 平僧乃是寒山寺僧人 法号妙华 得知对方法号 严守一脸上 瞬间附上寒霜 来得好啊 妙华 老子找的就是你 其他几人呢 严守一冷声道 报上明来 我严守一不杀无名之辈 平僧乃是东禅寺永望 永望喝道 三个月前 你杀了平僧的弟子 平僧今日便要你血债血偿 原来都是老仇人了 得知永望是仇人的师父以后 严守一更加兴奋了 既然已经是仇人了 那待会儿杀起来 就更没有心理负担了 你们俩呢 严守一一脸期待地 看向借静和借玄二人 借静咬牙切齿 我们二人与你无怨无仇 但身为名门大派弟子 除谋味道乃是本质 杀你何须理由 很好 人要杀我 我反击也很合理吧 更没有心理压力了 严守一笑得更加疯狂 长继远远地看着 已经被严守一的变态震慑到了 不愧是杀神严守一 他何止是喜怒无常 简直是试杀成性 长山师兄 怎么会和这种人扯上关系 难怪本恒师爷说 长山师兄误入歧途了 你们是一起送死 还是一个个送 严守一一脸认真地询问四人 四人都是佛门巧楚 妙华更是和妙计同辈分的强者 何时受过如此挑衅 简直是奇耻大如 勇望第一个忍不住 冲杀到严守一面前 妖人 尝尝贫僧的一指禅 来自东禅寺的勇望五僧 最擅长的便是一指禅 只见他伸出右手食指 指尖喷涌出金色佛光 犹如一轮炎阳 好像可以融化掉一切 只是轻轻一指 严守一脚下的草地 便已经燃起熊熊烈火 这一指禅可不简单 严守一不想硬碰硬 而是选择后退躲避 一招纵地金光 严守一瞬间消失在原地 而勇望则是一指 戳向严守一之前所在的位置 刹那间 山林中出现一条 长达二十几米的废墟 废墟上无数拦腰折断的树木 已经被烧成焦炭 仅有几处还在燃烧火苗 长期被勇望的一指禅 深深震惊 不由得低声难难 勇望师叔的一指禅 竟然已经修炼到这个地步了 倘若再进一步 简直和罗汉没什么区别了吧 勇望如此厉害 长期信心大增 之前他还担心 师父和师叔们打不过严守一 但现在看来 应该有一战之力 不过他也没有忘了 严守一可是能够杀死 阿修罗转世的人 他绝对不是什么好惹的种 尽管勇望的一指禅 威力巨大 但却没有伤到严守一分好 甚至在严守一现身之后 还不忘开口嘲讽 一指禅 不错 可惜鲁班书中没有记载 否则我也想练来玩玩 勇望大怒 一指禅乃我佛门绝学 岂能被你偷学了去 佛门绝学有什么了不起 佛门绝子吼 我不都学会了 严守一笑道 你要这么说的话 我还不稀罕你的一指禅呢 据我所知 霓虹果有个加藤郡 人家可是号称金手指的存在 比你这一指禅也弱不到哪去 岂有此脸 勇望机遇抓狂 你竟敢拿一指禅与那丝相比 严守一愣 不对啊 大师不是佛门中人 六根清静吗 怎么你也知道 加藤老师的名号 莫非大师也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喜好看一些场景简单 剧情单一 两个人就拍完了小电影 你 勇望一时间竟无言以对 仿佛是被戳中心事似的 满脸通红 这是恼羞成怒了 勇望 你这香了 妙华在此时突然开口提醒 几乎在崩溃的边缘的勇望 忽然间清醒过来 随后默念了一句阿弥陀佛 眼神中的杀意不再那么明显 不过 他要杀眼手艺这件事 可是铁了心的 佛祖来了 也拦不住 我说的 勇望再次伸出右手 打算戳死眼手艺 但这一次眼手艺没有闪躲 而是提前一步出击了 他的手中瞬间出现阻龙剑 剑光一闪而过 下一秒他的身影又出现在原地 勇望满脸错愕地看着自己的手 他苦练几十年的右手 此时只剩下手腕 手腕往下的整只手掌 已经不知去向 鲜血喷涌而出 我的手 我的手 阿 勇望痛苦至极 不仅仅是因为伤痛 更是因为自己苦练几十年的右手 就这么没了 一指禅可不是光靠功法就能练成的 还需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锤练手指 让手指变得比钢铁还坚硬 这才能承受一指禅强大的力量 如今就算勇望的左手还在 想要施展出之前那样强大的一指禅 也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了 除非他再用左手练个几十年 但他的人生还剩下几十年 这意味着 勇望此生都没有可能再会巅峰了 而他过去几十年所吃的苦 全都白吃了 好一个一指禅 你当初应该把铁沙掌一块练了 这样就不至于被我一剑斩了手掌 可惜啊 眼手一站在原地 手里正拎着一只血淋淋的手掌 正是勇望的右手 他随手将这手掌扔到身后 脸上带着嘲弄的笑 让勇望看了 直接把血压拉满 任你一指禅在墙 我直接斩了你的手掌 你又奈我何 杀神果真是杀神 长继在角落瑟瑟发抖 尤其是在眼手一 斩断了勇望的右手以后 还如此轻松淡定 这胆识不杀上百个人 绝对锻炼不出来 长山师兄 你看走眼了呀 眼手一 我与你不共戴天 不共戴天啊 勇望仰天怒吼 眼手一微微一笑 与我不共戴天的人太多了 我建议你 换个宇宙生活 都别愣着了 赶紧出手 妙华此时终于开口 提醒戒静和戒旋二人 本来信心满满的妙华 猛然间意识到 如果再让眼手一逐个击破 搞不好 今天他们四人 都要折在这半山腰上 他们分明是来追杀眼手一的 可不能到最后变成送人头了 那样不仅没法获得功德 不能流芳百世 反而要沦为大家的笑柄 是啊 都别愣着了 一起上马 严守一淡淡地说道 一个一个杀 挺累的 这顿嘲讽 直接将三人的血压拉满 妙华张口便喝道 阿弥陀佛 放下独刀 立地成佛 一股强大的戒律力量 冲进严守一的脑海当中 使他的心里 产生了强烈的冲动 放下祖龙剑的冲动 这是严守一 第一次遇到禅僧 如此诡异的进攻手段 让他防不胜防 戒静和戒旋二人已经杀静 他们二人闪着金光的手掌 可以看出 练得正是铁沙掌 要是被他们的铁沙掌削到 人头落地是必然的 而严守一 还在被戒律所困 正在拿起与放下之间挣扎着 妙华此时已经忍不住嘴角上扬 似乎拿下严守一是 首到擒来之势 然而 就在此时 严守一内心深处 某个阴暗的东西正在苏醒 破剑 心魔突然苏醒 出于保护本主的本能反应 心魔立刻帮助严守一 消除了禅僧戒律带来的影响 严守一的双眼瞬间恢复清明 他握紧斩破刀 出其不意的挥处 扑呲 扑呲 两个血淋淋的手臂 掉落在地 紧接着 便是戒静和戒玄的惨叫声 还有妙华的惊呼声 你是如何破戒律的 戒静和戒玄跪在地上哀嚎 严守一抬头冷声道 佛经上是怎么教你们的 只准你们动手杀别人 被杀者却不能反抗 玩得一手好控制啊 妙华 他没有回答妙华的问题 反而是笑话妙华 侮辱佛门手段 不过关于这个问题 妙华心里早就有自己的认知和理解了 不会被严守一三言两语 而影响佛心 换句话来说 就是脸皮厚 他看了一眼断手的三人 心里叹了口气 知道接下来 不能再指望别人帮忙了 于是妙华拿着六环膝杖 狠狠地垂向严守一 同时 他的口中大喝 阿弥陀佛 守剑 这次影响的威力更大 严守一不只想要丢掉祖龙剑 更是想要双手合十 顿入空门 不过 心魔也不是好惹的 立刻抵消了戒律的影响 让严守一得以恢复清醒 清醒后的严守一 只是瞟了妙华一眼 竟然没有还手的意思 转身跑了 他的反应 又是让妙华摸不着头脑 打得好好的 怎么突然就跑了 而且你小子分明占据上风啊 妙华已经扑空过一次了 这次绝对不可能放过严守一 于是他立刻追了上去 同时丢下一句话 长季 你护送三位师叔回寒山寺 通知本恒师爷 将严守一现身的事情告诉他们 妙华严重低估了严守一的本领 如今吃到亏的他已经明白 光凭自己是难以收拾严守一的了 所以他只能退而求其次 希望师门派人前来支援 只要最后大家合力杀了严守一 自己依旧是大功德一件 不过 妙华的如意算盘 再次打翻了 因为 严守一不是朝着山下跑的 而是朝着上山 这里 已经是半山腰 再往上跑 那可就是寒山寺了 严送方丈 本恒禅师 可全都在寺内 严守一一现身 必定轰动全寺 混账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妙华忍不住抱粗口 跑在前头的严守一 笑容越发疯狂 虽然他这么做 是被心魔影响后的结果 但同样也是他深思熟虑后的结果 从海星方丈托梦以后 严守一得知自己的行踪已经暴露 便开始琢磨着如何摆脱麻烦 妙华必然会对我穷追不舍 搞不好到后来 还会有其他门派的加入 此事必须要做到一劳永逸 寒山寺至今没有宣布 对我们民俗研究会出手 说明寒山寺的严送方丈 依旧在给自己留退路 也就是说 即便我出现在寒山寺 严送方丈也未必会杀我 最多把我囚禁起来 这就是机会 与其在外头东躲西藏 不如直接去寒山寺现身 这样就能避免妙华他们在背地里 对我使绊子 到时候见到严送方丈 哈哈 事情就变得有趣起来了 在抵达精灵之前 严守一心里 就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计划 一个保证能让自己全身而退 还能让寒山寺对自己的行踪 守口如瓶的计划 而计划的第一步 就是只身闯寒山寺 因此 他在抵达精灵的时候 就叫了外卖小哥 通过外卖小哥 给民俗研究会的情报网送信 推迟于狗道士 龙飞城的碰面 紧接着便直奔寒山寺 后来撞见妙华等人 出手只是受心魔影响的报复 抵达寒山寺 才是严守一的真正目的 因此 他才在占据上风的情况之下 突然转身逃跑 此时此刻 严守一在前头跑 妙华在身后追 妙华身着袈裟 手里还提着上百斤重的六环膝杖 奔跑的时候 一手要扛着六环膝杖 一手要提着袈裟的下摆 模样十分滑稽 这样也注定他跑不快 根本追不上严守一 妙华忍不住喊道 阿弥陀佛 你脚下升窗 跑在前头的严守一 忽然一个踉呛 他感觉到自己的脚底真的长了窗 每跑一步都生疼 这特么野心 你们佛门众人嘴也太毒了 这是戒律还是诅咒啊 妙华见到自己的戒律有效果 又准备开口 诅咒严守一几句 但严守一哪能答应啊 俯身抓了一把土 对着手里的土墨念几句 随后扔了出去 他也在给妙华下咒呢 下的还是鲁班淑里的咒 只听巴唧一声 妙华在后头 突然摔了一个大跟头 门牙都在地上擦出火星子了 严守一哈哈大笑 这下不能乌鸦嘴了吧 岂有此脸 妙华狼狈地爬起来 气得牙都要咬碎了 奈何他刚才那一跤 摔得嘴都肿了 土字也不清晰 想要施展戒律 恐怕有些难度 他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严守一消失在视野中 本恒禅师 外号扫地僧 同时他也是寒山寺的住持 如果严送方丈原记了 本恒禅师是当之无愧的继承者 他在寒山寺得高望重 仅次于严送方丈 而他的唯一爱好 就是扫落叶 今日无事 本恒禅师又拿起扫帚 静静地在寺外清扫落叶 却在这时 一道突兀的身影 闯到本恒禅师的面前 那年轻人一袭黑衣 跑得上棋不接下棋 他定在寒山寺前 抬头看了一眼 随后哈哈大笑 寒山寺 我来了 哈哈哈哈 本恒禅师诧异地问年轻人 你是何人 严守一笑着回答 我是你爹 本恒看着这个突然冒出来 并且出言不逊的年轻人 陷入了沉思当中 什么人有胆子强闯寒山寺 还张口就自称 是他这个扫地僧的爹 对方是什么人 本恒不知道 但本恒知道的是 这小子很快就会跪下来 喊爹求饶了 阿弥陀佛 本恒念着佛号 却是直接抡起扫把 抽象严守一 他并不知道来者是什么来头 所以出手的力道并不大 不过本恒可以肯定 对方百分之百 躲不掉自己这一扫帚 然而 严守一却是身子诡异地扭了一下 轻松躲开了扫帚 咦 本恒不由得愣了愣 这身法 不是武当派的太极吗 这小子是武当山的人 可武当山近些年来 年轻一辈当中 除了赵丞相以外 似乎没有其他什么出色的人了 本恒见过赵丞相 和眼前这小子 完全不是同一个人 严守一躲过本恒 便冲着他喊道 让你们严颂方仗出来说话 本恒当场大怒 严颂方仗是何许人也 不管你小子是什么来头 都不能用这种态度说话 阿弥陀佛 此乃佛门清静之地 不如你这野小子撒野 本恒说完再次出手 而这一次 他用了五分力 他要给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一个教训 哪知 严守一这回不躲不闪 而是周身泛起金光 直接用佛门精身硬炕 啪 扫帚抽打在严守一的肩膀上 直接碎裂成渣 而严守一毫发无损 佛门精身 这回本恒更加吃惊了 你到底是什么来头 话问出口的同时 本恒的脑袋里 突然冒出一个名字 旋即他突然意识到 眼前的野小子是谁了 会武当派的太极 会佛门的精身 年纪轻轻 虽然只有三个条件 但在这世界上 却再难找到第二个符合的人选 本恒脱口而出 你是严守一 严守一转头看向本恒 二者对视 沉默几秒以后 严守一又笑了 我是你爹 没开二度 混账 两次被严守一占便宜 一把年纪的本恒 都忍不住破防了 你是不是严守一 我不确定 但你肯定是个疯癖 忍无可忍的本恒 手里已经没了扫帚 两手空空的 啪 没有任何的施法前奏 直接一掌拍向严守一 这一瞬间 严守一的脑海里 有范音响起 恐怖的威压扑面来 让严守一当场清醒 他急忙将佛门精神发挥到极致 因为距离太近 导致他正中本恒一掌 碰 严守一瞬间倒飞数十米 差一点就跌落悬崖 操 这扫地僧不简单啊 恐怖的实力 让心魔退缩 严守一清醒过来 发觉自己刚才太过上头 好像招惹到了不该惹的人 妙华的实力虽然很不错 但严守一自信妙华杀不了他 因此才没把妙华放在眼里 不过眼前的这位扫地僧 严守一心里没底 本恒禅师收了掌 见严守一只是模样狼狈 并没有实质受伤 也颇为意外 平僧认真一掌 虽然没有出权力 但这小子却毫发无伤 即便是妙计 也难以办到吧 他果真是严守一 年轻一辈当中 除了余露明 恐怕没人 是他的对手了 不 即便是老一辈的强者 能杀死严守一的 不及了吧 严守一想了许多 本恒禅师也是一样 双方都惊讶于对方的实力 所以没有继续动手 而在双方对峙的时候 妙华总算是提着裙摆 着急忙慌地跑上来了 见到严守一 竟然与自己的师父过招了 妙华大惊失色 同时眼中流露出 毫不掩饰的紧张 你都干了什么 妙华质问严守一 严守一其实挺想为自己 刚才的出言不逊而道歉的 但说出去的话 如同泼出去的水 现在想要让眼前 这个扫地僧原谅 那不是丢了我民俗研究会的脸吗 所以严守一 也只能继续当个封批 冷笑着说道 你这么紧张 这位是你爹 还是你娘啊 闭嘴 修得胡言乱语 妙华怒道 这位乃是我们寒山寺的住持 本恒禅师 本恒禅师 严守一意外地看着本恒禅师 他听过这个名字 知道本恒禅师 就是妙记叔叔的师父 不仅如此 本恒禅师也是常山的师父 本恒一共有三名弟子 分别是妙记 妙华和妙幽 常山本是妙幽的弟子 但因为他过于出色 被严送方丈看中 任命为寒山寺的接班人 所以特意将常山调到本恒禅师 坐下 令本恒禅师亲自教导 这也是为何 常山是常自辈 却也跟着妙自辈的人 喊本恒为师父的原因 本恒可是严守一身边 两位关系匪浅的人的师父 严守一本该抱有相应的尊重 所以严守一立刻冷静下来 也不装疯批了 连忙双手合十 对本恒禅师行礼 晚辈严守一 见过前辈 方才不知前辈身份 多有得罪 请前辈责罚 原谅是不可能原谅的 还是直接责罚 来得直接一点 这样严守一心里 还没什么负担 但严守一的赔礼道歉 并不能换来本恒禅师的谅解 毕竟方才这小子 可是两次占了他的便宜 如今本恒禅师已经先入为主 认为严守一是个狂妄小辈了 哼 本恒禅师冷哼一声 不理会严守一 严守一干笑两声 老实芭蕉地站在远处 尽管给本恒禅师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但他第一步计划 算是成功了 闯入寒山寺 见到寒山寺高层 这样没有高层的同意 妙华必然不敢动手杀他 而且 严守一笃定 寒山寺高层不会杀他 最多软劲 还得好吃好喝的工程 果不其然 本恒禅师虽然生气 但却不着急抓眼手艺 而是质问起妙华来 妙华 这是怎么回事 妙华也是四十岁的人了 但面对本恒禅师的质问 表现得却十分谦卑 他支支吾吾地 一时间找不出借口 又或者他明白 现在边借口没有意义 本恒禅师不是傻子 本恒禅师果然看出端倪 联想到之前妙华的汇报 他立刻猜出事情的经过 在前旅阵取走乳南体内的邪佛的人 就是严守医吧 得知事情败露 妙华也没法继续瞒着了 只能默默点头 本恒禅师脸色难看 历生质问 方丈三身五令 让我们不要与民俗研究会有冲突 你既发现严守医 为何不上报 还私下想要找他麻烦 如今两派争斗 就是一个大泥潭 不管是谁 一脚踩进去 就很难再拔出来了 小门派不在乎 因为他们本身就需要乱世这种机会 而大门派深知其中利害关系 所以不会轻易入场 要是妙华追杀严守医的事情传出去了 岂不是相当于宣布 寒山寺也要对付民俗研究会了 这与把屎盆子扣 自己脑袋上有什么区别 妙华低着头 硬着头皮回答 严守医身上有邪佛 少拿那些破事当借口 严守医身上牵扯诸多 邪佛才拍第几啊 本恒禅师更生气了 他气得不是妙华欺骗自己 而是生气这家伙 一点大局观都没有 严守医在一旁看热闹吃瓜 开心得很 对对对 我身上可不只有邪佛 还有阿修罗心魔呢 邪佛才拍第几啊 你笑什么 本恒禅师瞪了严守医一眼 严守医立刻收敛笑容 这时候 自己还是不要出本恒禅师的眉头为好 不过他也发现了 本恒禅师对他并没有强烈的敌意 他的态度和妙华完全不同 甚至有点把自己当做后辈来看待 是因为长山 还是因为妙纪叔说 总不能是因为我是他爹吧 可嗨嗨 严守医赶紧把这个念头从脑子里删除 因为他觉得这么想有损功德 如果现场有牧鱼的话 他肯定会拿起来敲几下 争取自己损失的功德能多少回一点 本恒禅师恨铁不成钢丝地教育着妙华 为师说过多少次 不要把虚名看得太重 出家人应该清心寡欲 你再看看你自己 身上已经犯下多少杀念 这些业障你还得完吗 即便你有千年寿命 光用来打坐念经敲目鱼 也还不了你身上的业障 如若你还不改变 最后只会落得个自食恶果的下场 妙华低眉垂眼 认错态度非常诚恳 不过本恒禅师也看出来了 这家伙就是虚心接受 坚决不改 因为妙华心中所理解的佛 和其他人的不太一样 他真正需要改变的不是想法 而是心中的佛 正当本恒禅师叹气 那就自己没教好妙华的时候 长记带着勇望 戒玄和戒敬三人 回到寒山寺 被本恒禅师撞个阵阵 三人的断手十分显眼 本恒禅师看得一清二楚 这又是怎么回事 本恒禅师大怒 妙华吓得直接跪下了 师父息怒 弟子得知严守一打算强闯寒山寺 担心自己一人收拾不了他 才喊上勇望他们一起 谁料严守一辞子心狠手辣 阿弥陀佛 出家人不打狂语 本恒禅师突然打断 妙华脸上露出挣扎之色 嘴巴却不受控制 我令长记跟踪严守一 并找勇望他们来当帮手 想要在精灵截杀严守一 却不料他直奔寒山寺 于是我们在半山腰拦路 严守一出手狠毒 直接斩断了勇望他们的胳膊 本恒禅师越听越怒 最后直接扬起巴掌 狠狠地给了妙华一耳光 岂有此脸 岂有此脸 妙华自己去找严守一的麻烦也就算了 居然还带上其他寺庙的僧人 这是生怕寒山寺陷得不够深吗 更让本恒受不了的是 他们四人联手 不仅没抓住严守一 还反被严守一费了三人 勇望他们被斩断了手 本恒禅师第一反应 不是对严守一发火 反而要感谢严守一 因为严守一完全有能力 直接杀了勇望他们 却还是留了他们一条性命 若是两者互换 勇望他们 恐怕都不会对严守一如此仁慈 如此一看 严守一虽然是个封批 但也比自己这愚笨的弟子 要好上不知多少倍 那个啥 本恒前辈 您这香了呀 严守一贴心地提醒本恒禅师 滚 本恒禅师一声怒吼 直接把严守一轰下悬崖 亏得平僧刚刚对你生出半点好感 严守一没有真的摔下悬崖 而是抓着严臂又爬了回来 现在这个情况 他下山就得面对 名门大派的强者的追杀 反而是待在寒山寺最安全 就算本恒禅师拿扫把赶他走 他都不肯走 气急的本恒禅师 让长济妥善安置永望等人 随后对妙华喝道 你 去后山面壁 没有为师的允许 不准出来 这句话带着强大的戒律 直接让妙华机械式地站起身 头也不回地往后山走 尽管妙华心里很不甘心 很想回头瞪眼手一眼 但他还是完全无法违抗 本恒禅师的戒律力量 这就走了 不再多唠几句 严手一垫着脚尖 目送妙华的背影消失 心里还有点遗憾 妙华害死了海星方丈 就这么让他回去面壁 也太便宜他了 若不是因为本恒禅师太强 严手一现在真想再起一期妙华 责罚完妙华 本恒禅师的目光 落在严手一的身上 严手一黑黑一笑 清了清嗓子 高声喊道 晚辈民俗 研究会会长 龙虎密文拥有者 罗天大教第二名 号称龙城守护者 秦始皇传人 真龙子气的拥有者 驴山派掌门包养的小白脸 就玄山派的少当家 当代天师于露名的好基友 严手一 见过前辈 当严手一做完自我介绍的时候 发现周深已经被一道金钟给罩住了 他的声音在金钟里回荡 外头似乎听不到半点声音 本恒禅师的嘴角抽了抽 声音传进金钟当中 你小子少耍心机了 想拉寒山寺下水 门都没有 严手一正是想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自己来寒山寺了 把寒山寺逼到骑虎南下的境地 不过他的小心思 被本恒禅师看穿 直接出手 把他的计划扼杀在摇篮里 严手一笑了笑 道 还是本恒前辈厉害 晚辈这点小心思 逃不过您的法眼 哼 本恒禅师气得牙痒痒 想直接揍严手一几拳 最终他还是咽下了这口气 冷声说道 滚出寒山寺 这里不欢迎你 本恒禅师看得很清楚 民俗研究会 现在是维系着两派的最后一根稻草 多少大门派都碍于严手一的面子 才没有真正撕破脸皮 只是向征信的站队 就算现在严手一送上门来 寒山寺也不能收下严手一这个烫手山芋 到时候 只会惹来更多的麻烦 最好的结果 就是现在就敢严手一下山 当作一切没有发生过 从未见过这个封批 不过 给本恒禅师出印象十分不好的严手一 此时却忽然间认真严肃起来 他站在经中诏中 对本恒禅师说道 我上寒山寺来 义是想要借寒山寺之手 避避避风头 这第二个目的 则是想要讨一个公道 本恒禅师眉头一皱 停下脚步 什么公道 严手一沉声道 妙华带人寻找邪佛下落 一路查到四德寺 他为了拷问出我的信息 对四德寺的海星方 仗下了死守 我想请问一下本恒前辈 您是如何教导妙华的 妙华身为佛门中人 更是出身寒山寺 他在山下犯了杀戒 难道一点责任都不用承担吗 我想讨的 就是这个公道 虽然严手一和海星方丈交情不深 但他看得出 海星方丈不是什么坏人 妙华可以代表佛门 惩罚海星的助纣为虐 但绝对没资格杀死海星方丈 比起海星方丈的身不由己 妙华仗着自己实力强大 却对他人的生命如此漠视 妙华才更是应该受罚的人 本恒禅师沉默了一阵 他最终说道 此事我会派人调查 倘若事情属实 寒山寺自会惩罚妙华 这件事就不劳你费心了 下山吧 不下 阿弥陀佛 你小子别得寸进尺 严手一绝将道 妙华杀人 此事我不信你们心里没数 但他至今还能逍遥快活 我若走了 妙华不过是自罚三杯而已 寒山寺自有寒山寺的规矩 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指指点点 本恒禅师又有些生气了 究竟是寒山寺的规矩大 还是佛门的规矩大 杀人偿命天经地义 更何况是号称大慈大悲的佛门 更何况 我若是现在下山 你们不日便会放出妙华 届时我不找他 他也会来找我 他不死 我如何安心 严手一虽然站在精中照当中 寸步未尽 但他的问话却咄咄逼人 本恒禅师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不打算和他废话 直接开口威胁 你若再是赖着不走 我便将你离开荣城的消息散播出去 再把你赶下山 到时候 你是死是活 都和我们寒山寺没有关系 哼 我既有办法出现在前辈您的面前 到时候 就有无数种办法 再回寒山寺 我就算死 都要死得寒山寺 喷你们一连血 给你们惹一身的晦气 疯屁 真是疯屁 本恒禅师无能狂怒 他活了这么多年 还从未在一个小辈面前如此无奈 就真治不了这个王八蛋了吗 就在本恒禅师进退两难之时 寒山寺中突然传来一道 苍老有劲的声音 本恒 让严守一进来见老那 听到这声音 本恒立刻双手合十 对着寺内弯腰 沉默了几秒以后 本恒挥手撤掉金钟罩 不情不愿地说道 方丈要见你 严守一嘿嘿一笑 一点不惧 静止往里走 结果刚走几步 他就被本恒拽回身边 一脸严肃地叮嘱道 严送方丈年事已高 你可千万不能说胡话 其他老人家 要是方丈被你气得原济了 我就把你也送下去 给方丈做牛做马 严守一 我看着像口无遮拦的人吗 本恒禅师冷笑一声 合着刚才一口一个 我是你爹的人不是你对吧 二人一前一后 有本恒禅师 领着严守一往里走 沿途严守一 本来还想和路边的僧人打招呼 介绍自己的身份 结果被本恒禅师一个佛门禁地 口不能言的戒律 给变成了哑巴 无奈 他只能憋了一路 最终来到寒山寺的大殿外 殿内 严送方丈一着墓障坐着 老太龙中 一动不动 严守一站在殿外看了一阵 见严送方丈没有反应 又发现自己能说话了 便问本恒禅师 前辈 严送方丈怎么没动静啊 他老人家 该不会是死了吧 闭嘴 本恒禅师 恨不得山岩首一一而光 这时严送方丈终于醒来 睁开了眼睛 打亮着严守一 严守一发现 严送方丈的眼神清澈无比 像是刚出生的孩童 满是善良和慈祥 这一瞬间 他居然有看到了老天师张印的错觉 老天师张印和严送方丈 是同一时期的人 二人的道行深不可测 会有相似之处 也是挺合理的 进来说话吧 严送方丈招了招手 严守一迈过高高的门槛 走进殿内 殿中满是佛像 空气中弥漫着香火味 本恒禅师本来也想跟进去 却被严送方丈制止了 本恒 你去好好管教管教妙华 老纳与严施主单独聊聊 是 师叔祖 本恒允诺又不放心地瞪了严守一一眼 算是给他警告 本恒禅师离开以后 严守一不好意思地挠着后脑勺 严送方丈 我给您添麻烦了 严送方丈乐呵呵地笑了一阵 摇头道 无妨 严小施主乃是有佛心有佛缘之人 据说在荣城之时 你还展现出了浩然正气 既被龙虎密文选中 又有真龙子气傍身 若是你有兴趣 不妨拜入我佛门下 这一见面 严送方丈竟然就抛来橄榄枝 让严守一都有点拐不过弯了 他尴尬道 方丈 这恐怕不行 我可是我们家三代单传 我爸还指望 我给严家传宗接代呢 俗家弟子呢 可有考虑 就算我答应 名门大派也不答应吧 阿弥陀佛 不如你私下拜老那为事 方丈 我就明说了吧 我咸云也喝惯了 不想当天天敲钟敲目鱼 吃斋念佛的和尚 原来如此 严送方丈理解式地点点头 随后说道 不如你任老那做干爹 实在不行 干爷爷也可以 老儿不死是为贼 在见到严送方丈本人之前 严守一还以为严送方丈 有多么德高望重 如今真的见到了 发现这老秃驴 居然是一个臭不要脸的老流氓 就非得和我扯上点关系才行吗 可偏偏 这老秃驴慈眉善目的 每次提出请求 都是乐呵呵的 俗话说 伸手不打笑脸人 严守一作为晚辈 每次拒绝 都让自己十分难为情 最后 严守一忍无可忍 直接问严送方丈 方丈 您到底想要干什么呀 严送方丈也不卖关子 直接了当地笑答 找一个不杀你的理由 严守一 乖乖 我以为这是送分题 没想到这是送命题 他眼角抽了抽 说道 寒山寺不会想要入局吧 人在江湖 多少身不由己 更何况是寒山寺呢 严送方丈说道 寒山寺也有别的势力的眼线 你进入寒山寺的事情 只怕早就传出去了 现在老那不得不做出选择 保下严守一 寒山寺就会被其他的势力针对 杀了严守一 寒山寺就成为了民间教派的死敌 不论是哪一种结果 对寒山寺都十分不利 这也是之前 为何本恒禅师 一直想要赶走严守一的原因 这家伙现在就是个扫把星 谁挨着谁倒霉啊 干殿 严守一果断认怂 多一个干爹 也不是什么坏事 而且认严送方丈为干爹 待会儿他出门的时候 就真的是本恒禅师的爹背了 没想到一语成衬啊 阿弥陀佛 严送方丈露出笑容 严守一却叹了口气 寒山寺始终没有真正入局 未来瞬息万变 您真的能做到两不沾吗 严送方丈答道 出家人慈悲为怀 寒山寺本就不应该卷入这场战争当中 可你们已经宣布 站在名门大派那边 如今寒山寺虽然已经入局 但也只是表态站队罢了 目的是稳固寒山寺的地位 若是寒山寺地位不在 未来的局势只会更糟糕 顿了顿 严送方丈问严守一 你作为矛盾的核心人物 对此事有什么看法 我能有什么看法 您别看我现在风头正盛 但实际上 我只是被李跟苗 推入漩涡的棋子罢了 更多的是身不由己 严守一对自己的定位 看得很清晰 李跟苗在挑起两派矛盾以后 就带着星玄山派 集体消失了 他这是在坐山观虎斗 等着双方两败俱伤 到时候再献身一桶悬门 然而 即使双方都知道真相 可雪崩已经开始 大家都没有回头路可走了 严颂方丈双手合十 阿弥陀佛 虽然如此 但你也因祸得福 成为民间教派 五大势力之一的领头人 无数目光聚集在你的身上 如果说 谁最有可能打破如今的局面 那非你莫属 嗯 这就是您想要保下 我的原因吗 老那保你的原因有很多 有关妙计 有关长山 有关老天师张印 也有关很多其他的秘密 但最关键的是 老那不希望看到两派血流成河 说着 严颂方丈伸出手 轻轻地点了点严首一的眉心 一道金色的波纹亮起 一缕黑气 从严首一的眉心中钻了出来 你的体内有心魔 心魔会放大你的情绪 影响你的判断 它不利于你调写两派矛盾 甚至三个月前 正是因为心魔 才将你推上两派争斗的风口浪尖 严首一看着自己面前的一缕黑气 心中生出一股矛盾感 没有心魔的时候 它处处受限 仿佛在带着枷锁跳舞 有心魔以后 它反倒觉得 做事简单许多 心里也没有那么多的压力 最关键的是 当初若不是心魔发作 它恐怕真的要在耻辱当中 把孩子送给于露鸣 老那不能帮你其他 但却可以给你一次机会 一次拔除心魔的机会 你觉得如何 严颂方丈 用清澈的眼睛望着严首一 似乎在告诉严首一 机会只有一次 拔除心魔 对大家都好 寒山四后山 瀑布直下 青线下的水流 带着巨大的力道 几乎像是一块又一块巨石滚落 在瀑布下的潭中 砸出巨大水花 普通人要是被这样的水流冲撞 会觉得皮肤生疼 甚至有骨折的风险 但长山却在瀑布中打坐 湍急的水流 没有影响到它分毫 水流冲击在它的体表 像是无数根棍棒 在锤打它的肌肉 长山结束修炼 走出瀑布 囚结的肌肉在阳光之下 反射出异样的光泽 阿弥陀佛 他看了一眼坐在不远处 正望着一朵野花 独自伤情的师父 兼师兄妙幽 妙幽是妙计一辈最小的师弟 当年他下山游历的时候 爱上一名女子 两人经历了许多 最后却不得已分开 之后 妙幽回到寒山寺 就在南走出那段感情 一直到现在 时不时就会望着花出神 师父 正在长山准备和师父 打招呼的时候 一根木棍 忽然从妙幽身后探了出来 嗯 哪来的木棍啊 紧接着 木棍狠狠地朝着妙幽的后脑 勺来了一下 扑通一声 妙幽一头栽倒在地 昏迷不醒 来者何人 长山大惊失色 只见妙幽的身后 走出了一道熟悉的身影 长山看清此人长相 不由得大吃一惊 严兄 严兄怎么会到寒山寺来 他不应该躲在民俗研究会吗 等等 他怎么还把师父给打晕了 长山满脑子的疑惑 严守一黑黑一笑 跑到长山的身边 看到我是不是很惊喜 听说 你被寒山寺软禁了 我路过寒山寺 特意过来 救你脱离苦海 刚刚被我打晕的突驴 是什么身份 看守你的武僧吗 哈哈 现在没人管得了你了 长山迟疑了一下 道那是妙幽师父 呃 严守一回头看了一眼 运过去的中年和尚 心里多少有点愧疚 他就是长山的师父 妙计叔叔的师弟 不过 那些都不重要了 长山有点着急 他问严守一 严兄 好端端的 你怎么跑来寒山寺了 名门大派已经对你发布了通缉令 要是被外人得知 你到寒山寺来 他们肯定不会放过你的 长山被关禁闭 也不过是最近才发生的事 而且他在禁闭期间 也一直关注着外面的情况 现在是非常时期 长山做梦都没有想到 严守一会离开荣城 更想不到 他会出现在寒山寺后山 因为一些原因 我必须北上 严守一简单地解释道 长山依旧很着急 你还是快走吧 要是被方丈 或者本恒师傅发现了 你就走不了了 放心 严守一倒是很淡定 直接在溪流边坐下 用手拨弄着冰凉的溪水 我的法身 正在和严颂方丈对话 本恒前辈就守在外头 没人知道 我的真身过来找你了 严守一说道 闻言 长山稍稍松了口气 不过他还是觉得很奇怪 严守一没事来寒山寺做什么 该不会真是想要救我吧 不至于啊 长山只是性子直 但不傻 他现在完全不值得严守一冒险 毕竟被关禁闭 又没有生命危险 看出长山的疑惑 严守一咧嘴一笑 开始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说出来 从他偶入四得四 消灭如难 被邪佛入侵 再到后来 妙华害死海星方丈 一直到现在 杀上寒山寺 长山听到他费了 勇望等人的胳膊 已经吃惊到合不拢嘴了 本来我的计划是 倘若寒山寺要对我出手 我就用冰川法身做诱饵 来找你 然后把你给绑走当人质 这样 寒山寺的人 就不敢动我了 严守一笑道 长山 阿弥陀佛 严兄 这样不好 我拿你当兄弟 你居然想绑架我 不过长山仔细一想 如果是帮兄弟的话 就算被绑架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不过现在情况变了 严守一说道 之前我不清楚 严送方丈的态度 现在从法身那儿得知 严送方丈并不打算与我为敌 妙华肯定就不会继续追杀我 所以我也没必要把你 绑走当人质了 长山一愣 问道 严兄 你不打算救我了 你只是被关禁闭 又没有生命危险 我救你作甚 随后 严守一又露出苦恼之色 严送方丈这会儿正问我 是否要帮我拔除体内的邪佛 我一时也拿不定主意 你觉得呢 长山想都没想 就做出决定 当然是拔除了 难道你希望被心魔影响吗 心魔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严守一干脆脱了鞋子 把脚丫子泡进溪水里 三个月前 名门大派弟子兵临城下 逼我交出我的孩子 当时我已经走投无路 交出孩子是唯一的选择 但因为心魔 我做出了不一样的决定 没有丢掉尊严 在前来精灵的路上 我隐藏身份 遇到了不少地痞混蛋 我对他们出手的时候 也没有任何心理负担 若是放在过去 这种事儿我 定然不会亲自出手 而是让薛凯去搞定 勇望他们半路截杀我 正常情况之下 我一定会想办法和平处理 但他们却不会那样想 如果没有心魔的影响 摆平这些事儿 是难上加难 我害怕被心魔控制 又担心失去心魔的我 做事不够心狠手辣 对敌人过于仁慈 反而会伤害到自己身边的人 听严守一诉说着他的烦恼 常山的心也平静了 他坐在严守一的身边 皱眉说道 你想要以暴制暴 这何尝不是一种办法呢 严守一苦笑 名门大派弟子们 现在只想要我的命 没人会愿意 听我多说半句话 若是如此 我认为心魔还是不处为好 常山语出惊人 严守一意外地看了常山一眼 心想 自打常山破戒以后 胆子倒是大了很多吗 身处乱世 我们都身不由己 能保护好身边的人 才能再考虑其他 常山双手合十 阿弥陀佛 这是我的理解 好 我这就让法身转告严送方丈 就说是常山建议 我不要拔出心魔 严守一嬉笑道 常山 严兄 这样不好 嘿嘿嘿 我开个玩笑嘛 我怎么可能出卖兄弟呢 严守一意拍了拍常山的肩膀 其实他心里早就有答案 只不过是担心 这个答案是被心魔影响后的结果 所以才对常山诉说 希望从常山那儿 得到更冷静理性的判断 现在答案有了 就没什么可顾虑的了 忽然 严守一想起什么 不由得环顾四周 寒山寺的弟子犯了错 都是到这儿来面壁思过的吗 常山点点头 是的 不过最近这里就只有我 本恒前辈刚才让妙华过来面壁思过 他怎么没来 严守一眉头一皱 当时本恒使用的乃是戒律的力量 并没有专门派人押送 会不会存在一种可能 妙华压根没有到后山来 严守一心里忽然有一股不祥的预感 寒山寺主店内 冰川法身摇头拒绝严送方丈 方丈 我觉得目前来看 心魔带给我的好处多于坏处 所以我还是打算再留心魔一段时间 或者在我返程的时候再来找您 严送方丈摸了摸白花花的胡须 沉饮了片刻 突然 他伸出手点像严守一的眉心 如今心魔尚弱 还有拔除的可能 以后心魔成长 即便是老娜 也可能对付不了他 长痛不如短痛 还是由老娜做主 替你拔除心魔 我靠 你这个老嬴变 早就准备要动手 何必多嘴问我 害我纠结了半天 严守一发现 自己已经没办法动他了 只能任由严送方丈宰割 事已至此 严守一本来也没有什么选择的权利了 但有一个问题 自己这句并非真身 而是法身 心魔存在于真身体内 怎么可能从法身体内拔除呢 严守一赶紧开口 严送方丈 慢点出手 严送方丈 似乎担心严守一反抗挣扎 直接打断了他 心魔不除 老娜无法完全信任你 希望你能明白 老娜的一片苦心 我明白 可这不是我的真身啊 严守一无奈地喊道 你说什么 严送方丈一把年纪了 本应该万事沉稳 但此时却是脸色大变 这句只是法身而已 是傀儡 不是我的真身啊 严送方丈闻言 无奈地叹气 你怎么不早说 我特忙 严守一小声地爆粗口 又不是我要拔除心魔的 你要是事先打个招呼 也不至于抓错呀 不过好在 这并没有什么影响 严送方丈安慰严守一 带老娜收工 你再把你的真身喊过来 拔除心魔没那么简单 就算是严送方丈 也不是说停下就能停下的 他只能慢慢地收工 这需要一定的时间 而这期间 严守一也无法动他 行吧 就这样吧 严守一无奈躺平 他意识到 虽然严送方丈对自己没有恶意 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还好自己留了的心眼 派来的是冰川法身 否则严送方丈 要是对自己抱有恶意 那自己肯定逃不掉了 就在这一老一少 大眼瞪小眼 等待收工的时候 严守一忽然瞥见 严送方丈的身后 出现了一道黑影 与此同时 正在后山的严守一针身 也发现 妙华不在后山的细节 两道魂魄的意念想通 刹那间 丁川法身 就意识到不对 他大喝道 妙华死突驴 你在这做什么 现身的正是妙华 他并没有遵从 本横禅师的意思 前去后山面壁 而是潜伏在附近 得知严送方丈 要为严守一 除掉心魔的时候 才现身 在这个关键时刻现身 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只见妙华满脸阴霾 静止朝着严守一走来 严守一意识到不对 冲着妙华喊道 原来你在这里等着我 但你杀了我也没用 这并非我的真圣 他心里已经打定主意 一旦妙华对自己动手 真圣就立刻绑架长山 带着长山远离寒山寺 并且 以后不管两派关系如何 不管严送方丈如何护着妙华 自己都一定要弄死 妙华这个狼子野心的假和尚 哪有和尚天天琢磨着 怎么杀人的 阿弥陀佛 妙华靠近严守一 冲着他冷笑道 严守一 我说你怎么可能完全 摆脱邪佛的控制 原来你的体内还有一道心魔 这可是大好事 严送方丈意识到了什么 艰难地回头说道 妙华 你不要做傻事 苦海无涯 回头试案 回头 我还有回头的机会吗 妙华音策策地 对严送方丈是说道 不管你 对我如何仁慈 如何纵容 我的内心都不会有半点波动 因为我之所以会有惊天 全都是拜你所赐 严送 话音落下 妙华突然抬起六环膝杖 狠狠地朝着严送方丈的脑袋 砸去 严守一看呆了 妙华真正要杀的人 竟然不是我 而是严送方丈 这两人又是什么丑 什么怨啊 破 六环膝杖 狠狠地砸在严送方丈的脑壳上 因为正在收工的原因 严送方丈 甚至没有使用佛门精身来抵挡 完全靠着肉身 抗下这一棍 他毕竟年事已高 身体不如从前 当场被妙华打得头破血流 甚至后脑勺上 有一个肉眼可见的大窟窿 血流如重 方丈 严守一大惊失色 却又无法动弹 不说妙华和严送方丈之间 到底有什么过节 但是严送方丈死在自己的面前 这可就是跳进黄河里 也洗不清了 到时候 寒山寺的人只会认为 是严守一杀了严送方丈 事情的严重性 远超严守一 在荣城大开杀戒的那回 最坏的可能 严守一名生狼籍 沦为李根苗刺杀老天师张义那种同一类人 到时候就连天师府恐怕都无法继续作弊上官了 该死的 身在后山的严守一针身 直接光着脚往主殿的方向跑 怎么了 长山在后头边追边问 严守一咬牙道 你的妙华师叔不知道犯了什么病 居然对严送方丈出手了 长山也觉得不可思议 妙华师叔 他为何要这么做 你问我 我问谁去呀 当务之急 是赶紧过去帮忙 通知本恒前辈 严守一着急道 主殿的大门紧闭 受到戒律力量的影响 站在殿外的本恒 完全不知道殿内发生了什么 我有这一天 全都是拜你所赐 拜你所赐 妙华不停地用六环膝杖 敲打着严送方丈 嘴里撕心裂肺地咆哮着 严送方丈 已经被打得血肉模糊 奄奄一息 似乎是打累了 妙华扔掉六环膝杖 坐在严送的身边 冷笑道 你把善恶一分为二 自己留着善念修炼成佛 却把恶念送进我的身体里 你可知道 这些年来 我被你的恶念折磨成什么样了 这么多年来 你的恶念时时刻刻 都想要吞噬掉我的意识 玷污我心中的佛 我受恶念影响 性情大变 残忍试杀 你因为过于仁慈 始终对我放任不管 是出于对我的愧疚 还是不希望你的恶念受到惩罚 哈哈 我倒是希望你能把我关在地牢里 这样 你的恶念就不会再作恶了 而现在 你终于自食恶果了 听了妙华的一席话 严守仪震惊到无以复加 严送方丈 和当年郑德四的市民高僧一样 将善恶念一分为二了 他保留了善念 成为了受万人敬仰的寒山四方丈 却把恶念注入到妙华的身体里 所以导致妙华性情大变 严送方丈 碍于妙华体内有自己的恶念 所以才对妙华的恶行不管不顾 卧槽 这也太卧槽了吧 严守仪心里所有的困惑 全部解开了 一时间 他竟不知该同情严送方丈 还是妙华禅僧 恶念如同心魔 在妙华的体内生根发芽 引导着犯下种种恶行 而这都不是妙华自愿的 可想而知 妙华这些年过得有多么痛苦 所以他潜伏在这里 为的不是杀死严守仪 而是找机会杀死严送方丈 我等好久 好久 终于找到机会 妙华笑了 他捡起六环膝杖 用尖锐的末端 对准严送方丈的脑袋 只要微微用力 就能刺穿这年迈的躯体 大愁得报 让自己永远解脱 住手 严守仪虽然身体 还没有恢复行动能力 但动动嘴皮 还是可以的 他似乎下了一个 十分艰难的决定 古有如来割肉未荫 今日我严守一救 来个舍生取义 严送方丈对你做的事是不对 但一命抵一命 我愿意用我的性命 换严送方丈活着 干爹啊 您可不能死啊 你死了 我可就跳进黄河里 也洗不清了 妙华看了严守一眼 冷笑道 难得你有如此觉悟 若不是我知道 你这句是分身的话 还真要感动了呢 严守一 靠 原来妙华知道 这就很尴尬了 一定是刚才自己和 严送方丈坦白的时候 被这丝给听到了 妙华举着六环膝杖 眼中闪过一抹狠色 严送方丈对我所做的事 十条命也不够还 我先杀了他 再杀了你严守一的法身 最后再去追杀你的真身 放心吧 你们一个都逃不掉 又特么干我什么事了 严守一在心里吐槽 你杀严送方丈 是为了报仇 杀我又是为了什么 眼看妙华即将戳穿 严送方丈的脑袋 严守一的心魔 突然开始反抗挣脱 一瞬间 他就恢复了行动能力 但妙华的六环膝杖 已经戳向严送方丈 当 一道震耳欲聋的声音响起 只见严送方丈的周身 闪耀起金色佛光 强大的力量将他包裹 直接弹开了六环膝杖 严守一恢复行动能力的同时 严送方丈同样得以反抗了 在最关键的时刻 他使用佛门金身 抵挡住致命一击 为了避免妙华再度出手 严守一一个 飞踢将妙华 踹开十几米的距离 妙华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呀 严守一劝诫道 妙华却是冷笑一声 你在一名禅僧面前谈戒律 阿弥陀佛 不得争斗 妙华的戒律力量起了作用 严守一心里忽然毫无战意 只想躺平 即便妙华现在杀了他 他也不想反抗了 可怕的是 这次妙华的戒律力量十分强大 即便严守一的心魔努力反抗 却不像之前那样 能够顷刻间恢复 终于不用藏着掖着了 妙华张开双臂 周围萦绕着黑色的雾气 嘴唇变成了青紫色 眼角更是发黑 双目血红 看着邪恶至极 这是严送方丈的恶念 占据主导地位 恶念的实力 可丝毫都不弱于严送方丈 干爹 您老还能起得来吗 严守一觉得自己不是妙华的对手 连忙回头询问严送方丈 此时 严送方丈正颤颤巍巍地从地上爬起来 鲜血已经顺着他的脑门流进眼睛里 即便严送方丈下一秒就原济了 严守一都不觉得奇怪 妙华 严送方丈双手合十 竟然不打算出手 而是努力想要劝诫他 一切是老娜做得不对 老娜早就应该消灭恶念 但因为 善念曾经许下不杀生的宏愿 所以一直无法动手 你应该怪老娜的 应该的 干爹 都什么时候了 您先别自责了 严守一喊道 至少我是无辜的呀 您能不能出手帮帮忙 救救我呀 他不会出手的 妙华冷笑道 他若是能出手 早就出手了 如今严送要是杀了我 他自己立马宏愿被迫 堕入阿修罗道 情况会比 现在还要糟糕 世间只会出现一尊无敌的阿修罗 我靠 本来还期待着严送方丈出手的严守一 赶紧拦着严送方丈 您老还是歇着吧 我来和妙华过招 严送方丈微微汗手 辛苦你了 哎 不辛苦 命苦 严守一苦笑一声 旋即转身望向妙华 妙华不屑一笑 你不是我的对手 那还能怎么样 打不过也得上啊 严守一无奈地祭出祖龙剑 犹豫了一下 他又取出了斩破刀 左手祖龙 右手斩破 此时的妙华 说不清到底算人还是算魔 所以严守一干脆两把武器都拿出来了 这可是目前为止 除了货班以外 严守一面对过最强大的敌人 可惜的是 严守一不能用祖龙剑 直接斩妙华的因果 因为一旦斩了妙华的因果 一定会牵连到严送方丈 到时候严送方丈一样会死 上了 严守一吐出两个字 身体突然消失在原地 纵地金光 妙华的身后 严守一的身影突然出现 左手祖龙剑狠狠地披向妙华的脖梗 妙华不躲不闪 周身闪耀金光 口中喝道 佛门今生不动如山 枪 祖龙剑站在今生之上 竟然未能伤到妙华分毫 甚至连破他今生都难以办到 但严守一没有放弃 转身便是斩破刀横扫下盘 斩破刀上瞬间燃烧起炙热的离火 火光在半空中画出一道赤羊 扑呲 斩破刀竟然破了金身 一半的刀刃没入妙华的大腿 炙热的离火瞬间烧着他的裤子 这属于法术伤害 金身不管用 妙华低下头 面露怒容 一掌拍向严守一 口中喝道 阿弥陀佛 进行 严守一仿佛被施展了定身咒似的 身体一动不能动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妙华的手掌拍来 哄 严守一的左肩遭到重创 仿佛一颗炸弹在他身上爆炸似的 左半边肩膀彻底消失不见 当了 祖龙剑也随之掉落在地 戒律的力量消失 身受重伤的严守一连忙后退 倘若这具身体是天煞尸馈 此时恐怕已经开始断肢重生了 但很可惜这具是冰川法身 只能由严守一的本尊前来手工修补 如今遭到重创 冰川法身战斗力大减 我说过 你不是我的对手 妙华面色争鸣 击退严守一以后 又开始扑向严送方丈 放肆 关键时刻 主殿的大门突然被撞开 三道人影闯入殿内 正是严守一真身 长山 以及一直守在外头的本恒禅师 本恒一眼就看清楚殿内的情况 见妙华竟然真的要杀严送方丈 不由地大怒 阿弥陀佛 净杀伤 强大的戒律力量 开始束缚妙华 妙华脸上的杀意消退几分 动作也变得迟钝 但心中的恨意 让妙华努力抵抗着戒律力量 依旧在朝严送方丈靠近 严送方丈不能死 这老鹰必不能死啊 严守一的真身和法身 同时冲上前 拦住妙华的去路 妙华低喝一声 退避 二者的双腿仿佛不听使欢似的 要向两旁退让 但在心魔的帮助之下 严守一再次挣脱戒律作用 伸手死死抓住冰川法身 咱可不能退 严守一咬牙喝道 见严守一如此难缠 妙华干脆抬起六环膝杖 狠狠地刺向二者 冰川法身健壮 第一个挡在严守一的面前 六环膝杖刺中他的胸口 使得法身的胸口深深凹陷 但却没有被刺穿 妙华冷哼一声 立马挥舞六环膝杖 一个侧边将冰川法身击退 就剩下你了 烦人的家伙 妙华举着六环膝杖 刺向严守一真身的胸口 事到如今 严守一已经没有退让的机会了 他的身后就是严送方丈 只要他让开 严送方丈必死无疑 于是 严守一瞬间大招全开 将金光咒 佛门精神 细灵楷 全部召唤出来 当 六环膝杖 戳中严守一的胸口 将金光咒击破 金色的光芒向四周扩散 当 第二层佛门精神 也在下一秒被破 化作无数碎片 哗啦啦地掉落 当 细灵楷不堪重负 刹那间消失 六环膝杖 瞬间刺穿严守一的胸膛 妙华体内 有严送方丈的恶念 道衡与严送方丈不相上下 严守一想要与他抗衡 着实勉强了点 但 严守一不会放弃 他低贺一声 双手抓住六环膝杖 身子不退反进 一直让六环膝杖 穿过他的胸膛 鲜血顺着严守一的嘴角流下 痛苦已经写在脸上 这一幕 就算是妙华见了 也不由得一愣 这小子对自己下手 可真狠啊 严守一直接顶到妙华的面前 两只手一左一右 狠狠地拍向妙华的太阳穴 想杀严送方丈 掀过我这一关 碰 妙华感到意识中 仿佛有雷声乍响 紧接着便是一阵意识模糊 他颤颤巍巍的后退几步 也松开了六环膝杖 本横禅师见状 终于得空出手 一道巨大的金钟罩 直接将妙华笼罩 随后快速缩小 最后化作三个金箍 分别锁住妙华的脑袋 双手和双脚 严凶 长山急忙跑向严守一 却见严守一脸色痛苦 闭眼沉默 对长山的呼唤 一点反应都没有 而同时 本横禅师也跑向严送方丈 方丈 您没事吧 本横禅师关心道 严颂方丈早就面目全非了 若非因为他是得到高僧 根本撑不到现在 好在是 严颂方丈脑袋上的窟窿 已经不再流血 而且看样子有在愈合 老纳无事 严颂方丈摇摇头 催促本横禅师 本横 你先去查看严守一的情况 严颂方丈并没有责怪 本横刚才出手不及时 因为本横是禅师 禅师的肉身战斗力有限 只能靠戒律发挥作用 严守一的胸口 还插着六环膝杖 依靠着六环膝杖才能站着 长山正守在他的身边 不知所措 虽然本横禅师心里 对严守一有很大的成见 但他亲眼目的 刚才严守一舍身救人的场景 让本横禅师对严守一 有巨大的改观 师父 严凶不知怎么的 一直醒不过来 长山着急道 让为师看看 本横来到严守一身边 先是粗鲁地拔掉六环膝杖 也不管严守一会不会疼 又或者说是在报复严守一之前 占他便宜 剧烈的疼痛 并没有让严守一清醒 本横这才意识到 严守一恐怕不是简单的昏迷 他伸手轻触严守一的眉心 随后不可思议地 看向不远处 被金箍束缚着的妙华 他怎么了 长山忍不住问 本横禅师沉声说道 严守一的意识 进入妙华体内了 什么 长山感到不可思议 在来的路上 长山已经从严守一口中得知 妙华体内有严送方丈的恶念 这些年来 妙华一直在与恶念做抗争 而现在 严守一的意识 也进入到妙华体内 这岂不是意味着 妙华一具躯体里 存在三道意识 难怪妙华受了一掌之后 就不再挣扎了 本横禅师沉声说道 也不知严守一用了什么手段 别人的意识海 岂是外人能随意进入的 他这么做 也太过冲动了 师父 我们能帮严兄吗 能帮 但我们的帮助 只能起一点辅助作用 最终能不能战胜妙华 还得看严守一自己的造化 说完 本横禅师直接坐在 严守一的身边 开始念诵真经 佛门真经 可以帮助严守一 稳固本心 稍微提升一点他的能力 常山不是禅僧 即便念经作用 也微乎其微 恰逢此时 殿内的动静 已经引起 寒山寺内其他僧人的注意 常山只能出去拦着大家 不让他们进入殿内 否则只会把场面弄得更糟 靠了 邪佛的能力 不是控制他人吗 怎么我尝试着控制妙华 却把自己给带进去了 妙华的意识海中 严守一的意识 正漫无目的地漂浮着 刚才的情况太过紧急 他又知道自己 未必能打得过妙华 情急之下 他只能动用邪佛的本事 结果就造成了眼下这个局面 稍微思考一阵 严守一也明白了 邪佛的控制能力 就像他控制冰川法山一样 需要分一部分魂魄去操控 但妙华本身的意识太过强大 严守一自己意识 就加大了剂量 结果就是 全部意识进入妙华体内 事已至此 严守一也不去想太多 当下最重要的是 如何离开妙华的意识海 如今他目之所及 全都是一片黑色的汪洋 海浪翻涌 畏微壮观 就在此时 天空上突然降下 两道巨大的人影 一名是身穿袈裟的妙华禅僧 另一名则是被黑袍包裹着 浑身散发着邪恶力量的恶念 二者并没有相互争斗 而是认真地搜索着海面 严守一突然意识到不对 脸色变得极为难看 这么大 这俩货是在找我呀 在妙华决定杀严颂方丈的那一刻 妙华与恶念 应该已经达成了一致对外的理念 因此 严守一在妙华的意识海中 看到的并不是二者相互争斗的场面 他也很快意识到 妙华和恶念 正在寻找自己这个外来者 要是被他们找到 后果不堪设想 不过 意识海这么大 他们未必能找得到我吧 严守一心里想到 可就在下一秒 他的耳边突然传来阵阵泛音 仿佛有人在他耳边念诵佛经 与此同时 严守一的意识被金色佛光笼罩 缓缓从意识海中飘出 悬浮在半空中 这 这是什么情况 严守一不停地挣扎着 他现在根本不想暴露自己啊 严守一 老那是本恒 特来助你一臂之力 本恒蝉失的声音 在意识海上空回荡 严守一 我特么的 谁要你帮忙啊 我搞得好好的 本来平安无事 现在被你这么一帮 肯定要出事了 现实中的本恒蝉失 突然睁开眼 诧异地看了严守一眼 他感受到了 来自严守一的满满的恶意 这小子什么情况 老那出手帮他 他非但不领情 还对老那恶语相向 哼 外界传闻果然不错 严守一就是一个喜怒无常的杀神 一时海中 严守一悬在半空中 周身金光环绕 似乎生怕别人看不到他 果不其然 妙华和恶念 瞬间注意到他这个不速之客 一同朝他飞来 完了完了 严守一郁闷不已 自己这次要是死了 做鬼也不会放过本恒老徒驴 原来你在这里 恶念率先开口 他围着严守一飞了几圈 像是在打量小宠物似的 语气玩味 严守一 你不在外头好好待着 到这里来做什么 严守一老实巴交地笑着 根本不知该如何回答 妙华则是双手合十 眼神冷漠地盯着他 要不是你出手阻拦 我已经杀死严颂了 出家人慈悲为怀 别整天打打杀杀的 严守一摆了摆手 打了个哈哈 但回应他的 是妙华和恶念的沉默 该死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恶念冷笑道 这小子魂魄中有心魔 还吞噬了市民方丈的恶念 我若是吃掉他 必然实力大增 到时候助你杀严颂 不在话下 老隐蔽的恶念想吃了我 严守一心里易紧 但又不觉得意外 我现在在恶念的面前 就是一块香饱饱吧 妙华冷漠道 吃了它可以 但我有个要求 你尽管说 呃 念倒是豁达 我要杀光寒山寺的所有人 妙华恶狠狠地说道 因为严颂方丈的自私 妙华忍受多年来自恶念的痛苦折磨 如今她和恶念达成合作 第一件事自然是报复严颂 但她转念一想 寒山寺的这些和尚们 同样也是严颂方丈的帮凶 所以她现在一个都不想放过 善灾 恶念哈哈大笑 似乎杀人是在做什么善事似的 妙华点头 算是答应恶念 她准备袖手旁观 看着严首一被恶念吃掉了 恶念旋即看向严首一 露出饥渴的表情 严首一 你的身份可不一般呐 吃掉你以后 这个世界就乱了 严首一被金光包裹着 眼角却在不停地抽抽 以她现在的状态 根本不是恶念的对手 接下来再不行动 必然是死路一条 于是严首一立刻对妙华喊道 妙华 之前你是孤军奋战 不是恶念的对手 现在不一样了 我可以帮你击败恶念 你仔细想想 严颂方丈虽然是你痛苦的根源 但带给你痛苦的 同样也是恶念 即便最后恶念帮你报仇了 你的痛苦依旧没有结束 你还是要与恶念做斗争啊 恶念只是你一时的盟友 我严首一 才是真心懂你帮你的人呢 这一席话 似乎点醒了妙华 妙华开始重新审视 三者之间的关系 恶念冷笑一声 哼 你倒是诡计多端 巧舌如簧 我承认你说的没错 但那又如何 现在的你有什么本事与我作对 妙华上不是我的对手 再加上一个 你也是杯水车星 无情的现实被恶念戳破 妙华瞬间恢复理智 恶念过于强大 即便现在她和严首一联手 结果也不会改变 反而给自己徒增痛苦 动手吧 妙华不想再浪费时间了 既然我无法获得自由 便也要将严送你拖入地狱 阿弥陀佛 恶念念诵佛号 却显得那般邪恶 她缓缓摘掉帽兜 露出一张长相 和严送方丈相同 但脸上却挂满了 猙獰和邪恶的脸 张开嘴 里面满是污秽和碎牙 一股恶臭 熏得严首衣几乎要晕过去 来吧 小家伙 恶念用两根手指头的指尖 夹住严首衣 把它往自己的嘴里送 严首衣脸色铁青 低头便能看到 恶念的喉咙 像是无底的深渊 就在这时 范音再次响起 一股力量从天而降 注入到严首一体内 严首一瞬间 挣脱恶念的束缚 仗大为体型 和恶念对等的巨人 这 这是怎么回事 恶念吓得连连后退 妙华也投来惊讶的目光 就连严首衣本人 都一脸猛逼地 看着自己的身体 庆江将军已经不在了 心魔也帮不上忙 都这个时候了 谁还能帮得上自己 意识海的上空 本恒的声音再次响起 严首一 你感觉如何 严首一诧异地抬起头 心想 这是本恒前辈的力量 他有如此强大 刚才为什么不直接使出来 下一秒 另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 严首一 老那犯下的错 理应由老那自己解决 但是已至此 只能拜托于你了 阿弥陀佛 这声音 乃是严颂方丈的 严首一瞬间明白了 能力如此强大的人 并不是本恒禅师 而是严颂方丈 这个老银币出手了 现实中 严颂方丈 挣扎着 坐在严首一的身边 与本恒禅师 一起念诵佛经 金色的光芒 笼罩着二人 但严颂方丈的佛光 要比本恒禅师 明亮耀眼无数倍 得到严颂方丈的 buff加持 严首一感觉自己 浑身都是劲 一口气上五层楼 都不带脸红的 之前还渺小如蝼蚁的他 如今已经和妙华 额念体型相等 虽然不知真正动起手来 孰强孰弱 但至少气势上 平起平坐了 妙华和恶念满脸 震惊地盯着严首一 一开始惊讶于 这小子 怎么突然变得强大 后来得知 是严颂方丈帮忙 二人都气得够强 尤其是恶念 他怒气冲冲地 仰天大喊 严颂 你以为拍个小辈 就能杀死我吗 你我本是一铁 我死了 你也活不长久 严颂方丈 显然是不想死的 否则他也不会一直 放纵妙华和恶念了 但事已至此 严颂方丈要是不出手 严首一必死无疑 严颂方丈没有回应恶念 反而让恶念更加愤怒 他旋即锁定严首一为目标 瞬间钻进意识海中 化作一道巨大的黑影 从意识海中 前向严首一 看到阴影来到脚下 严首一不敢拖大 连忙移动身体 意识海没有土地 但他却可以凌空漂浮 这是因为 他如今也只是一道 轻飘飘的意识 即便看起来很雄壮 但恶念的移动速度很快 没多久就追上严首一 而后破水而出 恶念化作一条面目猙獰的鲨鱼 张开血盆大口 去撕咬严首一 严首一感到一阵后背发凉 这要是被咬到 半个身子都要没了 也不知意识受伤 会对本体造成多大的影响 就在他即将 被恶念咬中的时候 一道佛光突然从身后袭来 击中恶念的后背 恶念惨叫一声 跌回意识海中 随后冒出半个脑袋 愤怒地盯着后方 出手的是妙华 妙华 你这是作甚 恶念质问道 严首一转过身 见状后哈哈大笑 这还用问吗 智者想法不谋而合 妙华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选择帮助恶念 虽然能报仇 但最终妙华 还是逃不过恶念的折磨和控制 而选择帮助严首一 则有可能消灭恶念 彻底解脱 回过头来 妙华还可以自己报仇 面对这种问题 傻子都知道怎么选 方才严首一实力微乎其微 妙华才没有将她考虑在内 但现在不同了 严首一的实力 显然有了巨大的提升 风水轮流转 妙华选择帮助严首一 孤立无援的人变成了恶念 在我的眼中 你和严颂没什么区别 只要有机会 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妙华击出一掌 巨大的金色掌印 从天而降 拍在恶念的脑袋上 一时海一阵翻涌 激起惊涛骇浪 恶念瞬间被大浪淹没 严首一早早地退到一边 见妙华出手帮自己 她乐得大笑 妙华师说 打得好啊 妙华冷哼一声 压根不领严首一的情 之前一口一个死秃驴 现在就喊人家妙华师说 不要脸的东西 妙华得空 对严首一说道 你我二人联手 消灭恶念 我可以放你离开寒山寺 但咱们有言在先 出去以后 你不能阻拦我杀严颂 这个 严首一一阵犹豫 报仇是我此生唯一 想做的事 你若是不答应 大不了我们同归于尽 我还是选择帮恶念 妙华狠起来 连自己都不放过 俗话说 横得怕不要命的 严首一的心魔就特别横 但遇到妙华这种不要命的 也只能低头 甘心做弟弟 行 我答应你 严首一心里补充道 才怪 妙华文言 突然一掌拍向严首一 但这一掌 却没有任何攻击力 只是有一道佛印 钻进严首一的身体里 师叔这是做什么 严首一惊疑不定 这是一道戒律力量 倘若出去以后 你没有兑现承诺 戒律会不断地折磨 你的意识 妙华解释道 我 严首一强忍着说脏话的欲望 这个时候 他不能再说什么 否则妙华这个墙头草 又会变卦 但意识被妙华下了一道戒律 终究是感到心里不爽 严首一问 戒律折磨得很吗 那要看你能承受多少痛苦了 妙华冷笑一声 似乎早就猜到 严首一有可能出而反而 无奈 严首一只能暂时认怂 戒律之事 出去以后再想办法 说不定本恒前辈就能解 又说不定妙华死突驴 只是吓唬我的 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什么戒律 二人约定达成的同时 意识海也逐渐恢复平静 奇怪的是 恶念仿佛消失了似的 始终没有再露头 严首一警惕着四周 皱眉道 恶念该不会跑了吧 妙华也没有放松警惕 意识海是封闭的空间 她离开就等于认输 所以她绝对还在这里 她应该潜伏在意识海深处 随时有可能对我们发起偷袭 哄 话音才落 妙华的脚下 突然冲出一条巨型鲨鱼 正是四季已久的恶念 与恶念斗了不知多少年的妙华 早就熟悉恶念的操作 她不慌不忙地闪躲 同时双手合十 在周身撑开一口金钟 恶念一口咬在金钟之上 只是让金钟体表出现波纹 却并没有将之咬碎 但这并没有让恶念退缩 恶念强行咬着金钟 带着妙华往意识海下坠 似乎要将妙华托入意识海中 妙华自然不会让恶念得逞 她的面前出现一个金色的腕字 旋即张口将之吞入口中 弃尘丹田之后 妙华再度开口 吼 肉眼可见的震荡波纹 向四周扩散 在意识海上惊起百米巨浪 就连严手一也要退避三射 而首当其冲的恶念 满脸痛苦之色 妙华 你长进了不少 但你别忘了 这些力量都是我给你的 恶念强忍着痛苦 竟然也冲着妙华 使出一招佛门狮子后 两道波纹交织在一起 空气都接连爆炸 意识海甚至形成了 无数漩涡水柱 连接天地 犹如末日般的场景 好在这是虚幻的世界 倘若在现实世界 可就真是神仙打架了 严手一感慨之后 也不能再袖手旁观了 只是 已经准备出手的她 突然觉得有些尴尬 我 我两手空空 原本的本事也使不出来了 要怎么帮忙啊 严手一 你还不出手帮忙 是想坐山观虎斗 然后坐享渔翁之力吗 妙华遭到恶念的 佛门狮子吼影响 表情极为痛苦 金钟罩也岌岌可危 她甚至怀疑 严手一是不是背叛了自己 严手一无奈地摊开双手 这里没武器 我也只是一刀意识体 外头的本事带不进来 这么帮你啊 话音才落 本横禅师的声音再次响起 严手一 喊你的心魔帮忙 心魔本就是一股潜意识 正好派上用场 只不过严手一并不知道如何使用它 不过听到本横禅师的提醒 严手一便握紧双拳 努力在心中呼喊着心魔 心魔你个老逼灯 平时不是蛮横的吗 整天影响我的心境 怎么到这个时候 就当缩头乌龟了 难道是 怕了严送方丈的恶念啊 妙华的金钟罩 已经在破碎的边缘 恶念化身的鲨鱼 也即将将妙华 拖入溢石海中 可想而知 一旦妙华的金钟罩破碎 并且被拖入溢石海中 等待它的 将会是恶念狂风暴雨般的攻击 就在这关键时刻 一道黑光从天而降 钻进严手一的体内 下一秒 严手一的身上 燃起血色火焰 火焰烧掉了它的衣服 却化作了真实的戏灵凯 戏灵凯完全现身 火焰则烧到严手一的身后 化作一件烈焰披风 它的手中 也多出了一柄长剑 与当初在幻象世界时的一样 星魔的力量 正是杀神的力量 也是沁江将军 留在严手一体内的 无尽杀意和煞气 所以 严手一的潜意识 才没有化作阿修罗的形象 而是拥有了沁江将军的形象 剑都来了 还差最后一样 严手一狂笑一声 随后一跃而起 口中大鹤 踏雪 身下的意识海一阵翻涌 随后卷起一道大浪 身披战甲的踏雪 便从大浪中冲出 稳稳当当地接住下落的严手一 这当然不是真正的踏雪 而是严手一的潜意识 凝聚出来的幻象 只是 在意识海中 即便是幻象 也具有真实的杀伤力 驾 踏雪发出一声嘶鸣 随后带着严手一朝恶念 发起冲锋 他的身后 拖着长长的火焰 刹那间冲到恶念的面前 严手一一剑横扫 剑刃结结实实地 披在恶念的脸上 一道巨大的伤口出现 但伤口中并没有流血 而是泄露出黑色的气体 吃疼的恶念不得不松口 重新潜入意识海中 妙华获救 回头打量着严手一 他冷声赞许道 这是你的心魔 哼 或者说 这才是你的本帖 严手一那温和的外表之下 在他的内心最深处 隐藏着一只嗜血狂暴的野兽 一只名为杀神的野兽 妙华忽然明白 严手一为什么拒绝严颜颂方丈 为他拔除心魔了 因为即便是心魔 也是严手一的一部分 心魔不过是放大了他的情绪 如果严手一拔除心魔 说不定也会成为一个 像严颂方丈那样 大慈大悲之人 但乱世之中 最不应该出现的 便是严颂方丈这样的人 结束战争的方式只有一种 那就是打赢战争 妙华将这些复杂的情绪收敛 严手一此时问道 念又躲起来了 这样束手束脚的打真不痛快 你能找到他吗 可以 这里毕竟是妙华的义士海 额念强大归强大 但终究不是这里的主人 妙华闭上演一阵探查 随后突然一掌拍向义士海 巨大的手掌没入义士海中 金色佛光疯狂灌入其中 紧接着眼手一遍看到 佛光汇聚成一股能量流 直直冲向不远处 碰 义士海突然炸开 一道水柱冲天起 而水柱的末端 正是受了伤的恶念本体 我去解决他 严手一如今自信满满 心魔与严颂方丈的双重加持 让他成为当之无愧的战神 他骑着踏雪 再度发起冲锋 却在靠近的时候 恶念突然摇身一变 从鲨鱼变成了震翅翱翔的大雕 想必恶念也觉察到了严手一的厉害 决定慢慢与他们俩周旋 不过 恶念还是小看了严手一 只见严手一突然拉动缰绳 踏雪扬起前蹄 丝鸣一声 随后四肢马蹄下 浮现出一道道圆形阵法 竟然让踏雪在空中也如履平地 踏雪踏空而行 这一手着实让恶念大吃一惊 你往哪里跑 严手一很快追上恶念 手起箭落 直接斩断恶念一边的翅膀 恶念惨叫一声 坠向意识海 但他却留了一手 目标竟是下方的妙华 本想再与你这小和尚玩玩 谁知你尽请帮手来对付我 那就怪不得我了 恶念显出圆形 他的嘴角裂到耳根 似乎要一口吞掉妙华 妙华面露聚色 他很清楚自己不是恶念的对手 阿弥陀佛 休要伤我妙华师殿 这时又是一道佛光加入 庇护在妙华的周身 恶念失算 仿佛啃了一块石头似的 没能占到便宜 妙华抬起头来 脸上露出感慨之色 这声音 他已经不知多少年没听到了 但他很清楚地知道 这声音的主人是谁 是妙记师兄啊 记忆当中 那位始终护着 我和妙优师弟的师兄 他怎么回来了 现实里 寒山寺中 妙记武僧带着老金 二人静就在主殿内 他的出现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 但此时事态紧急 大家都没时间和妙记打招呼 本恒河言诵方丈 也只是看了妙记一眼 眼神里有几分欣慰 妙记武僧席地而坐 念诵佛经 三人的范音 透过妙华的身体 传进意识海当中 妙记师叔也回来了 常山站在门外 说不出的庆幸 说不定 这次寒山寺因祸得福 过去的种种矛盾 都有可能解开 哎哟喂 老金站在一旁 这种事情 他帮不上什么忙 但看到 现场的惨烈模样 他不由地感叹 这也打得推狠了 严颂方丈脑袋都没了半个 说着 他拿出一些自己炼制的药粉 撒在严颂方丈的伤口上 药粉立刻起笑 严颂方丈 也感觉自己的状态 好了不少 妙记的插手 让妙华得到短暂的庇护 而念没想到这个时候 还能杀出一个成咬精 第一时间没能吞噬妙华 得知是不可为的他 连忙又要前回意识海 别走 严首一追上前去 一把抓住恶念的脚踝 强行将他拖出意识海 混账 松手 恶念恼羞成怒 若不是因为这小子的出现 我与妙华的关系 又怎么可能恶化 亏我花了那么长的时间 让妙华妥协 如今全被你小子给破坏了 恶念没有实体 他的形象可以随意变化 所以在被严首一抓住的一瞬间 恶念的右手突然化作一条蟒蛇 狠狠地咬在严首一的左肩 严首一吃痛 却没有放手 右手提着郑国剑 刺向恶念的身体 恶念无处可躲 被郑国剑刺穿肚子 但这也仅仅只是 给恶念带去痛苦 并没有对他造成致命伤害 放手 放手啊 急于摆脱严首一的恶念 身体猛然炸开 无数根黑色的尖刺 从体内刺出 看着好像一只巨大的海胆 无数尖刺刺在严首一的身上 剧烈的痛苦 甚至让现实中的他 浑身颤抖 止不住地抽搐 但他依旧没有放手 恶念没有想到 严首一的意志 居然如此坚定 他对痛苦的承受能力 是普通人完全不敢想象的 他缩回尖刺 严首一的身体 也已经千穿百孔 但也在飞速恢复中 来硬的不行 恶念只能来软的 你帮助妙华杀了 我又有什么用 他一样会杀了严颂方丈 倒不如帮我消灭妙华 我和严颂本是一体 我不可能杀严颂的 不管是心魔还是恶念 都很擅长蛊惑人心 好在严首一本 就被心魔影响着 心魔对他有着强烈的控制欲 自然不可能再被眼前的恶念所影响 所以恶念的话 在严首一阵 不过是左耳进右耳出 他根本不回应恶念的话 强行从恶念体内 拔出阵国剑 二次疼痛 让恶念忍不住惨叫出声 还没等恶念喘上一口气 严首一竟又将郑国剑 插进恶念的胸口 你 你小子 恶念痛苦地喘着粗气 眼神怨毒地盯着严首一 你非要置我于死地 严首一受心魔影响 此时已经上透了 根本不理会恶念的挣扎和求饶 郑国剑一次又一次地 捅进恶念的身体里 这场面 妙华看了 都得默念一句阿弥陀佛 其人太甚 恶念终于忍不住了 他咆哮道 既然你要赶尽杀绝 那也怪不得我了 大不了 大家一起死 妙华察觉到恶念的心态 变得极端化 立刻喝道 阿弥陀佛 本源清净 然而妙华的实力有限 他的戒律力量 对恶念并不能产生太强的影响 恶念只是犹豫了一下 又中了眼手一几件 随后他的身体再次爆炸 这一次 恶念并不是变成海胆 来伤害眼手一 他的身体变成一团逃泥 无数张痛苦扭曲的脸 开始浮现 一只只绝望的手挣扎着想要爬出来 可他们的身体全都融为一体 此时的恶念 看起来就像一颗长满了人脸的大肉球 妙华 你口口声声慈悲为怀 但你却间接害死我全家 你不过是一个假和尚罢了 我的孩子们有什么错 你为什么要让我们骨肉分离 我们做鬼都不会放过你 肉球上的人脸 似乎都十分憎恨妙华 他们冲着妙华哭嚎咒骂 语言不堪入耳 而妙华似乎也很惧怕这些人脸 他竟然捂着耳朵 想要回避这一切 这是怎么回事 眼手一皱着眉头 他不明白这些人脸和妙华有什么关系 为何妙华会害怕他们 这时 眼手一注意到 他身下的意识海变得不太平了 无数个漩涡出现 将意识海搅得一团乱 大浪从中左右两边 齐齐拍向中间 碎掉的浪花没有落下 而是反过来向天空升起 世界仿佛颠倒 他又注意到 远方的意识海竟然出现尽头 无数海水灌入那个不知通向何处的瀑布 天空也开始慢慢被黑暗吞噬 这里是妙华的意识海 意识海出现问题 说明妙华的意识出现问题了 眼手一心里猜测 如果他的推理是正确的 那么一旦意识海崩溃 自己和妙华还有恶念都不可能幸免于难 也正式验证了 恶念刚才所说的同归于尽 必须让妙华稳定下来 可解灵海虚细灵人 眼手一根本不知道 妙华为何害怕这些人脸 哪怕消灭掉这些人脸 也无济于事 妙华 我一心向佛 你为何要杀我 难道似得似的佛 与你寒山似的佛不同 又或者说 只有你信得了佛 云云众生信不了 眼手一突然听到 一道熟悉的声音 他定睛一看 在恶念化作的大肉团当中 竟有一张熟悉的面孔 是四得四的海星方丈 海星方丈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仅仅一个呼吸的功夫 眼手一边意识到了 大肉团上的人脸 恐怕都是妙华 在受恶念影响的情况之下 杀死的无辜之人 杀人之事 妙华做不了主 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这导致了这些亡魂 在妙华的心里 留下了巨大的愧疚感 而恶念将他们都变成了心魔 在这个关键时刻释放出来 影响妙华的神志 妙华再次见到这些人脸 一时间愧疚感涌上心头 让他甚至产生了 自我毁灭的冲动 这就是意识海 开始崩溃的原因 妙华 你清醒过来 眼手一立刻喝道 这些人是恶念所杀 和你没有什么关系 这些人的死 和妙华当然有关系 只不过眼手一 现在为了稳住妙华的情绪 只能如此安慰他 只可惜 妙华并没有因为眼手一的安慰 而有丝毫的缓解 他表情痛苦 头疼欲裂 不停地用手锤打着自己的脑袋 他的眼神里 满是愧疚和绝望 是我杀了他们 全都是我干的 他们都是无辜之人 我真该死 我真该死啊 意识海在下沉 天空在塌陷 眼手一再次感觉到死亡的危险 如果他没能逃出妙华的意识海 那么最终结果是 他的意识永远消失 而现实中 他的身体 就成了永远醒不过来的植物人 妙华死突驴 念了这么多年的经 心智还没有我坚定 眼手一在心中暗骂 随后便压下怒火 他知道 骂人是没用的 当务之急 是想办法解决掉妙华的问题 杀了妙华 妙华死了 意识海也跟着崩塌 到时候 结果没什么区别 杀了恶念 恶念虽死 但心魔依旧存在 妙华依旧没法平复心情 那只剩下最后一个选项了 解决掉这些心魔 眼手一盯着眼前巨大的肉球 深吸了一口气 他在酝酿 酝酿怒意 只要自己足够愤怒 心魔就会孕育而生 占据意识的主导地位 而大肉球是妙华的心魔 在眼手一的心魔眼里 那可是巨大的养分 和邪佛一样 心魔必然不会放过 这难得的进食机会 怒火在眼手一心中燃烧 他的眼神逐渐变得混乱 眼角和嘴角 也无意识地抽搐 他突然癫狂地大笑起来 丢掉了郑国剑 一个翻身从踏雪身上跳下来 随后静止朝着肉球扑去 额念见眼手一模样如此古怪 下得赶紧退让 这小子疯了 此时的眼手一 犹如饿了上千年的饿死鬼 又像是见到美女的色鬼 恨不得扑上来 一口把肉球给吃掉 这小子要吃我 恨念突然感觉到害怕了 从来这 他吃别人的饭 今天居然有人想要 把他当作食物 没来得及多想 眼手一突然出现在 肉球的面前 随后张开嘴巴 一口要在肉球上 啊 混账东西 你真的要吃我 恨念狂怒不已 他发现眼手一 多少是有些客他的 不管他用什么本事 眼手一刚好都能应付 就连他动用了妙华的恨念 居然都能沦为 眼手一的食物 被心魔控制的眼手一 已经沦为一头 鸡肠碌碌的野兽 而面前的肉球 就是营养丰富的猎物 他猛地用力 直接从肉球上 撕下一大块血肉 血肉上的人脸 不停地哀嚎着 绝望的手臂 死死地抓住眼手一的嘴唇 似乎不想 被眼手一吞进肚子里 可心魔哪顾的伤那么多 他一口咬下 那些还在嘴巴外头的手臂 直接被咬断 而在他嘴里的肉块人脸 则全部被吞进肚子里 呵 爽 眼手一发出一声畅快的叫声 仿佛刚才吞下的是 什么人间美味 疯子 你真是个疯子 恶念吓破了胆 控制着肉球 疯狂逃跑 但眼手一吃掉一块肉球以后 实力似乎有所增强 再一次追上肉球 这一次 他双手用力 直接抱住肉球 食指抠入肉球体内 恶念只能咆哮 却再也没有挣脱的可能 美味 美味啊 吃吃吃 吃吃吃吃 眼手一流着口水 疯狂撕咬着怀里的肉球 那个和他体型相同大小的肉球 竟在眼手一几口之下 被啃食的所剩无几 最后时刻 一缕黑气逃跑而出 在半空中形成恶念的原形 只不过 此时的恶念 比起他刚刚现身的时候 差了恐怕有上百倍 恶念虚弱无比 用怨毒的眼神盯着眼手一 你吃了妙华的心魔 增强了自己的心魔 现在即便你杀了我 自己也会失去控制 你的心魔太过强大了 你根本承受不住 眼手一已经把妙华的心魔 全部吃干净了 他的脸上露出满足之色 但很快 他的眼神变得痛苦挣扎 似乎是眼手一的理智 想要重新夺回控制权 却被心魔给拒绝了 哈哈哈哈 我说什么来着 恶念见眼手一自食恶果 竟然无比开心 好像打赢的人是他似的 陷入自我矛盾的眼手一 没有在攻击恶念 而是飘在半空中 原地发呆 好在 意识海已经不再崩溃 妙华的心魔 全部被眼手一吃掉 此时在意识海当中 再没有什么 是让妙华感到害怕的了 妙华恢复神智 发现眼手一却变得古怪 她立刻意识到 是眼手一吃掉了她的心魔 阿弥陀佛 神清致命 她急忙对眼手一施展戒律 眼手一的瞳孔当中 闪过一道万字金光 她短暂地重新掌控了自己的意识 此时恶念还没有觉察到眼手一的改变 还在眼手一的面前傻了 眼手一看了恶念一眼 随后突然双手合十 像是拍苍蝇一般 直接将恶念拍死在手掌心 啪 当她分开双手的时候 恶念已经奄奄一息 恶念显然没有料到 眼手一会突然清醒 并且对她吓死手 在她的想象中 三人应该还有一场苦战才是 但现实却是 眼手一吞噬了心魔之后 变得格外强大 而恶念在失去心魔以后 变得弱小无比 你 你杀了我 严颂方丈也会死 恶念虚弱地为 自己做最后的挣扎 试图用严颂方丈的性命 请求眼手一饶过自己 眼手一 也的确有那么一秒钟的迟疑 毕竟 眼手一是个好人 他活着会比死去更有价值 然而下一秒 眼手一的理智突然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 他那疯狂的心魔 我不在乎 眼手一冷笑一声 再次合掌 恶念似乎预感到自己的死期 他歇斯底里地惨叫着 却无济于事 啪 这一回 恶念是真的被拍死了 眼手一分开手掌 看到已经没有动静的恶念 嘴角微微上扬 然后用另一只手夹起恶念 放进自己的嘴里 恶念也是一种情绪的力量 是心魔最大的养分 眼手一的心魔 岂会放过呢 吞噬掉恶念的眼手一 表情是那样的满足 仿佛刚刚享用过 一场海天盛宴 哦 不对 这意识海中 还有一道意识存在呢 眼手一忽然睁开眯着的眼睛 不怀好意 都看向意识海的主人 妙华 来时好好的 回不去了 这就是妙华现在的心情 当妙华看到眼手一 吞噬掉她的心魔之时 还对这小子 有几分感激 又见眼手一拍死恶念 妙华更是心里较好 结果现在眼手一 盯上了妙华自己 她顿时笑不出来了 眼手一 你清醒一点 一切都结束了 妙华扯着嗓子 安抚眼手一 有道是风水轮流转 就在几分钟前 还是眼手一安抚妙华 没想到这么快 两人的位置就互换了 眼手一被心魔控制 已经完全失去理智 她现在只想毁灭掉 眼前的一切 尤其是会动的物体 过来 眼手一伸出手 想要抓住妙华 妙华招来一朵浪花 带着她撤退到远方 可眼手一依旧穷追不舍 正如刚才她追逐 大肉球的时候一样 妙华心里 别提都害怕了 才解决掉一个 折磨自己不知多少年的恶念 结果又来了一个 更加可怕的眼手一 佛祖你搞我是吧 你逃不掉的 眼手一冷笑不已 如影随形 眼看自己就要被眼手一 追上 妙华下的肝胆剧烈 然而 就在此时 一道佛光从天而降 笼罩在眼手一的身上 旋即 眼手一突然跟随佛光 消失不见 妙华仰头看去 知道是严颂方丈出手了 她把眼手一的意识抽离了 一时间 妙华竟不知 该不该感谢严颂方丈 刚刚经历过一场恶战的意识海 到如今 总算是恢复平静 宽阔的海面上 唯有妙华漂浮在旗上 她迟疑了一下 轻叹一口气 随后缓缓向后倒下 扑通一声 她坠入意识海中 当她再次睁开眼之时 立刻感觉到 自己浑身被死死束缚 她已经不在意识海中了 而是回到现实 寒山寺的主殿内 严颂方丈 本恒住持 妙记师兄 长山 还有个色星 很重的中年地中海南 这就是妙华第一时间 所看到的人 因为手脚被本恒缠尸束缚 妙华一时间没法行动 但她侧过头的一瞬间 却看到严守依突然腾空而起 严守依浑身散发着邪恶的气息 竟然与在意识海中 没什么区别 妙华大惊失色 却听身边的本恒缠尸大喊 不好 严守依的心魔失控了 妙华意识海中的 严守依被心魔所控制 即便严颂方丈将她抽离 送回她自己的肉身当中 心魔也没有罢休 此时此刻 严守依完全被心魔控制 浑身上下透着邪气 星红的眼中只有杀意 妙华脸色一沉 当即准备出手 却听严颂方丈喝道 妙华 本恒 长山 你们三人联手勤住严守依 是 方丈 三人大声允诺 随后一起冲向严守依 第一个来到严守依面前的是妙华 她的体表 有佛门经文流动 最后全部汇聚到她的双掌之上 呵 妙华一掌 拍在严守依的胸口 金色的经文 瞬间遍布严守依全身 一股强大的封印力量 限制住严守依的行动 然而严守依并没有束手就擒 而是怒喝一声 身上的邪气 快速蚕食着金文 紧接着长山到来了 她凭借着强大的肉身实力 不停地与严守依近身肉搏 干扰严守依的注意力 因此 邪气蚕食金文的速度得以减缓 最后杀到严守依身后的人是本恒 她站在严守依 伸手三米开外 单手做佛礼 但那只手却被金光笼罩 耀眼夺目 如同烈羊 阿弥陀佛 无量磨合 金钟再次浮现 但不同的是 这口金钟上刻满了复杂的符文 一股不容反抗的力量 将严守依死死笼罩 长山在金钟落下的最后一刻 撤离严守依的身边 动 金钟落下 将严守依完美困住 失去理智的严守依不断捶打着金钟 发出沉闷的声响 却始终无法撼动金钟半分 严送方丈 此时低喝一声 拍地而起 整个人飞向严守依 在金钟旁漂浮 漂浮在半空中 老金看到这一幕 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虽然说悬门中人的本事 一个比一个厉害 但悬浮在半空中 这纯属于神仙本领了 不过老金又想到 严送方丈本就是和老天师 张印这种地表最强人类 同级别的人物 说他是半仙活佛也不为过 我不是佛 我只是能飞而已 老金的脑子里 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 严送方丈 飞到严守依身边 仔细观察了一番 随后叹气 心魔本不该这么快成长起来的 奈何严守依遇到了邪佛 又吞噬了恶念和妙华的心魔 导致心魔提前壮大 即便现在他出手 恢复严守依的理智 很快严守依也会再次被心魔控制 如今 不管严守依愿不愿意 严送方丈 都必须将心魔拔除 于是 严送方丈身手 按在金钟顶端 纳摩阿弥陀佛 严送方丈念诵佛号 无数经文在金钟体表流转 随后竟然爬到了严守依的身上 严守依很快便安静下来 他茫然地看着四周 眼神清澈地向着孩子 切 严送方丈突然抬起金钟 而严守依的身体 仿佛有两道影子重叠一般 其中一道影子留在了原地 另一道影子 则随着金钟一起被抬起 啊 严守依旋即开始痛苦惨叫 拔除心魔的痛苦 无异于硬生生将他的身体一分为二 而且用的手段不是快刀斩乱麻 而是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撕扯 这种痛苦 根本不是人能承受得了的 严守依 忍住痛苦 保持理智 严送方丈喝道 你还有亚许多事要去完成 可不能死在这里 仿佛是听到了严送方丈的话 严守依的哀嚎声逐渐变小 留在原地的严守依 浑身紧绷 额头上青筋突起 他正在默默地忍受着非人的痛苦折磨 这个场面 让在场的妙计等人心疼不已 不过 还没等他们心疼多久 就听到严送方丈大喝 剥离出来的心魔 需要容器储存 你们快找一具躯体 躯体 拔除心魔 需要躯体储存 这件事 我们怎么不知道 这时 被困在一旁的妙华 眼中突然涌现出无限的恨意 妙华之所以会突然露出恨意 源自于严送方丈所说的话 严守一剥离出来的心魔 与当年严送方丈 展出来的恶念是一样的 如今心魔 需要容器储存 这让妙华忍不住想到过去的自己 当年自己就是这么不明不白的 成为储存严送方丈 恶念的容器吧 妙华对严送再次提起杀意 只可惜 失去恶念的帮助 妙华的实力大打折扣 根本不可能挣脱 本恒禅师给他的束缚 毕竟 本恒可是妙华的师父 不论在实力还是境界上 都是碾压妙华的存在 容器 哪有容器 妙华四处查看 他觉得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 总不能随便找个人 就把心魔塞进他的体内吧 老金突然灵机一动 冰川法身 冰川法身就是天然的容器 而且它并不存在意识 只是有少许严手艺的魂魄 完全不会排斥心魔 如今冰川法身损坏 暂时肯定无法使用 而如今看来 冰川法身简直就是天然的心魔容器 对 冰川法身可行 我去把它拿过来 妙华立刻起身 将只剩下半个身子的冰川法身 扛到严手艺的身边 如今的冰川法身 犹如一座碎掉的雕像 伤口部位没有鲜血 更像是石头被敲碎后的断口 因为受伤太过严重 冰川法身处于一种待机的状态 暂时失去了自我意识 严颂方丈看了一眼 确认冰川法身可用 随后便提起金钟盖在冰川法身的身上 那道半透明的黑影 一开始十分抗拒冰川法身 不停地想办法挣脱金钟的束缚 可挣扎了一阵 似乎是明白自己没有胜算 心魔开始接纳冰川法身 影子逐渐与冰川法身重合 慢慢地融入冰川法身残破的躯体当中 这个过程对严颂方丈而言 并不轻松 它本就因为恶念死去 而大限将至 如今每消耗一分力量 都是在消耗自己残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 原本就已经人老色衰的严颂方丈 在这个过程中再度变老 脸上的胡子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白 最后甚至想凋零的花一样 一根根从脸上掉落 方丈 众人看在眼里 心有不忍 但又知道 这一切已经无法挽回 直到心魔完全融入冰川法身 严颂方丈松开手 金钟突然消失 它也瞬间从半空中跌落在地 扑通 严首一 冰川法身 还有严颂方丈 三人同时倒地 在场的几人 纷纷查看严首一和严颂方丈的情况 唯独没有人搭理冰川法身 老金先是查看了严首一的情况 发现他只是昏迷了 并没有其他大碍 这才在妙计的呼唤之下去看望严颂方丈 严颂方丈的情况很不好 他本来也活不了多长时间了 帮助严首一把除心魔 又消耗了大量的生命力 严颂方丈 所剩下的时间 恐怕只有不到一刻钟了 老金低声说道 虽然心里早就做好了准备 但听到这个噩耗 本横和妙计 还是长长地叹了口气 生死轮回 本就是自然规律 看样子 老那这一世 还是无法成佛 严颂方丈笑着安慰几人 佛门修来世 老那只能期望来世了 大家沉默之际 严颂方丈又叮嘱了几句 我死了以后 你们速将严首一的心魔 镇压在摩合塔之下 点上长明灯 必须时时刻刻有人看守 外人杀不死心魔 能杀严首一的心魔的 只有他自己 记住 让严首一去仙罗国 找到金刚降魔储 只有那件法器 能够杀死心魔 心魔已经与严首一留在法身中的魂魄融合 如今说他是恶念也不为过 在严首一变强大的同时 恶念也会变强 所以一定要尽早解决他 关于两派之争 事关天下苍生 寒山寺一定不要轻易入局 否则寒山寺千年基业 将会毁在你们手中 今天的一切事情结束以后 你们一定要想办法 让严首一安全抵达北方 本恒 老那死后 你便是寒山寺的方丈兼住持 你切记要保护好寒山寺 万事三思而后行 莫要冲动 阿弥陀佛 叮嘱了这三件事之后 严颂方丈缓缓转头 看向一旁被束缚着的妙华 严颂方丈一声慈悲 唯独亏欠妙华一人 导致如今发生了这么多事 妙华见严颂看向自己 心中有恨的他 忍不住大笑起来 严颂 你的死期到了 你会下地狱 我诅咒你 永世不得超生 闭嘴 本恒蝉食气不过 直接给了妙华俩耳光 这招不是戒律 这是物理戒律的力量 严颂方丈让妙记搀扶着他 来到妙华的面前 随后他做出了一个 令所有人都意外的动作 他跪在妙华的面前 深深磕头 妙华一时间也愣住了 妙华 你一定很恨老那 严颂方丈虚弱地说道 老那确实不该 将恶念封印进你的体内 但之所以这么做 也是无奈之举 说着 严颂方丈拿出一颗佛珠 轻轻捏碎 佛珠化作一道金光 缓缓没入妙华的眉心 这些是记忆 是曾经属于妙华的记忆 妙华细细地品读这些记忆 眼神中浮现出茫然之色 这 这些记忆为何 这些记忆十分陌生 妙华甚至怀疑 他们是严颂方丈凭空制造出来的 目的只是为了让自己不恨他 可这些记忆 又那么的真实 找不出半点漏洞 填补了妙华的很多记忆空缺 在这一刻 妙华才感觉自己的记忆变得完整 才察觉到 过去的记忆存在空白 我的父母是谁 我为何在寒山寺当和尚 严颂是何时 将恶念封印进我体内的 这些问题 曾经在无数个夜晚 让妙华辗转反侧 而如今 随着记忆的完整 她终于想起一切 阿弥陀佛 妙记用慈爱的目光 看着自己这位误入歧途的师弟 她说道 妙华 你的确有恨方丈的权利 当年方丈将恶念封印进你的体内 却是经过你自己同意的 三十几年前 在金陵溪边的一座小山村里 发生了一起惊天命案 村子里的屠夫好赌 但又逢赌必输 输光了祖上留下来的钱财 输光了家当 就连不值钱的杀猪刀 都被当了拿去赌钱 欠了一屁股债的屠夫 打算将自己五岁的儿子卖了换钱 企图能闲鱼翻身 但屠夫的妻子却拼死反抗 宁死不愿意交出自己的孩子 争抢之中 屠夫杀死了妻子 而这一幕被儿子全部看在眼中 屠夫得知自己杀人了 却并没有悔过之意 反而打算将自己所犯下的 弥天大错掩盖过去 于是 他不过还在场的儿子 直接将妻子的尸体 拖到砧板上 并且起锅烧水 打算将自己犯罪的证据 喂给村里的野狗 就在屠夫打算动手之际 儿子突然掀翻锅炉 用开水烫伤屠夫 自己趁机逃走 儿子恐惧万分 在村子里大喊大叫 很快就吸引到村民们的注意 在听儿子颤颤巍巍地 诉说出事情经过后 村子里的人们愤怒万分 纷纷操起家伙 准备去抓住杀人犯 可当他们赶到屠夫家里的时候 却发现屠夫早就逃之夭夭了 现场只剩下一具冰凉的尸体 儿子趴在母亲的尸体旁 失声痛哭 屠夫仿佛人间蒸发一般 完全没了音讯 而成为孤儿的儿子 则被村民们送去了寒山寺 初到寒山寺之时 儿子畏惧周围的一切 他犹如被吓坏的小猫 不敢和任何人接触 但当他见到寒山寺的 严颂方丈的时候 他突然感觉到无比的安心 这位慈眉善目的老和尚 只是笑一笑 就清除掉他心里的所有阴霾 儿子败入寒山寺本横 住持门下 法号妙华 尽管妙华是屠夫的儿子 但他却从未杀生过 并且很有佛心与慧根 他跟着本横修行 受到师兄妙计的照顾 再后来又迎接到了小师弟妙幽 在寒山寺修行的日子 是妙华心中最美好的记忆 他们师兄弟三人 总是一起上山匹柴 一起念经打坐 一起背着本横师傅 偷偷下山去镇子里看杂耍 回来的时候 又一起举着水桶 跪在寺外受罚 尽管寒山寺的日子很美好 但妙华的心里始终有一片阴霾 不论他拜多少次佛 烧多少次香 念诵多少次佛经 都无法清除 父亲杀死母亲的那一幕 几乎在每个夜晚 都会在妙华的梦中浮现 让他一遍又一遍地经历着痛苦 最后从梦中惊醒 吓得浑身湿透 伸手一摸 脸上全是泪 忽然有一天 妙华趁着严诵方丈闭关 本横师父护法的时候 对师兄妙计说 师兄 我想下山一趟 妙计当然知道 妙华要去做什么 他也心疼自己 这名师弟的遭遇 一番斟酌之后 妙计决定 陪着师弟一块下山 师兄第二人收拾行李 偷偷下山 然后开始四处寻找 屠夫的下落 因为当年妙华打翻锅炉 给屠夫的脸上 留下了大片的烫伤 所以只要屠夫没死 想要找到这个人 并不是不可能的 终于 他们在晖州的一个小山村里 找到了隐姓埋名多年的屠夫 屠夫早就换了身份 在这个山村里取妻生子 人们都夸屠夫心善 却不知他曾经杀死自己的妻子 丢下了自己的儿子 再次见到自己的父亲 妙华愤怒到无以复加 但屠夫却显得很平静 仿佛他一直在等待着 这一天到来似的 曾经做过的错事 让屠夫一直活在自责当中 他认为他当初应该把儿子也杀了 这样就不用每天担惊受怕 害怕现在的生活 被过去的梦魇所打破 而如今 这个梦魇到来了 妙华见屠夫 竟然没有半点悔过之心 原本打算渡人的他 最后还是没能忍住 杀死了屠夫 妙季见妙华犯了杀戒 便知道事情一发不可收拾了 他急忙带着师弟返回寒山寺 可在回寺的路上 妙华失去了活下去的精神支柱 万念俱灰 逐渐被心魔所吞噬 回到寒山寺 二人的所作所为 让本恒禅师极为震怒 但眼下就回妙华才是最重要的事 他们带着妙华去求严送方丈 恰逢严送方丈 为了修炼成佛 展出了一缕恶念 这一缕恶念 本来是有他的去处的 但如今能击败妙华心魔的 只有严送方丈的恶念 而回到寒山寺的妙华 想起过去在寒山寺的快乐时光 也不想就这么离开人间 于是恳求严送方丈 将恶念放入自己的体内 严送方丈本来拒绝的 但他也不忍 看着妙华就这么死去 最终还是拗不过 本恒与妙记的央求 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为了帮助妙华压制心魔 严送方丈取走了妙华的痛苦回忆 醒来的妙华 全然忘记一切 本来美好的生活已经开始 可随着她的修为越来越强大 恶念也逐渐崭露头角 妙华开始与恶念做斗争 起初她并不知道恶念的来历 只是受到恶念的影响 变得越来越残酷冷血 奉命下山斩妖除魔的时候 妙华的手段也越来越狠毒 当妙华意识到 自己不对劲的时候 恶念已经根深蒂固 成为妙华心里另一个梦魇 之后 妙华对严送方丈怀恨在心 她嘴上不说 心里却早已经在策划一切 这才有了如今的一幕 而现在 严送方丈在弥留之际 归还了属于妙华的记忆 妙华这才大彻大悟 明白一切 她恨了不该恨的人 可严送方丈 却对她始终如一 慈悲为怀 方丈 我 妙华被束缚着手脚 头上还顶着金箍 她没法做出更多的动作 但脸上的自责和愧疚 已经异于言表 或许是因为过于自责 妙华不争气地流下眼泪 严送方丈 却依旧保持着微笑 正如当年第一次见妙华时一样 她摸了摸妙华的头 慈祥地说道 知错能改 善莫大焉 那摩阿弥陀佛 话音落下 严送方丈也缓缓地垂下头 本横与妙记 悲伤地闭上眼 双手合时 用哽咽的声音念诵 那摩阿弥陀佛 严送方丈原济了 在场之人不禁潸然泪下 就连刚刚才认识 严送方丈的老金 都因为这位老一辈的逝去 而感到难过 老天使张映走了 严送方丈也走了 一个曾经璀璨的时代 似乎因此落幕 唯一没有流泪的人 是妙华 但此时此刻 妙华要比在场的 任何一人都难过 当初是严送方丈 给了妙华第二条命 妙华却遗忘了一切 不仅没能感激 严送方丈 反而怀恨在心 最后一手促成今日惨剧 冤冤相报何时了 本衡禅师声音沙哑地 对妙华说道 妙华 此事之后 为时希望你能回归本心 不要再被过去所束缚了 说吧 他撤去束缚着妙华的金箍 但妙华却还是躺在地上 一动不动 双眼无神地看着天花板 他需要一点时间 严送方丈原济后 本衡便是寒山寺的方丈助持 如今也是他该扛起大梁的时候了 妙记 你去把严守医的心魔 送进摩河塔 记得点上长明灯 再派几个弟子轮流看守 妙记连忙允诺 是 师父 妙记起身 抱起残缺的冰川法身 然后叮嘱老金 留在这里看着严守医 自己便从主殿后门离开 严送方丈原济的消息 已经足够寒山寺的和尚们震惊了 倘若妙记再抱着一个残缺的严守医出去 恐怕到时候 不管本衡如何解释 大家都不会相信 只会不停地怀疑 是严守医杀了严送方丈 此事 还需谨慎 妙记带着法身 来到摩河塔 摩河塔是建在寒山寺中心的一座古塔 据说是先有的摩河塔 再有的寒山寺 摩河塔的地位可想而知 传说 然登古佛曾在摩河塔逗留 因此 摩河塔成为了寒山寺的佛塔 寻常弟子根本无法进入 妙记进入摩河塔 将法身送进最底层 随后关上重重的石门 用佛门真言加固封印 最后再点起长明灯 从此以后 严守医的心魔就会被封印在摩河塔下 在妙记的认知当中 摩河塔不可能会被心魔所突破 也就是说 摩河塔重开之日 便是严守医斩杀心魔之时 与此同时 严守医终于从昏迷的状态中 悠悠醒来 他感觉后脑勺里塞了两把钉子 稍微动弹一下就疼得不行 老金? 他注意到 老金就守在他的身边 老金直接往他嘴里 塞了两颗安神的丹药 随后说道 事情全部结束了 丹药入肚 严守医顿时 感觉自己的状态好了不少 但老金的话 却让他困惑 事情都结束了 怎么可结束法 是妙华死了 还是 严守医侧头 看到本恒蝉食脸上的泪痕 看到已经被平放在佛像面前的 严送方丈 以及依旧躺在不远处 一言不发的妙华 似乎猜到了什么 具体的情况 我也不太清楚 老金低声解释道 但妙华和严颂方丈的矛盾 已经解开了 严守医缓缓了解事情的经过 由于严守一展杀了严颂 方丈的恶念 导致严颂方丈 自身也命不久矣 又因为严守医心魔过于强大 严颂方丈只能舍身将心魔强行拔除 封印进冰川法身体内 又将冰川法身 送进摩合塔镇压 而在严颂方丈的弥留之际 他与妙华之间的矛盾也终于解开 在这个故事里 所有人都获得了一个好结局 唯独严颂方丈死去了 或许 严颂方丈早就算到自己命有此劫 但他却没有想要去干预这一切 严守医微微叹气 虽然说他斩杀的是恶念 但严格来说 杀死严颂方丈的人就是他 如今 严颂方丈还成了帮助他拔除心魔的大恩人 让严守医欠了他一个大人情 这个人情还没来得及还 甚至他都没来得及对严颂方丈说一声谢谢 这老银币就圆寂了 遗憾 唯一让严守医感到庆幸的是 本恒禅师他们并没有责怪他 本恒禅师放下严颂方丈的遗体 默默地念着金刚经 为严颂方丈超度 常山也跟着念经 妙华躺了一会儿 似乎慢慢接受了现实 便也起身坐在本恒禅师的身边 一起为严颂方丈超度 严守医也加入了他们 不多时 妙计回来了 他同样开始念经 超度仪式做完 四人相视一眼 本恒禅师率先发话 严守医 有关你心魔的信息 你必须牢记在心 第一 心魔如今在冰川法身体内 被封印在魔盒塔下 第二 心魔必须由他本人斩杀 并且 心魔会随着本体实力的提升 而变得更强大 第三 必须从仙罗国得到金刚降魔储 才能彻底杀死心魔 除此之外 没人能杀死心魔 听到这些信息 严守医心中一灵 恶念和心魔的恐怖 他早已经见识过了 如今他自己也催生出强大的心魔 相当于给这个世界 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解铃还虚细凌人 他早晚要解决掉这个麻烦 叮嘱过后 本恒又说道 接下来 你该离开寒山寺了 严守医默不作声 他仔细思考过 如果自己不到寒山寺来 严送方丈是不是就不会死 因此他还一度十分愧疚 但后来他发现 自己也不过是卷入 严送方丈和妙华的故事里 无关轻重的无辜者罢了 这么想以后 他的心情好受不少 本恒头疼道 只是你身份特殊 我不知该用什么理由放你离开 现在 你到寒山寺的消息 必然已经传出去了 倘若让你安然无恙地离开寒山寺 其他名门大派 必然不会答应 嗯 关于这件事 本恒前辈无需担心 我已经有计划了 严守一说完 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头 看向长山 长山默默地叹了口气 对本恒解释道 严兄想要绑架我 把我当人质 逼寒山寺不对他出手 本恒听后 气得够呛 真是个馊主意啊 不过 倒也是眼下最简单 有效的主意了 于是 本恒点头答应 阿弥陀佛 既然如此 长山 就委屈 你被严守一绑架一下吧 长山 是 他还以为自家师父会护短一点呢 没想到 结果还是一样 不管怎么说 他这个人质 是做定了的 妙记 本恒禅师 又看了一眼妙记 眼神复杂 妙记双手合十 对本恒行了一礼 道 师父 徒儿心中有佛 却不想再回佛门 您不用再劝了 本恒似乎也预料到 妙记会是这个回答 他叹了口气 道 当年因为你协助妙华杀人 为师的确对你颇有意见 所以 对你的惩罚也重了许多 现在回想 若不是当时冲动 或许也不会让严仇 那给独子玩意儿钻了空子 把你忽悠下山 眼神夷 本恒前辈 当时人的亲儿子还在这儿呢 您骂人就真一点都不避讳一下吗 本恒故意瞪了眼神夷一眼 仿佛那话 就是故意说给眼神夷听的似的 不过眼神夷却耸了耸肩 左耳进右耳出 根本没放在心上 两人的对话 也让严守一终于明白 当年为何妙记会下山 加入玄山十三太保了 同时 严守一也刷新了对本恒的认识 别看这老兔头一本正经 骂起人来 可丝毫不逊色 羞口馋的就是不一样 本恒与严颂的区别还是挺大的 严守一认为他不会成为下一个老银币 妙记干咳两声 说道 师父 我此行的目的是 为了护送守一北上 他的北上路线和严守一差不多 不过在今早得知 严守一要去寒山寺的时候 他就预感有事情要发生 所以才带着老金过来 提前与严守一会合了 没想到 还真出了大事 本恒点头 如此也好 等你想通了 再回寒山寺也不迟 不过 本恒也有他的疑惑 你们为何要北上 严送方丈临死之前 也提及此事 北上的事情 解释起来还挺复杂的 严守一只回答了一句话 北上之事 关乎两派之争的结果 如此一来 本恒便知道 北上的重要性了 化解两派矛盾 是严送方丈的遗愿 本恒因此 也对此事十分重视 他迟疑了一下 转身走向主殿的角落 不一会儿 便带回来一根破旧的扫帚 将扫帚拿在手心 本恒依旧不舍 犹豫了许久 他才将扫帚推出来 既然北上如此重要 老纳便将这扫帚赠送于你 也算出一份力 严守一看着扫帚 心里纳闷 这本恒前辈是扫帝僧 但我不想当扫帝僧啊 拿一把破扫帚 有什么用 去长白山扫血吗 而且 这玩意儿多难带啊 他没注意到 一旁妙计和长山的脊妹弄眼 弱弱地问道 我能换一件宝贝吗 谁知那本恒 反而松了口气 立即将扫帚收回 仿佛是收回了 爱不释手的珠宝似的 似乎是担心 严守一返回 本恒直接往严守一手里 塞了三个金箍 老纳身上就只有这个了 你爱要不要 严守一 这三个金箍 正是之前束缚妙华所用 严守一用脚指头 想也知道 这玩意儿 绝对比那什么破扫帚 要好用得多啊 谢谢前辈 严守一满心欢喜地收下了 本恒禅师 也满心欢喜地抱着扫帚 这一幕 让严守一不禁怀疑 本恒是不是有什么恋物品 他当扫地僧 不是因为他喜欢扫地 而是因为他喜欢扫帚 真有够变态的啊 事情都交代完了 本恒即将要开始 忙活严送方丈的丧事 到了离别的时候 妙记忍不住看向妙华 他走到妙华的身边 拍了拍他的肩膀 问道 妙华 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如果你不想继续留在寒山寺 不如随我一起离去 妙华却摇了摇头 抬头与妙记对视 眼中有着多年未见的清澈 我刚刚已经做出决定了 我就留在寒山寺 留在摩河塔 替严守一守住长明灯 也算是赎罪了 妙记愣了愣 最终点头 妙华的前半生 都在复仇的痛苦中度过 这后半生 就让他好好赎罪吧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不管是仇恨也好 赎罪也好 总要有一个信念支撑着 你们去吧 本恒催促道 再不走 各大门派的人 就要到寒山寺 来找严守一了 严守一 妙记 常山 老金四人 郑重其事地 对着严送方丈的尸体 拜了三拜 又对本恒拜一拜 该走了 众人来到主殿门前 外头早就聚集了 大量寒山寺僧人 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想进去一探究竟 但又被常山 刚才给拦住了 有小道消息称 严守一到寒山寺来了 这就更勾起 大家的好奇心了 碰 突然 主殿的大门被踹开 严守一掐着常山的脖子 身后跟着老金和妙记 本恒老贼 就凭你们还想留住我 老子就抓走你们最得意的弟子 谁要是敢追过来 老子就弄死他 严守一故作嚣张 抓着常山往外跑 寒山寺的僧人健壮 脸色大变 纷纷要出手阻拦 全都住手 本恒禅师现身 对僧人们大喝 大家虽然全都停手了 却不肯给严守一让路 有人喊道 住持 严守一可是民俗研究会的首领 切不能放他离开啊 本恒脸色一沉 常山可是未来寒山寺的接班人 你们想要他的命不成 此言一出 众僧人果然闭嘴 抓住严守一虽然很重要 但还比不上常山重要 人群当中 与常山同辈的长继目睹一切 他忍不住自言自语 常山师兄啊 你果然是看错人了 这严守一不禁生性凶恶 喜怒无常 而且连你也不放过 在长继心里 严守一这个大魔头的身份 已经坐实了 因为本恒的话 僧人们缓缓让开道路 让严守一他们 在众目睽睽之下 畅通无阻地离开寒山寺 直到严守一消失在大家的视野中 才有僧人提议 要派追兵去追严守一 此时本恒才缓缓叹气 暂时别追了 我们有更大的事要处理 僧人们纷纷表达不满 现在还有什么事 是比追回长山更重要的 万一严守一内斯丧心病狂 杀了长山 我们寒山寺 岂不是后继无人了 只见本恒满脸 严肃地宣布 严送方丈 刚刚原寄了 原本乱糟糟的广场 突然间死一般地寂静 许久 众僧齐齐双手合十 低眉垂眼 神色哀伤 纳摩阿弥陀佛 下山的路畅通无阻 四人都没怎么闲聊 兴许是严送方丈 缘寂的阴霾 还在大家的心中挥之不去 其中当属妙计和长山 最为难过 严送方丈 可是寒山寺最为 德高望重之人 他的死影响深远 甚至会引发佛门动荡 唉 多事之秋 四人一直走到山脚下 公路边才拦下一辆出租车 上车后 大家的心情有了稍许转变 长山先是忍不住问 严兄 我们北上要去哪 作为一个被绑架的人质 长山也想知道 自己即将被绑架到哪去 严守一答道 长白山 去哪做什么 老金打去道 小蝌蚪找妈妈 你闪一边去 严守一美好气地 回头瞪了老金一眼 老金黑黑直笑 长山大概知道 严守一是干啥去了 他不由得感慨 寒山寺的僧人 大多都是孤儿 又或者是失去所有至亲 想要四大皆空的可怜人 我从不知道 有嫁人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大家沉默了一阵 老金为了安慰长山 拍着他那厚重的肩膀说道 别太难过 等到了北方 今夜 我带你去骑大洋马 出租车司机 听到老金对一个和尚说这话 差点一个方向盘 打到路边的排水区里去了 等他稳住车身 忽然木然地回头 对几人说道 你们聊你们的 接下来 我将什么都听不到 妙计眉头一皱 不明白这个司机 怎么突然像换了个人似的 坐在前排的严守医 回头解释道 我现在拥有了控制 他人心智的能力 为了避免司机 听了不该听的话 我暂时把他控制住了 众人恍然大悟 同时又不禁惊讶 严守医的本事又有长进 现在我们聊点正经的吧 严守医道 老金纳闷了 今夜 我帮长山排解负面情绪 难道就不是正事吗 我有一件事不知当不当讲 妙计率先说道 严守医疑惑 妙计叔叔 你有什么事直说便是 师父送你扫帚的时候 你为何不要 啊 那扫帚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严守医愣了愣 在他眼里 那三个金箍 显然要比扫帚厉害许多啊 妙计一脸恨铁不成钢 那扫帚 可是我师父扫了一辈子落叶的法器 几十年来他老人家 都是用这把扫帚教训弟子的 里面蕴含着强大的戒律力量 比那破金箍要强大 不知多少倍 啊 这 严守医吃惊的张大嘴巴 随后也跟着痛心 难怪当时本恒住持的表情那么微妙 原来我错过了一个亿 痛失至宝的严守医 只能默念几句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来安慰自己 我离开荣城的消息 现在是瞒不住了 接下来的路不太好走 严守医沉生说道 老金问 要不要联系研究会 多派些人手来支援 严守医摇头 来多少人都一样 名门大派真想抓我 光靠支援是没用的 好在是如今严守医 也不需要刻意 躲躲藏藏的了 他可以用手机联系研究会 获取一些名门大派的动向情报 避免与名门大派的强者 直接接触 重新审视了一番自己的现状 严守医不禁叹气 想我一世忠后老实 没想到 也有被通缉追杀的一天 老金和妙计点头 你是忘了自己三个月前 在西湖边上大开杀戒的事了是吧 严守医借了老金的手机 开始联系许久没联系的林子彤 王极王他们 林子彤一切安好 因为驴山派 已经彻底与民俗研究会绑定 所以只要驴山派弟子不离开荣城 就不会有危险 从王极王那头 严守医得知 狗道士和龙飞城 已经在金陵约定的点了 挂断电话 严守医直接联系龙飞城 让他去金陵北高速口 杨哥的货车旁会合 金陵北高速口 货车旁 杨哥正蹲在路边抽烟 忽然见到严守一领着一群 和尚和道士走过来 长山靠近以后 见杨哥居然也是光头 便做单手佛礼 友好的问 小僧是寒山四五僧长山 不知道有如何称呼 道友 杨哥挠了挠自己的大光头 满脸困惑 严守一干笑着出来打圆场 杨哥就是普通的货车司机而已 他不是和尚 那啥 杨哥 这些都是我的朋友 杨哥赶紧将严守一拉到一边 小声说道 小龙啊 你这群朋友看着怎么怪怪的 他们和我一样 身份敏感 为了隐藏身份 才故意装作是道士和尚的 严守一胡编乱造 杨哥干咳两声 你们要么全都是道士 要么全都是和尚 一半道士 一半和尚 这不更引人注目吗 咦 怎么还有一条老黄狗啊 我的货车可是禁止带宠物的 老黄不是宠物 是应急粮食 严守一连忙解释 您就别想太多了 咱们赶紧开车上路吧 不行不行 这是原则问题 杨哥态度坚决 违法乱计的事 咱老杨可不干 严守一见杨哥态度如此坚决 便回头找了小龙 从他裤兜里 抢了一千块钱 转身上交给杨哥 杨哥 这是我给你女儿的一点小心翼 杨哥 哦不 加钱哥顿时没开眼笑 哎 大家都是兄弟 拿钱 就见外了 上车上车 我们这就出发 看到杨哥这副模样 严守一直叹气 看来自己的人格魅力 还不如这一千块钱好时 果然 能用钱解决的问题 都不叫问题 好在 货车的驾驶座 有前后两排 大家挤一挤 还是能坐得下的 货车上了高速 大家重新出发 耳朵间的龙飞城 刚才好像听到杨哥 称呼严守一为小龙 他满脸不悦地小声问严守一 严哥 你怎么又用我的名字开小号啊 严守一气愤道 你用我名字还少吗 现在龙城的发廊都知道 有个女票女仓不给钱 反应前的混蛋叫严守一 我找你理论过吗 嘿嘿 龙飞城一阵心虚 那现在咱都凑一块了 你叫龙飞城 我叫什么呀 严守一想了想 你就叫阿公吧 严守一他们前脚 刚刚离开寒山寺 后脚便有数十辆车压到 一起挤上寒山寺 他们都是精灵附近 收到消息的名门大派人士 听闻杀神严守一在寒山寺 这群老混蛋们 就像是闻到腐肉的苍蝇似的 立刻一拥而上 精灵属于江南省 而江南省境内 还有另一个顶级名门大派 便是镇江那边的茅山派 可以说 今日除了茅山派以外 其他门派全都来了 几百人聚集在寒山寺门口 黑压压的一片 嘈杂的不行 寒山寺从未有过如此热闹 这些人不是来烧香拜佛的 而是来兴师问罪的 大家嚷嚷着 要让严颂方丈出来说话 但寒山寺一点回应都没有 甚至没有派出一名小沙迷出来带话 如此孤傲冷淡的回应方式 让众人心里恼火 顶级门派 就可以瞧不起其他门派吗 有个超级强者坐镇 就能目中无人吗 我们好歹也是学门中的一份子 大家应该团结起来 一直对付民间教派才是啊 闹哄哄的人群 积攒着怒气 很快就爆发了 寒山寺的突驴 你们几个意思啊 严守医身份身份 你们不清楚吗 居然把他给放走了 你们是不是不打算 站队名门大派这边了 严颂方丈呢 本横住持呢 寒山寺的和尚 难道都死光了吗 连个传话的人都没有 你们再不给回应 我们可就闯进去了 别怪我们没提醒你们 好家伙 佛门真是越来越傲了 我们今日便踏平你寒山寺 就在众人摩拳擦掌 准备闯入寒山寺的时候 一名小沙迷 终于推开寒山寺的大门 他不过十一二岁年纪 脸上还带着稚嫩 眼角有泪花 看到门外这么多人 着实吓了一跳 小和尚 你出来做什么 寒山寺没大人了吗 去去去 一边玩去 把你师父 不 把你师祖喊出来说话 小沙迷被这些人的嘴脸 吓得后退两步 一时间不敢说话 但他旋即想到心里的悲伤 便也压抑不住情绪 放声大喊 你们这群人在佛门禁得嚷什么嚷 严颂方丈刚刚圆祭了 大家都很难过 你们就不能安静一点吗 我 严颂方丈 圆祭了 众人顿时愣住了 原本闹哄哄的寺外 突然间死一般的安静 随后 众人爆发出更加嘈杂的讨论声 严颂方丈 可是和龙虎山老天师张印同级别的人物 可以说是悬门如今最年迈的前辈 他居然死了 是老死的 病死的 还是被严守医这个杀神给杀的 这可是大新闻 甚至比严守医离开戎城 还要让悬门震惊 小沙迷满脸悲伤 却看到眼前这帮人对自家方丈 没有半点同情 讨论的热烈 仿佛像是村口傻子打架一样的八卦小事 他不明白 为什么人的悲喜不能相通 这时 本恒穿着一身素衣 出现在小沙迷的身后 他摸了摸小沙迷的光头 示意他回到寺里去 小沙迷走后 本恒走出寺外 淡淡地看着众人 眼中无喜无悲 严颂方丈年事已高 大县已至 刚刚原计 寒山寺即将举行为期一年的 斋戒守丧事宜 请诸位看在严颂方丈的面子上 不要再来扰寒山寺安宁了 众人沉默了一阵 有人问道 本恒住持 严颂方丈 是否为严守医所杀 严颂方丈死不死不重要 重要的是怎么死的 如果是严守医杀的 那么名门大派 又可以给民间教派 扣上一顶帽子了 看到这帮人如此着急地 想要给严守医扣帽子 本恒心里有些许难过 被誉为杀神的严守医 在得知严颂方丈死后 还难过了许久 而你们这些所谓的同道中人 却是一点难过的情绪 都未曾出现 他答道 严守医毫无关系 众人眉头紧皱 似乎不能接受这个回答 又有人高声问 寒山寺为何放走严守医 以本恒注持您的本领 抓住严守亦不是什么难事吧 还是说 寒山寺虽是名门大派 但心却向着民间教派 本恒眉头一皱 答道 严守医在灰州北部现身之时 正是由老纳坐下二弟子妙华追杀的 随后他一路被妙华追杀到寒山寺 却以佛子长山为人质妖邪 离开寒山寺 严守医挟持了长山 这个答案也不能让大家满意 因为大家都知道 严守医和长山关系不错 哪有绑架朋友的 这时候 长济跳出来作证 严守医喜怒无常 长山师兄这次真是看走眼了 我们亲眼看到严守医绑走长山师兄 还扬言要杀了长山师兄 此言一出 现场一阵沉默 小和尚 你是念经念傻了吧 明眼人一听就知道 他们俩在演戏啊 就连本恒都用同情的目光 看了一眼长济 只有长济坚信 自己对严守医的认识 是最正确的 他就是一个喜怒无常 生性残暴的杀神 众人依旧不肯放过寒山寺 就算严守医挟持了长山 难道你们寒山寺佛子被绑架 就没有一点 想要派人救回佛子的打算 本恒脸色一沉 声音更沉 诸位也看到了 严送方丈刚刚原济 寒山寺不想多生是非 长山目前暂时安全 至于什么时候派人救长山 是寒山寺自己的事 诸位若是看不惯 可以代劳 谁要是能带回长山 寒山寺必有重险 严送方丈之死 就是当前寒山寺最重要的事 这一点谁都没法反驳 在场的聪明人 此时也开始明白了 寒山寺是在给自己找台阶下 利用长山被绑架当借口 就当严守医从未来过寒山寺 寒山寺依旧站在名门大派这边 只是他们不轻易出手 更不会对严守医出手 如果没有这些借口 就算是寒山寺也会被大家逼上绝路 看出真相的人们心里遗憾万分 要是能拉寒山寺下水 哪还有那些民间教派蹦跋的份 只可惜大家活了一把年纪了 都是人精 谁都不是好算计的 可难道就这么放走严守医 不可能的 各门派中人不再刁难寒山寺 而是默默下山 开始组织人手北上寻人 这一次寒山寺可以不下场 但严守医必须死 刚刚得到的最新消息 名门大派的人从寒山寺撤走了 寒山寺没有入局 严颂方丈原济的消息 震惊整个悬门 由此引发的震荡 恐怕会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 好消息是 因为严颂方丈的原济 几个佛门顶级门派蠢蠢欲动 都想要争一个第一顺位 就如当初老天师死去的时候 各大门派都对天师之位虎视眈眈一样 高速的服务区里 杨哥去给货车的水箱加水 狗倒是趁着这个机会 和大家聊起了他收到的消息 任何一名致强者的陨落 都会带来许多连锁反应 严守医一方面庆幸严颂方丈 帮助自己拖延了时间 一方面又惋惜这位高僧 死得太过廉价 他本应该死得更有意义一些的 龙飞城笑道 这样正好 就让佛门那些人狗咬狗 话说到一半 龙飞城忽然想起 身边还坐着两名 拥有16块腹肌的佛门五僧 二人果然都盯着龙飞城看 龙飞城露出委屈巴巴的表情 书 个 我错了 念阿弥陀佛 妙记冷声道 阿弥陀佛 龙飞城老是巴交 这叫肉身传法 妙记道 下次再胡说八道 平僧就把你头发剃光 强行让你出家 龙飞城不敢还嘴 不过他却在心里嘀咕一句 让我出家也没用 不过是头顶上眉毛而已 要是 头上眉毛 丝毫不影响我赢小姐姐的钱 如果龙飞城把这句话说出口 只怕妙记会直接淹了龙飞城 让他就算做不了和尚 也要做太监 此时 众人已经来到北鲁省的本西市 再有一天的时间 就可以抵达他们此行的目的地 松水省 也就是长白山的所在 同时 乌神山势力也盘踞在此 严守一事先了解过 北鲁省并没有顶级门派 但二三流门派却是不少 其中有个道教圣地名为九顶铁沙山 东北比较出名的龙门派便坐落在铁沙山 除了龙门派以外 铁沙山还有真武派 玉皇派 北天派等十几个小门派 不过这些门派和龙门派 几乎同出一门 有点像武当山上的小门派与武当派的关系 铁沙山距离严守一他们所在的位置 还有一百多公里 严守一认为他们不太会遇见铁沙山的人 然而 正当狗倒是下车 带着老黄去撒尿的时候 他忽然间瞥见几道人影 随后便抱着才尿一半的老黄跑回车上 沿途老黄的尿滋了一路 快走快走 狗倒是拉开车门 就把老黄往里塞 龙飞城坐在座位上 熬的一声大叫 骂得老黄 你尿我身上了 老黄汪汪的叫几声 声音无辜 然后郁闷地看向狗倒是 狗叔叔 什么情况 严守一问道 狗倒是假装不在意地 用手蹭了蹭龙飞城的裤子 擦干净手上的玩意儿以后 说道有条子 众人突然就放松了 嗨 我们当什么呢 条子有什么好怕的 咱们又不是罪犯 除了因为孤身走暗巷 被抓进去过几次 大家的背景都清清白白 都是大大低良民 可狗倒是接下来的一句话 却让大家放松的神经紧绷起来 条子正在查车 但问题是 没几个条子身边 就跟着一个穿着便服的家伙 我看得出来 穿便服的家伙不是普通人 文言 严守一侧头 看向车子的后视镜 果然在后视镜中 看到正在后面逐一查车的条子 条子两人一组 再配上一个穿便服的 穿便服的人气息内敛 走路轻飘飘的 看着就是练家子 严守一再辨认一下 猜测他们应该是铁沙山的道士 看到了吧 我说的没错吧 狗倒是低声说道 严守一皱起眉头 没想到铁沙山的势力这么大 竟然发动条子来找我们 悬门世界中人 大多会刻意避开与普通世界的交集 正如古时候的江湖人士常说的话 江湖是江湖了 江湖儿女江湖老 悬门的人要打要杀 都在自己的圈子里解决 不要牵扯到普通人的事件 结果 现在铁沙山明着犯件 严守一他们 总不能对警察出手吧 那咱们快溜吧 否则待会儿不好脱身了 龙飞城也建议到 严守一摇头 太迟了 我们现在走 反而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那怎么办 长山没什么社会经验 此时已经有些焦头烂额 放心 我能处理 严守一安慰大家 话音才落 便有人敲车窗 身穿黑色制服的男人 示意严守一降下车窗 跟在后头的铁沙山道士 也目不转睛地盯着严守一 严守一笑着降下车窗 警官 有事吗 黑衣男人没说话 只是看向身后道士的眼神 那道士先是打量着严守一 随后好像发现了什么 瞳孔皱缩 他的眼中闪过一丝恐惧 但又立刻隐藏起来 似乎生怕被严守一发现 紧接着 他伸手进口袋 想要掏出什么来 车里的几人已经紧张到极点 在这个地方爆发冲突 可不是什么好事 就在此时 严守一突然对着那道士念了一句 阿弥陀佛 一念离真 皆为妄想 道士愣了愣 两名黑衣男人更是诧异 这年轻人什么情况 对着一个道士说佛法 下一秒 道士对严守一微微作一 然后似乎没看到几人似的 带着两名黑衣男人 走向下一辆车 车里 狗道士 老金 龙飞城 三连猛逼 刚刚是什么情况 狗道士不解道 难道那道士咱们的人 不能够啊 铁沙山距离荣城那么远 且不说有没有自己人 就算是有 也不可能运气这么好 刚好遇到呀 唯有妙计和长山看穿一切 不过二人眼中 也有着强烈的惊讶 守一刚刚使用的是佛门戒律 这是只有禅僧才能使用的本领 妙计武僧一边解释一边提问 可是 禅僧需要修十年口禅 这十年内不得吃婚 不得妄言 不得恶口 不得两舌 不得其语 你小子绝对不可能办到这些 是怎么拥有戒律本事的 对于这新奇的本事 严守一也是投一回用 但他却十分熟练 就如同他之前从未练过剑 却突然间拥有六十年剑意 是同样的感觉 他笑着解释道 我的心魔吞噬了严送方丈的恶念 获得了严送方丈的戒律本领 后来心魔被拔除 戒律的力量却留在我体内 只不过 我的道行肯定没有严送方丈那么高 此话一出 妙计和长山那叫一个郁闷 佛门弟子一般只有两条路可走 要么当五僧成金刚罗汉 要么当禅僧成菩萨活佛 不是二人不想修禅 只是修禅有太多规矩 正常人都坚持不下来 二人修炼五僧 还有一个原因 五僧实力强劲 遇事能够直接用武力解决 禅僧虽然也很厉害 但自保能力很差 也很难保护其他人 严守医这丝什么也没做 肉照吃酒照喝 还有老婆 结果平白获得了严送方丈 修炼上百年的戒律 虽然他现在能发挥出来的戒律力量并不强大 但也足够让两人羡慕极度恨了 得亏二人是和尚 换做是道爷 怕是早就开口骂娘了 阿弥陀佛 常山察觉到自己这乡了 赶紧念诵佛号自行 妙计则是一个没憋住 小声嘀咕 骂了个逼的 怎么世界上的便宜 都让这混小子给捡走了 好在 妙计和严仇轻如兄弟 严守医更是被妙计视如挤出 严守医便厉害了 妙计也是打从心底里 为他感到开心 如此一来 严守医的戒律本领保驾护航 接下来的路 大家就不用担心 遇到名门大派的人拦路了 虽然以目前 这只小队的实力来看 除非大佬亲自下场 否则没人能拦得住他们 但麻烦总归需要时间解决 而现在大家最不希望的 就是浪费时间了 毕竟 即将要成为父亲 他必须在林子彤生娃之前赶回去 大家相安无事 等杨哥回来后 没人提起刚才的事 不过杨哥上车 还是嗅了嗅鼻子 嗯 怎么有一股尿骚味 我靠 老道士 你的狗尿我车上了 狗道士默默地掏出两百块钱 两百够不够 够够够 杨哥立马换到了个嘴脸 尿一次就值两百 杨哥这破车不值这个价 他现在恨不得老黄能拉车上 拉一次五百 严守医事先与几人通过气 大家也知道 杨哥的女儿身患重病 需要钳治病 所以大家 虽然每次都用钱打发杨哥 但实际上 也是在找个借口 让杨哥多赚点钱 这都是功德啊 只是价格有点贵 众人继续上路 接下来两天 大家一路北上 从北鲁省开进松水省境内 已然抵达华夏最东边的陆地 两天的时间里 大家遇到了十几次拦路查车的道士 他们来势汹汹 但最后都被严守医用戒律的本领糊弄过去了 所谓一念离真 皆为妄想 便是让这些道士 相信自己所看到的 不过是幻觉 便都没放在心上 好像从未见过严守医他们一行人 然而 当众人即将抵达目的地的时候 却出现意外了 一处偏僻的高速出口 杨哥注意到 这里有不少奇怪的人 其中甚至有几个人 直接穿着道袍 他打去笑道 老道士 这里有你的同行 嘿嘿 狗道士早就见怪不怪了 他知道这些人都是铁沙山的道士 待会儿严守依照例 用戒律的本领糊弄一下 大家就能轻松过关了 不过狗道士还是瞄了一眼 这一瞄 可瞄出端倪来了 狗道士立刻改变原本的葛优摊 正起身子喊道 不太妙 严守一回头压低了声询问 狗叔叔 怎么了 这帮家伙 是铁沙山真武派的弟子 真武派有什么特殊的吗 你有所不知的 真武派弟子修炼真武火眼 为此他们愿意牺牲听觉 也就是说 真武派弟子全都是笼子 你的戒律 未必能瞒得过他们的眼睛 听了这话 严守依也感觉到不妙 虽然戒律的力量 是通过嘴巴发出的 但实际上 却是作用在人心上的 也就是说 即便对方是笼子 也逃不过戒律的力量 但不巧的是 真武派弟子修炼的真武火眼 同样有看穿本质 抵抗戒律的本领 真武派弟子的实力 和看家本领 放在云云众派当中 并不算突出 甚至可以说是鸡肋 但却死死克制佛门禅僧 但大家已经来到此地 回头是不可能的 只能硬着头皮过去 希望这几名真武派弟子 比较弱 能被严守一的戒律力量影响 查车 工作人员放下栏杆 拦住货车去路 严守一数清楚了 这里的真武派 倒是一共七人 外加五个收费站工作人员 此时 一名工作人员 领着两名真武派 倒是走上前 严守一主动降下车窗 冲着三人微微一笑 阿弥陀佛 一念离真 皆为妄想 三人愣了愣 盯着严守一看了一会儿 随后 他们若无其事地转头 像之前那些人一样 似乎没瞧见 严守一似的往回走 可还没等他们走出几步 常山就按道不好 戒律力量没起作用 他们的心跳很快 常山听到三人的心跳 明显加速 那是恐惧在蔓延 三人都在极力克制 这说明 他们认出严守一了 只不过再假装不认识 因为他们畏惧这个 声名狼藉的杀神 自知不是杀神的对手 想要假装不认识 回头再去搬救兵 果不其然 三人也听到常山的话了 他们再也克制不住 内心对严守一的恐惧 向着同伴狂奔去 同时嘴里大喊 是严守一 是杀神 杀神来了 严守一叹了口气 没想到瞒了一路 到这临门一角了 还是被认出来了 车上的杨哥慌得不行 他们说什么啊 别慌 我想办法解决一下 严守一也是一个头两个大 不知该如何处理 眼前这帮人 然而就在此时 高速收费站外头 突然行驶过来几辆商务车 车还没有停稳 车上的人已经已经扒开车门往下跳 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 正是这群真武派的道士 真武派道士虽然全都是笼子 但眼神却异常的好 在那名真武派道士回头嚷嚷的同时 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过来 他们一瞬间便猜到发生了什么 杀神严守一在这里 真武派道士顿时吓出一身冷汗 第一时间竟然是呆在原地 不知该联手对付严守一 还是敢转身逃跑为好 毕竟 杀神的名头在悬门里已经传开了 不少从未见过严守一的人 已经将他在心中妖魔化 认为他是一个试杀诚信的疯子 正在严守一 不知该如何应对的时候 高速出口却逆向驶来几辆车子 车上跳下了不少陌生面孔 他们目标明确 尽直冲向真武派道士 这群人又是什么来头 难道是真武派的帮手 严守一做好了最坏打算 陈生对大家说道 一会儿动起手来 一切以大家的安全为主 不要因为一时心词手软 给对方留机会 他们可巴不得我们死 这话让大家忍不住多看严守一眼 心魔虽然除了 但这段时间以来的形式风格 却保留下来了 必要的时候 严守一不会留手 龙飞城紧张地伸手到座位底下 随时准备拔出彩威剑应对 杨哥不知发生什么 但也预感事情不妙 他脸色惨白地说 你 你们是遇到仇家了吗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要不我一脚油门 直接冲过去吧 现在大家都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 杨哥也不考虑 自己以后能不能再吃 火车司机这碗饭了 活命才是最重要的 现在杨哥无比确定 严守一他们就是蛊惑仔 现在仇家找上门 待会儿就算对方 拿着砍刀过来砍人 杨哥也不会觉得奇怪 就在所有人都防备着 随时准备出手的时候 那新来的一批人 竟然突然对真武派的道士出手 这伙人身手矫健敏捷 没有使用武器 但却拳拳到肉 并且全都是攻击真武派道士的 要害部位 拳头能使就用拳头 拳头不能用了 就用脚踹 脚也不管用了 干脆直接用牙齿咬 严守一是真没想到 到这个时代了 还有如此原始的火拼方式 但这种方式竟然异常有效 也因为人数优势 真武派弟子和几个工作人员 短短几秒钟等 全部被放倒了 一时间 高速出口东到西歪全都是人 反倒是严守一等人 显得无比突兀 这算什么事啊 龙非诚差一万分 严守一可以肯定 民俗研究会在这里没有帮手 但这帮人却替自己解围 难不成他们是真武派的仇敌 那也不对啊 如果真要动手 他们也不会放过 坐在车里的我们吧 众人满脑子疑惑 却见对方众人里 一名蒙面女子走到货车前 单膝下跪 大喊道 乌神山众人 见过颜会长 蒙面女子的身材十分魁梧 若不是留着长发 并且声音还有些奸细 严守一都不敢相信她是女人 不过 听到对方的喊话 严守一倒是松了口气 原来是乌神山的人来了 虽然严守一并没有和乌神山的人接触过 但大家都是民间教派势力 好歹也算是同阵营的人 算是朋友 车上 杨哥眼珠子都瞪出来了 他原以为接下来会是一场火拼 没想到居然还有救星 乌神山 是什么本地帮派吗 杨哥小声问道 原来你们这么有背景啊 严守一哑然失笑 谎话编太多 他都有点不知该怎么缘了 不过杨哥 已经自己挠补了许多 严守一本是东北势力的少主 却被南方势力带走当人质 在忍辱负重 吃尽苦头 严守一找到机会逃离 一路回到东北 打算要接手东北势力 然后再杀回南方 这一次 我龙飞城一定要夺回 属于自己的一切 以上便是杨哥的脑补 怎么样 下去会会 狗倒是看向严守一 严守一点头 到了别人的地盘 理应去拜山头 现在他们主动找上门 更不能不搭理了 说完 他让大家一起下车 唯独把杨哥留在车上 众人下了车 严守一来到蒙面女子面前 询问道 你是什么身份 蒙面女子回答 乌神山左护法 许盛南是一名出马仙 严守一点头 他观察刚才这帮人出手的路数 就猜测 他们是出马仙了 话说回来 徐盛南这名字 一点都没起错 他的身材要比细狗龙 非诚魁梧多了 接着严守一又问 你们是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 每个市里都有自己的情报网 据我们所知 民俗研究会的情报人员 大多是外卖小哥 而乌神山的情报人员 则是出租车司机 许盛南答道 这算是一种坦白 许盛南话中的信息量很大 他点破民俗研究会的情报人员身份 其实是对严守一的挑衅 但他又主动坦白 乌神山的情报人员身份 反而像是一种坦诚不公了 这是乌神山 在向民俗研究会示好呢 严守一微微汗手 他回忆了一下 认为应该是自己离开寒山寺的时候 中途乘坐出租车 才让乌神山收到消息 他没料到 乌神山竟然已经这般强大 这情报能力 甚至要比民门大派还要强 这些真武派弟子 你们打算如何处置 全部带回分部 许盛南没把话说全 但大概意思是 不会直接杀掉 这样严守一就放心了 许盛南接着说道 我们此次前来 侍奉赴舵主之命 特意蹲守 请严会长去做做客 哦 为什么是副舵主 舵主坐守乌神山 不能亲自前来 副舵主是舵主的女婿 在乌神山内 副舵主和舵主没什么区别 原来如此 严守一记得 乌神山的舵主名叫纪炳 他的女婿则叫胡柴 纪炳是出马仙 至于胡柴是什么身份 严守一就不清楚了 许盛南后退半步 拱着身 双手做出有请的姿势 严会长 车已经备好了 还请您赏脸 否则我们若是没把您请回去 可就没脸见副舵主了 你们稍等一下 严守一没有具体解释 自己要做什么 以他目前会长的身份 能让他解释的 只有乌神山的舵主和副舵主 倒不是因为严守一狂傲 而是他在外头代表的 可是整个民俗研究会 如果不摆架子的话 对方只会觉得 民俗研究会也不过如此 反而会看清他们 果然 严守一越是有架子 许盛南等人就越是老实 他们答应一声 全都守在车边上等候 嘴巴也够严实 没有小声议论 但他们的眼神 还是有些藏不住的好奇 忍不住往严守一身上描 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沙神 看着居然如此年轻 他能领导民俗研究会 该不会都是靠他那个 就玄山派的老爹扶持吧 又或者说 严筹才是真正的 民俗研究会领导者 大家好奇的眼神 忽然被一道刺骨的寒意挡住了 所有人都触电般地缩回目光 随后又好奇地张望 想要找找刚才那道寒意的来头 狗道士 妙记 常山 龙飞城 老金 五个人全都在放风似的抽烟 盯着大家的 唯有一条老黄狗 众人心里大惊 刚才那恐怖的寒意 竟然来自这条老黄狗 我们差点让一条狗给瞪死了 随后大家又想起 当初严守一直播对付吃花会的时候 镜头曾经拍到 有一条老黄狗 坐在西湖上修炼 似乎正是这一条 这老黄狗 深不可测啊 众人赶紧端正心态 不敢再轻视严守一一行人 严守一回到货车旁 拍了拍车门说道 杨哥 我去拜访一位朋友 你先到附近的镇上等我们吧 杨哥早就习惯严守一的神秘了 而且经过脑补之后 他已经没有那么多问题想问 只见杨哥点头 小声叮嘱道 你现在也有手机了 回头要跑路 记得打电话给我 我来接应你们 看不出来杨哥居然如此重情重义 严守一还以为 他会借此机会直接脱身 回去和女儿团聚呢 却听杨哥下一句补充道 一次接应三千块钱 有情价 你策吗 严守一差点把杨哥的车门给拽下来 果然还是 钱最好说话是吧 安排好了杨哥 严守一便没有后顾之忧了 如果这次 他和那位乌神山的副舵主胡柴见面顺利 他甚至可以 让胡柴安排车子和人手 护送他去长白山 如此一来 大家也不用挤在货车里头 还要被加钱哥给勒索了 我们走吧 严守一回到许盛南面前 在许盛南的带领之下 大家坐上车 快速驶离 而剩下的人手 则开始收拾真武派弟子 这些暂时昏迷的真武派弟子 像是牲畜一样被他们扔进车里 一名蒙面男子低声命令道 把他们带到山里 找个没人的地方 一把火全烧了 是 记得手脚坐干净一点 是 车上 龙飞城小声对严守一嘀咕 严哥 你发现了没有 许护法的凶大鸡异常浮夸 严守一白了他一眼 就不许人家丰满吗 如果他这样的男人婆都能有意 那多少女人得酸死啊 龙飞城发表了老司机言论 你感兴趣 坐在前排的许盛南忽然转身说道 要不要自己摸摸看 空气一阵凝固 坐在后排的严守一和龙飞城 满脸通红 不敢指示许盛南 过去都是龙飞城调侃妹子 哪知这回遇到个硬茬 龙飞城反而怂了 至于严守一 他脸红的原因 只是单纯因为在背地里 说人家坏话了 龙飞城沉默了一阵 不服输的性格被激发出来了 他弯着腰战起身 伸出手说道 我先声明啊 我这个人不是好色 纯属好奇心重 得罪了 眼手一一把 按住龙飞城的手 训斥道 让你摸你还真摸呀 他要求的骂 龙飞城笑嘻嘻地收回手 不过坐在前排的许盛南 并没有不好意思 他摘掉蒙在脸上的黑色面纱 露出一张满是刀疤的脸 满不在乎地说道 实话告诉你们 我一直把自己当男人 平日里洗澡 都去南浴池 没什么大不了的 老金疑惑 那南浴池里的男人 他们的没我的大 嗯 车上的男人 全都发出一阵惊一声 许盛南似乎这时 才意识到 自己的话有奇异 解释到肌肉 所以 没人对一个金刚芭比感兴趣吗 哦不对 娃娃脸才算金刚芭比 许盛南这种 直接就是金刚二字 出于礼貌 大家没有继续在许盛南身上延伸话题 好在乌神山分部 距离他们上车的地方并不远 十几分钟车程便到了 此地是一处小山村 交通不太便利 甚至没有铺水泥路 好在碎石路足够宽 否则车子都开不进来 抵达山村后 严守一他们的车子 停在一户农家人院子门口 院子里散养着鸡鸭鹅 两条黑背犬 趴在院门口晒太阳 院子里吹烟鸟鸟 似乎正在做午饭 很有烟火气息 严守一等人下车 两只黑背犬 似乎闻到了同类的味道 拖着铁链对车子叫个不停 许盛南眉头一皱 呵斥道 安静 但两只黑背犬并不理会许盛南 继续叫个不停 直到狗倒是带着老黄走下车 老黄只是看了两只黑背犬一眼 那两只黑背犬 就好像见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似的 夹着尾巴低着头 嘴里呜呜呜呜个不停 许盛南略带歉意地 看了严守一眼 随后躬身道 副舵主就在里面 他得知盐会长来了 非要亲自下厨 给大家做一顿农家饭 没想到 胡柴还挺热情好客的 严守一应了一声 轻敲院门 然后推门而入 只见院子里搭了一座土灶 上面用防水布 撑着遮风挡雨 一名穿着脏兮兮的围裙 带着绣花绣套的中年男子 正往锅里撒盐 严守一瞅了一眼 锅里的菜是东北炖大鹅 哎呦我滴妈 来了啊 割外头处着干啥呢 快进来坐吧 副舵主胡柴拿着锅铲 热情地招呼众人 都说东北人热情 不过严守一之前 只接触过女汉指照一摇 这东北的汉子 还是头一回接触 胡柴亲自下厨 那烟火模样 给人一种亲切感 严守一甚至觉得 自己之前与许盛南说话的态度 有着太白谱了 许盛南在外头关上门 严守一等人也没了退路 他一边拱手 一边走向胡柴 嘴上说道 民俗研究会 严守一 初次见面 胡柴放下锅铲 把油腻的手 往围裙上擦了擦 然后笑着走向严守一 热情地与严守一握手 我是巫神山的副舵主 总舵主鸡饼 是我岳父 你们想必都知道 严守一觉得 胡柴有些过度热情了 但热情也不是坏事 胡柴引着大家坐下 然后叮嘱道 你们稍等一下 我这东北顿大鹅 马上就好 说着 胡柴就转身忙活去了 哎 这巫神山的副舵主人 还蛮不错的嘛 龙非成笑着讨论道 常山也双手合十 阿弥陀佛 胡施主 必然是乐善好施之人 然而其他人并没有表态 作为老江湖而言 陌生人的善意 是最危险的 妙计和狗道士 根本不领胡柴的情 因为胡柴也只不过是热情了点 笑容多了点 未必说明 他心地善良 又或者是民俗研究会的朋友 真要看出 一个人人品如何 还得看他遇事如何处理 严守医和老金 则单纯地是因为谨慎 不一会儿 许盛南推开院门 抱着两箱啤酒 他的身后 还跟着一人 怀里揣着白酒 你们整皮的还是白的 胡柴在土造呐喊道 严守医想了想 我喝啤酒就好了 狗道士 妙计和老金这种有点年纪的 更喜欢喝白的严守医 龙非成和常山 则更喜欢喝啤酒 许盛南放下酒就告退了 似乎这场见面 更具有私人性质 五分钟后 胡柴端着大铁盆上桌 盆里的炖大鹅香气扑鼻 汁水还在咕嘟嘟地冒着小泡泡 热气腾腾 才上桌就已经冲散了不少寒意 胡柴擦了擦手 笑着坐在眼手医身边 道 哎 远到是客 我寻思着 附近也没什么好管子 就干脆自己下厨座了 你们别嫌弃啊 老金率先加了一块肉 品尝以后直呼好吃 其他人才放心冻块 不得不说 这胡柴的厨艺真是很不错 大家甚至怀疑 这家伙之前是不是在厨房里干过 胡柴开了几瓶啤酒 招呼大家单杯 大家也慢慢放下戒备心 与胡柴碰杯 说着一些客套的话 酒过三巡 胡柴有点上头了 他拍着严守一肩膀说道 严会长的大名 简直是如雷贯耳 要不是现在形势严峻 我真是恨不得去荣城找你喝一杯 严守一谦虚道 胡柴主谬赞了 不不不 一点都不夸张 胡柴扯着嗓门喊道 你那些什么龙虎密文传人之类的名头 我都瞧不上眼 但三个月前 你在荣城大开杀戒那回 着实让我佩服 众人吃饭的速度稍微减慢了一些 大家都分心听着胡柴说话 胡柴佩服严守一 只是因为严守一曾经大开杀戒过 又听胡柴说道 那帮名门大派的狗杂种 仗着自己实力雄厚 这么多年来 一直欺负我们民间教派 严会长那回 可算是帮我出了口恶气 要我说啊 名门大派的弟子都该死 唯一的遗憾 就是上回你杀的不够多 我记得 他们去了两百多号人吧 你当时就应该把他们全杀光 一个都不留 胡柴的语气 像是在吹牛打屁 但他说的话 可一点都不像是在开玩笑 尤其是胡柴在说杀人的时候 眼里放着光 脸上全是兴奋 仿佛恨不得自己也在当场 帮严守一多杀几个人 大家忽然觉得 气氛有点凝重了 这个胡柴 恐怕没有表面上 看起来那样温和 严守一放下筷子 问胡柴 胡舵主有多恨名门大派 恨之入骨 不共戴天 胡柴想都没有想 就回答道 我岳父也是一样 但凡让我们遇到名门大派弟子 他们就别想活着离开 一个都别想 纪柴痛恨名门大派 此事悬门皆知 这是因为纪柴的女儿 死在名门大派弟子手里 纪柴的女儿 也正是胡柴的妻子 他们俩痛恨名门大派 也算是情有可原了 今日 我们在高速出口 遇到了真武派的弟子 乌神山的援兵赶到 将他们制服 赶问胡柴主 那些人最后如何处理了 当然是杀了 胡柴哈哈大笑 留着他们的狗命 有什么用 等着未来 他们在残杀我们乌神山的人吗 严守一一阵沉默 他北上的目的是为了化解矛盾 不是激化矛盾 胡柴对名门大派的态度 让严守一 无法真心与胡柴做朋友 这种好杀之人 终会将屠刀挥向自己人 果然 这顿饭没那么好吃 严守一看向狗 倒是与妙计 二人的态度 和严守一想法一致 于是 严守一端起酒杯 对胡柴说道 胡柴主 我们此行目的 是去长白山寻人 时间紧迫 不能担得太久 这杯酒我敬您 吃过这顿饭 我们就要继续上路了 哎 别急嘛 胡柴压下严守一的酒杯 一脸神秘地说道 我刚刚得知严会长到来 手忙脚乱地准备了一份大礼 还有礼物 严守一眉头一皱 他对这个礼物 并不是特别期待 反而觉得 有可能是个麻烦 胡柴拍了拍手 冲着院外喊道 左护法 把人给我带进来 许盛男推开院门 手里 牵着一条锁链 声拉硬拽之下 竟从院外拖进来 足足欺名身穿盗袍的道士 这些道士的手 脚 脖子 全都被镣铐锁死 镣铐还带着尖刺 刺进他们的关节处 让他们每走一步 都痛入骨髓 至于逃跑 那简直是痴人说梦 桌上的所有人 都放下了筷子和酒杯 沉默地看着这七名道士 唯独胡柴开心地 给自己买上酒 笑着说道 这七个道士 是我的手下刚刚抓到的 看行头 似乎是茅山派的道士 茅山的道士可不常见啊 颜会长既然要走 那我就把这七人都杀了 给颜会长送行 原来胡柴才是疯子 颜首一等人 此时才真正认清 胡柴的真面目 这人表面上是个厨子 实际上却是个刽子手 龙飞城和常山 如今后悔不已 他们刚才还夸胡柴是个好人 结果转身这家伙 就要杀人助兴 气氛变得十分凝重 那七名茅山派的道士 一个个鼻青脸肿 身上挂彩不说 好几个手臂还软塌塌的 明显是被人拧断了 胡柴不仅杀人 还喜欢折磨人 这七名道士 都是经过一番折磨 最后才被送到颜首一面前的 颜首一他们脸色凝重 胡柴却完全没有感觉 他甚至热情地 搭着颜首一的肩膀 一副把颜首一当知己的语气说道 当我第一回听说 颜会长在荣城大开杀戒的时候 我简直高兴坏了 仿佛在这个世界上找到知己 后来听说颜会长离开荣城 往北方来了 我就更激动了 一路上派人寻找颜会长你的下落 今日总算给我遇见了 咱俩是同一类人 待会儿我也不跟你抢了 这七个人全由你来杀 胡柴似乎在分享自己的宝贝 并且他认为颜首一也有一样的爱好 如果颜首一的心魔还在 或许他还会有一点点杀人的冲动 但现在心魔已经不在了 颜首一十分理智 他根本就不是什么是杀之人 更别提毛山派和他的关系还不错 韩三更是一直在暗中帮忙 如果此时他杀了这七人 未来民俗研究会与毛山派的关系 必然破裂 胡柴此时又说道 我这个人有两个爱好 一个就是下厨 另一个就是杀人 有时候吧 这两个爱好还可以能结合在一起 龙飞城突然脸色一变 胡多煮 刚刚咱们吃的这个东北炖大鹅 该不会 该不会是 长山脸色狂变 差点就要吐出来了 好在胡柴冲着大家笑了笑 放心 那只是炖大鹅 众人脸色刚刚缓和 又听胡柴道 我的意思是 待会儿严会长杀了这七人以后 我再用他们的肉做一顿 胡柴是疯子 此时所有人的心理都达成了共识 比起到胡柴这儿来吃饭 大家反而更愿意面对真武派的弟子 然而现在羊入虎口 大家想要脱身 却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了 胡柴拍了拍严手艺的肩膀 催促道 严会长 报复名门大派的机会 可就摆在眼前呢 你可得把握住 赶紧动手吧 我都快忍不住了 说着胡柴还十分兴奋地舔了舔嘴唇 这家伙 并不是真正为民间教派做贡献的人 他只是 借着这乱世 乘着民间教派的东风 做一些满足私欲的事儿罢了 严守一心里已经对胡柴厌恶到极点 但却没有表现在脸上 胡柴是什么样的人 现在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该如何解救这七名毛山派的道士 直接提出 放人是不可能的 那样胡柴必定恼羞成怒 搞不好人没就成 还会把大家伙都搭进去 严守一脑子急速转动 忽然 他摆出了一副 无趣扫兴的表情 胡柴主 您这就没意思了 胡柴笑容收敛 严会长 你几个意思 说翻脸就翻脸啊 这家伙 果然是个疯子 严守一道也不慌 用带着点笔的语气说道 好不容易抓到七个毛山派的道士 直接杀了多没意思 我本以为胡柴主是我的知音 但现在看来 这世界上恐怕没人懂我 哎 我孤独啊 听到严守一这么说 胡柴很是惊讶 他竟然第一次有了求知的欲望 严会长 您想怎么杀 怎么杀才有意思 我全听你的 这七个人随你处置 胡柴激动地说道 杀人不过是肉体上的痛苦 肉体的痛苦再痛苦也不过二 胡柴主可知道 最狠的招是什么吗 是什么 你快说啊 胡柴主激动到双手拍桌 浑身颤抖 他骂的 死变态 严守一在心里暗骂 他嘴上却说道 杀人 诛心 杀人诛心 我不光要杀人 我还要诛心 而且相比于杀人 诛心才是最有意思的 严守一冷笑道 胡柴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眼里放光 他自顾自地喝了三杯白酒 打着格说道 我先自罚三杯 还请严会长戏说 胡柴主该不会以为 我在荣城大开杀戒的时候 是直接杀的人吧 不 我先杀了十几个人开开位 然后再让下破胆的家伙们逃走 在他们逃走的时候 我再一个个慢慢追杀 甚至有一个道门弟子 都已经逃到机场了 却还是被我给杀了 我先给他们带去恐惧 在他们绝望的时候 又给他们希望 最后 在他们充满希望的时候 再带给他们绝望 这 才叫杀人 这才叫朱欣 胡柴听得忍不住张大嘴巴 他向后一仰 然后对着严守一 竖起大拇指 专业 这他妈才叫专业 我胡柴干拜下风 严会长 您不是我的知音 您简直是我的引路人 同桌的其他人 都沉默不语 狗倒是打量着严守一 心说你小子装的真变态 连一个变态都佩服 但大家还不明白 严守一要怎么帮着七名 倒是脱身 胡柴也催促道 严会长 那您说说 您打算怎么诛这些道士的心 严守一思考了一阵 小声说道 我这里有几颗毒药 待会儿让他们吞下 然后再把他们放回茅山 药效会在两天后发作 等他们回到茅山 自以为安全以后 就会毒发身亡 在绝望和不甘中死去 妙啊 胡柴忍不住拍桌大笑 就按严会长说的办 严守一心里松了口气 接下来 他只要随便给这七人喂点丹药 然后就能放他们回茅山了 至于那丹药 自然不是毒药 反而是能够治疗他们伤势的好药 然而 就在严守一准备向老金讨要丹药的时候 胡柴突然从围裙里掏出一个小瓷瓶 从里头倒出七颗黑乎乎的毒药 送到严守一的面前 严会长 用我的 严守一愣了愣 摇头道 你的毒药不够毒 还是用我的吧 哼 严会长看来 还不知我的身份呢 胡柴笑着 解开围裙脱下袖套 露出他里头的土黄色练单袍 虽然我岳父是出马仙 但我却是寒商派的古一传人 这天底之下 没人练的毒药 比我练的还要毒 就算是齐皇派古一 也不是我的对手 千算万算 没算到这看起来如切堆式的胡柴 竟然是寒商派古一传人 寒商派 可是当年算计齐皇派 导致齐皇派几乎灭门的古一门派 老金的太爷爷 就是死在寒商派的人手中的 老金听说胡柴的身份以后 下意识地握紧拳头 眼中闪过一丝恨意 但他很快就隐藏起来了 在遇到严守一之前 老金一直隐姓埋名 生怕被别人知道 他是齐皇派古一传人 晚上睡觉都担心 会有寒商派的人找上门 抢走他们齐皇派的绝学 这种日子 直到遇到严守一 得到严守一的庇护之后 才有好转 而如今 他居然在这里遇到寒商派的人 老金的心情是复杂的 严守一很想转头警告老金 不要露出破绽 但现在对话 反而会引起胡柴的注意 所以他选择相信老金 相信老金能控制住自己 而他现在要考虑的 是如何保住 这些毛山弟子的性命 此时严守一有些懊恼 本是一招妙棋 却被胡柴的身份给打乱了 现在多少有点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强行拒绝胡柴 那势必会引起胡柴的怀疑 到时候真撕破脸皮了 严守一他们 肯定有能力自保 但这几个毛山弟子就未必了 目前而言 严守一还要向 乌神山的势力范围深入 不能轻易与胡柴撕破脸皮 可直接喂毒药给毛山弟子们 严守一可就成帮凶了 等事情传到毛山 说不定毛山的高层 也会沉不住气 直接将民俗研究会列为敌人 该死 进退两难 严守一举气不定 这时 狗道士的声音 在严守一耳边响起 守一 我们还是要以大局为重 严守一转头看向狗道士 他应该是用了某种本领 才能私下与自己交流 狗道士是老江湖 他的态度很明确 大家要先保证自己的安全 才能想着如何救人 这七名毛山弟子 我们也是爱莫能助 严守一咬咬牙 他依旧不想成为胡柴的帮凶 动手啊 严会长 胡柴将毒药推到严守一的面前 满脸 兴奋地看着他 机会我都让给您了 我可得好好观摩观摩 真尼玛凡然 严守一强忍着弄死胡柴的冲动 冷静下来询问胡柴 你这是什么毒药 确定能毒死人吗 胡柴笑着答道 严会长该不会没听说过 我们韩商派吧 我们韩商派 可是用毒好手 七十年前 我们给七皇派古一下毒 这群自诩艺术第一的古一 根本没察觉 最后全部被我们给毒死了 胡柴说这话 无异于接老金的伤疤 但老金此时也只能忍着 严守一摇头道 我对古一不太了解 只是单纯想确定一下 这毒药药效如何 能不能折磨死这群名门大派弟子 胡柴拿起小瓷瓶 倒出一粒黑乎乎的毒药 用大拇指和食指夹着 举在面前 仿佛是在欣赏艺术品似的 此乃七天破胆丸 服下七天之后 药效发作 毒性能直接让服毒者的胆囊破损 并且扰乱他们的心率 最后让他们在恐惧当中 心机梗塞而亡 他们死之前 会体验到极致的恐惧 所以死的时候 表情全都是争獰可步的 嘿嘿 严会长 您觉得我这毒如何 严守医微微汗手 甚好 他趁机瞄了一眼老金 老金似乎知道 严守医想要询问什么 他不动声色地点头 严守医心头一喜 老金点头 代表着此毒可解 既然此毒可解 现在也就没什么可顾忌的了 先让七名毛山弟子吃下毒药 然后严守医再想办法脱身 回头只要把解毒的办法 告诉给毛山 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严守医松了口气 还好我没有放弃 狗倒是也是眉头一松 胡多主 您看好了 严守医抓起磁瓶 走到其中一名毛山弟子的面前 他一把抓住这名弟子的头发 啪啪打了两耳光 随后冷声说道 你知道我是谁吗 那名挨打的弟子 忍痛睁开眼睛 发现竟是严守医 不由地瞪大了眼睛 是 是你 严守医哈哈一笑 趁机把毒药塞进 这名弟子的嘴里 没错 正是我杀神严守医 这名弟子吞下毒药 满眼愤怒 严守医 亏我们师兄还经常夸赞你 原来你竟是这种人 你口中的师兄 难道是寒天狗 哼 那个只会用下半身思考的废物 也配合我严守医做朋友 严守医冷笑道 当初我在荣城大开杀箭 你们就应该明白 我是什么样的人 混账东西 你不得好死 毛山弟子不甘地咆哮着 严守医又踹了他一脚 我死不死还轮不到你夺嘴 这天下早晚是我们民间教派的 到时候你们名门大派弟子 只配给我们端锡脚水 我们要占你们的宝殿 砸你们的神像 睡你们喜欢的女人 而你们只能眼睁睁地在旁边看着 哈哈 被踹倒的毛山弟子 怒火中烧 恨不得将严守医碎诗万段 好 而胡柴 则仿佛是看了一出好戏 忍不住拍手叫好 他甘拜下风 严会长果真非比寻常 我胡柴佩服 严守医冷哼一声 接连给剩下的弟子塞下毒药 不理会这些弟子的谩骂 他冷笑道 今天老子心情好 决定把你们给放了 你们回到毛山以后 记得好好宣扬宣扬我严守医的事迹 老子就是离开荣城了 怎么着 名门大派的人赶来找我 来一个我杀一个 来一个我杀一双 老子就是这么狂 胡柴点头 小声对龙飞成等人说道 严会长果然善于诛心 他没有说出七天破胆丸的药效 就是想给他们希望 再让他们绝望 我又学到了 龙飞成等人勉强地笑了笑 他们现在不想 和变态有太多的牵连 生怕胡柴也给他们下毒 严守医羞辱了一番毛山弟子 然后命许盛南 把他们身上的镣铐解开 许盛南看了一眼胡柴 然后照办 等到镣铐全部解开 严守医发现 这帮弟子居然还不肯走 不由地沉下脸来 质问道 还他妈愣在原地做什么 不想活了 不想活就留下来吧 胡多主有的是办法 让你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这话带着明显的警告意味 严守医希望 这群固执的道士 能够明白他的良苦用心 然而 其中一名弟子的话 却让严守医 险些绷不住 韩三师兄还在你们的手里 要走一起走 要杀一起杀 韩三竟然在乌神山的手里 严守医瞳疮缩 僵硬着脖子 转过身去看胡柴 只见胡柴的脸上 浮现出一丝 奸济败露的笑意 这笑容 让所有人都不寒而栗 有人杀人 是身不由己 是为了活命 然而胡柴杀人 却是为了享乐 为了看到生命消逝时 产生的一丝快感 胡柴的身上 透着一股诡异到极致的气息 可 真是不好意思啊 胡柴带着歉意 对严守医说道 韩三身份特殊 我本来想留着自己享受的 没想到 居然被这几个臭道士 给捅出来了 严会长 您一定能明白我的感受 毕竟 咱们是同类人 谁他妈跟你是同类人 严守医强行压下怒火 走到胡柴面前 一字一句地问 韩三被你们的人给抓了 胡柴笑着答道 嗯 是啊 韩三带着一群臭道士 到我们乌神山的地盘撒野 我可不得抓他们吗 这几日 严守医忙于躲避 名门大派的眼线 所以 没什么时间 与韩三等人联系 没想到这才短短几天 竟出了如此大事 韩三名声在外 他可是毛山下一任接班人 如今他落到乌神山的手里 日子能好过 他的下场 绝对要比眼前这七个 无关紧要的小道士 凄惨得多 一想到韩三如今在面对的 严守医就一阵不忍 他一定要想办法 把韩三救出来 韩三现在在哪 严守医问道 可胡柴似乎故意要和严守医绕弯子 他带着严守医重新坐下 好生好气地说道 严会长不要生气 韩三身份有多特殊 您应该也明白 我也不是有意要把他藏起来的 事到如今 胡柴还以为严守医 是因为不把韩三交出来 大家一块折磨而生气 严守医深吸一口气 再次问道 他在哪 胡柴依旧在绕弯子 据我所知 严会长和韩三私交似乎不错 也不知道真相 是不是像严会长刚才说的那样 严会长根本看不上韩三 胡多主 严守医黑着脸说道 您就别跟我绕弯子了 韩三现在究竟在哪 他呀 他就在这个村子里 但如果我不点头的话 你们是找不到他的 胡柴皮笑若不笑地说道 严守医眼神一冷 胡多主说 这话是什么意思 严会长别误会 我道不是针对你 胡柴打着哈哈 而后眼神突然锐利 伸手指向老金 我针对的是他 老金呼吸一致 院子突然安静 空气仿佛凝固 许圣男默默地将院门锁死 狗道士 妙计武僧 常山 龙飞城四人 已经把警惕拉满 眼神时不时飘向四周 随时准备出手 严守医生因低沉 麻烦胡多主 把话说明白点 胡柴笑道 金秀 别装了 你真以为我认不出你来 齐皇派古医 这世上所剩无几 斩露头脚的 我们寒商派 怎么可能不关注呢 原来胡柴早就知道 老金的身份 老金吓出一身冷汗 死敌就在面前 而且对他了如指掌 而他却假装 什么都不知道 若是胡柴要对他下手 只怕他早就中招了 事到如今 老金也没有 继续装傻的必要了 他沉声说道 韩商派的 你想干什么 还想像七十年前一样 对我下毒 逼我交出齐皇派绝学 想到老一辈们 所经历的痛苦 老金甚至已经做好 玉石俱焚的准备了 他唯一的顾虑便是 是否会牵连到 严守医他们 毕竟此行的目的是去 长白山 而巫神山的人 就是地头蛇 惹怒了他们 比招惹上 名门大派的后果 更加严重 哎 瞧你说的 现在时代不同了 不能随便杀人了 胡柴嘲笑老金 太过认真 可他杀人的时候 不正是眼睛 都不眨一下吗 胡柴接着说道 我是贪图 你们齐皇派的绝学 没错 只不过我和严会长 现在关系肥浅 撕破脸皮的事情 我不会干的 严守医心想 算你还有点人性 虽然他很不想 和胡柴扯上关系 胡柴拍了拍 严守医的肩膀 询问道 严会长 您看这样行不行 您就卖我个面子 我把韩三交给你 你把金秀交给我 我知道 让您忍痛 割爱不好受 但咱们这也算 等价交换 互利共赢 对不对 严守医呆呆地 看着胡柴 这胡柴难道认为 我只是把老金 当作身边的一个物件 可以随意拿出来交换 这家伙的脑回落 果真不能 以正常人的角度来看待 严守医黑着脸摇头 老金不是我的附属品 我不可能拿他来交换 那韩三怎么办 胡柴不信这个邪 继续怂恿严守医 韩三可是毛山派 最杰出的弟子啊 难道你不想杀他吗 韩三要是也死在你的手里 民俗研究会 必然名声大噪 说不定我们其他四大势力 最后都会以严会长 您为首呢 胡柴仿佛在菜市场 买菜似的 不断抛出各种诱人的条件 希望严守医 能够退让一步 促成这桩生意 不过严守医的态度很坚决 此事没得谈 胡舵主 咱们还是聊点别的吧 韩三我是要定了的 胡舵主可以提点别的要求 哪知胡柴顿时失去了兴趣 他淡淡地说道 说实话 这也是因为我佩服严会长 换做其他人 我此时早就下注课令了 我胡柴 混到今天这个份上 想要的东西 基本都能得到 唯独还贪图齐皇派古义的绝技 除此之外 我别无他求 既然严会长不肯忍痛割爱 那这场交易就这么算了吧 韩三最后如何处置 是我们乌神山自己的事情 严会长就不用过问了 说着 胡柴似乎打算把严守一他们赶走 可现在严守一哪能走 韩三还在胡柴手里 就在这时 一直沉默着的老金 突然说道 胡柴 严会长无权决定我的去留 但我自己可以 咱们俩做一场交易 不知你有没有兴趣 本来已经转身的胡柴 听到这话 突然露出玩味的笑容 他好奇道 哦 什么交易 老金一改 往日颓废的地中海油腻大叔模样 脸上少有的出现 强者的骄傲风范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胡柴 一字一句道 我们比试一场 就比谁的艺术更高明 我若是赢了 你把韩三交给我们处置 胡柴来了兴趣 变态果然都喜欢 有挑战性的东西 他应笑着问 那要是我赢了呢 我把七皇派绝学交给你 老金沉声道 这个赌局 他下了巨大的决心 甚至不惜赌上老祖宗们 拼命你要护住的东西 让老金这么做的原因有许多 想要帮助严首一 不忍看韩三被胡柴折磨 为大局着想 但最最重要的原因 是老金不想再忍气吞声了 他现在身后 有民俗研究会撑腰 没必要再藏着掖着 更没必要害怕韩商派古异 这次提出赌局 老金是想为老祖宗们争一口气 为自己争一口气 齐皇派 是华夏五千年智慧的结晶 他不应该埋没在历史的长河当中 不应该成为个别人的禁卵 战胜韩商派 齐皇派才有出头之日 才不愧老祖宗们的牺牲 老金此刻 大有一种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的感觉 就连他的地中海秃顶 都显得有几分潇洒之意 只可惜 在场并没有女同志 没人欣赏此时他的魅力 胡柴斟酌了一阵 爽快地答应了 好 比就比 不过规矩由我来定 似乎是担心老金反悔 胡柴补充道 这里是我的地盘 怎么比理应由我来定 要是你对我定的规则不满意 大可以拍拍屁股走人 我胡柴绝不留你们 随你 老金洒脱一笑 露出满是烟子的牙齿 此时的他拥有着绝对的自信 韩商派古一再如何厉害 也不过是 基于我齐皇派绝技的小角色罢了 我齐皇派古一 什么都不怕 你尽管放马过来 看到老金身上发生的改变 就连狗道士和妙计 都忍不住多看了这位中年大叔几眼 以前怎么没发现 这家伙身上除了好色 下流 无耻 贪财之外 竟然还有这样的好品质 严守一似乎很能理解老金现在的心情 他走到老金身边 拍着他的肩膀 小声说道 老金 你有把握吗 别把齐皇派的绝技给搭进去了 实在不行我就杀了胡柴那狗日的 乌神山撕破脸皮 在严守一眼里 老金和韩三都是不能放弃的 如果有人非妖把他们俩都摆上谈判桌 让严守一二选一的话 严守一的选择是直接掀翻谈判桌 然后一刀劈了那个让他做选择的混蛋 长白山总有办法能去 但人没了 可就真没了 老金很感动严守一 能如此为齐皇派着想 这或许也是他心甘情愿跟着严守一的原因 他笑了笑 摇头道 这次不是为了谁 我也该为自己拼一回了 严守一明白 点头 规矩呢 严守一问胡柴 胡柴不假思索地回答 齐皇派擅长救人 我韩商派擅长下毒害人 不如这样 我下毒毒人 你们想办法救人 若是把人救活了 就算你们赢 若是人死了 就算我输 严守一和老金眉头一皱 这可不单单是鄙视 而是拿人命做赌注 但胡柴事先说了 规矩由他定 不认规矩就走人 二人也没有办法 只能答应下来 好 那是读的人选呢 严守一本能地看向那七名毛山派弟子 心想 刚才让你们走 你们不走 现在有你们好受的了 然而 胡柴并没有选择 让这七名毛山派弟子来试毒 只见他脸上浮现出兴奋的笑容 对着许盛南说道 左护法 去把韩三给我带过来 试毒的人是韩三 严守一眼脚抽了抽 该死的胡柴 他是故意的 他知道我和韩三关系没那么简单 所以故意设下圈套 最终目的 就是在我面前折磨韩三 来验证 我对推翻名门大派的决心 一旦我出手救人 胡柴就可以肯定 我的立场不坚定 搞不好 最后会直接动手阴我们 而如果我不出手救人 则博弈的人 就变成他和老金 万一老金没能解毒 韩三必死无疑 到时候 即便我立场不够坚定 也会被逼上绝路 破局的唯一办法 只有老金解毒 老金赢了赌局 让韩三活命 赢了赌局 胡柴放人 皆大欢喜 只是 胡柴处心几率安排这么一场 他会轻易让老金胜出吗 对老金有十足信心的 严守一 此时微微有些动摇 倒不是 他不信任老金的实力 而是担心 胡柴在这里 埋下太多的伏笔 许胜男离开了 韩三他们藏起来了 带过来还需要点时间 而在这个空荡 胡柴还当作 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似的 热情地招呼大家 吃饭喝酒 只不过 现在严守一等人 已经完全没有这个心思了 倒是胡柴又说了几句规则 屋子里有各种中药 还有炼丹炉等器材 待会儿 老金可以随意使用 解读的方法没有限制 就算老金待会儿 直接锯了韩三一条胳膊 也在规则之内 双方共交手三个回合 也就是说 胡柴会给韩三下三次毒 老金必须解三次 哪怕一次不成 导致韩三死去 依旧是胡柴胜利 最后 胡柴对自己的毒药十分自信 所以放言 老金在解读过程中 可以随意使唤帮手 严手医 狗道士 长山等人 全都可以帮忙 甚至老金若是需要的话 胡柴自己都能来打下手 当然 前提是 老金信得过胡柴 三条规则 看似在降低老金的难度 实则并没有减轻老金的压力 解读不是打游戏 没有重来的机会 代价可是韩三的性命 一旦失败 便无回天之术 而这场赌局牵连的 甚至是民俗研究会 与茅山之间的关系 如韩山四一样 茅山还处于站队观望阶段 其中最重要的人脉 便是韩三 一旦韩三死在此地 死在老金和严手医的手里 茅山将会再无顾虑 直接下场 剑指荣城 这是一场不能输的赌局 桌上的碗筷酒杯 几乎没怎么动 唯有胡柴一个人 吃肉喝酒 不亦乐乎 比起胡柴的散漫 严守一几人 反而变得拘谨了 严守一认为自己 不该落了下风 于是主动端起酒杯 对胡柴说道 胡多主 我敬你一杯 胡柴眉头一挑 面露喜色 客气 严会长可是我的偶像 这杯我干了 你随意 话虽如此 但严守一 还是将酒一饮而尽 放下酒杯 严守一突然问道 胡多主的妻子 是怎么死的 一直占据上风 似乎胜券在握的胡柴 突然间表情凝固 动作也僵住了 他缓缓放下筷子 醒了醒鼻涕 自顾自的倒酒 严会长为何对此事感兴趣 好奇 严守一嘴角一挑 语气像是在开玩笑 此话一出 众人明显看到 胡柴额头上的青筋 凸起了一秒 饶氏风如胡柴 内心也有柔软之处 严守一正是戳中了他的软肋 龙非诚心里慌得不行 他认为严守一 不该在这个时候 接胡柴的伤疤 万一这个疯子又发疯了 大家可就走不了了 但狗道士和妙计 却是会心一笑 打从进这院子起 胡柴就一直牵着 大家的鼻子走 稳稳地压制住严守一 这毕竟是胡柴的地盘 稳压一头也无可厚非 但现在严守一 弄清楚胡柴的目的 就没必要继续谦让了 他理应拿出该有的气势 反正胡柴 只有这样 才能让胡柴明白 严守一不是任人揉捏的软柿子 否则 胡柴会不断得寸进尺 所以 严守一故意挑选了 胡柴心里最大的伤痛 又用最玩笑的语气说出 刺痛胡柴的神经 胡柴忍着怒意 对严守一微微一笑 我妻子出身出马仙世家 但对出马仙一点都不感兴趣 反而向往 名门大派那种念经修行 身居简出的生活 因此 他不顾他 父亲和我的反对 离家出走 去昆仑山寻仙 败入某个小道馆内当道姑 那道馆的确是 名门大派的嫡传门派 但灌内的道士 却心术不正 他们编写了一部 莫须有的和欢功 蛊惑我妻子 与他们一起修行 我妻子鬼迷心窍 居然同意修炼此法 后来 那群道士的想法 开始得寸进尺 编写的功法 也越发有为人伦 甚至为了 让在山中的日子 有趣一些 又发明了 与野兽和欢的奇功 听到这儿 众人都有点绷不住了 没想到 胡柴妻子的遭遇 竟然如此凄惨 就连严守医 都有点后悔 接胡柴的伤疤了 这实在是有损应得 不过 现在双方是很明确的敌人 说不定待会儿 自己还有可能 要动手杀了胡柴 对比之下 这点小事 就不值得一提了 常山双手合十 忍不住说道 阿弥陀佛 胡施主 您妻子应该没有 他全都照做了 胡柴嘴角抽着 露出变态般的笑容 当我和岳父 找上门的时候 我妻子已经精神失常 满脑子都是 所谓寻仙 他受到明门大派的蛊惑 已然成为道士们 养的一条母狗 可以肆意玩弄 随意侮辱 甚至连口饭也不给吃 谁也不给喝 还美其名曰是 让他修炼壁谷 我和岳父想要救他出来 可他却执意要留在道观 他排斥自己 民间教派后人的身份 对明门大派弟子的身份 热衷无比 我和岳父一怒之下 杀光了道观里的道士 本以为这样就能救他脱离苦海 没想到他最后 也随着那些道士而去 他说 他是明门大派弟子 修与我们这些短法妖人为伍 他宁愿去地狱里 给那群道士当狗 也绝对不会回到我们身边 说着 胡柴一掌拍在饭桌上 好在 他只是一名古一传人 自身体质和普通人区别不是很大 换作是严手一 别说这饭桌了 只怕整个院子都要下他三分 可笑 真可笑 明门大派弟子 嘲笑我们民间教派没有信仰 可他们天天烧香拜的 那是什么神 纵容他们作恶的神 若是如此 明门大派还不如我们民间教派 我们虽然没信仰 但也从不伪善 比起我们 他们才是真正的衣冠禽兽 严手一默默地听着故事 总算明白 为何胡柴如此痛恨明门大派了 也明白祭炳和乌神山 如此激进的原因 他虽然同情胡柴 但也只是同情 如果胡柴选择理智复仇 兴许二人还能成为朋友 但如今的胡柴 不过是另一个拿起屠刀的屠夫罢了 他有值得同情的过去 但更多的是可恨的现在 听着胡柴的痛诉 反而坚定了严手一 要去长白山的心 只有从根本上化解两派矛盾 才能不让胡柴的悲剧重演 正在众人沉默之际 许圣男回来了 他手里牵着锁链 像是牵着一条狗似的 将遍体鳞伤的韩三 给牵进院子里 此时的韩三 虽然身穿道袍 但道袍早就破破烂烂 被鲜血染红 严手一依稀可以看得到 韩三的手指甲盖全都被拔掉了 一只胳膊似乎被拧断 无力地垂着 右腿的小腿被一根钢钉洞穿 伤口周围的烂肉早就开始发炎 他的左半边脸被烫伤 上面没有一块好肉 甚至还有一块皮挂在脸上 仅靠几根血丝连着 看到韩三的惨状 众人心里刚刚对胡柴 生出的一点点同情 瞬间消失 胡柴比当年折磨他妻子的腰道 有有过之 师兄 韩三师兄 七名茅山弟子 看到韩三变成如今这副模样 一个个心痛万分 甚至有的已经忍不住掉眼泪了 然而 韩三只是淡淡地看了他们一眼 便一言不发地跟在许圣南的身后 似乎是受到了非人的折磨以后 韩三的精神状态已经出了问题 该死的民间教派 该死的乌神善 老子和你们拼了 一名小倒是没忍住 赤手空拳冲向许圣南 许圣南冷哼一声 一个闪身来到这名小倒是的身后 然后顺手拧断了他的脖子 尸体因为惯性 又往前冲了一米 最后无力地滑倒在地 剩余的六名倒是 见了 脸上露出悲痛之色 但也着实冷静不少 没有再贸然出去拼命了 而韩三看到尸弟死去 竟也毫无波动 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 像是没有感情的傀儡 双眼空洞无神 许圣南微笑着介绍道 三天前 我们抓住了韩三 也就是这短短三天 我们已经彻底将他控制 他像是在介绍一件 引以为豪的艺术品 语气里充斥着骄傲 颜首一明白了 许圣南就是被胡柴 带出来的徒弟 同样以折磨人为乐 胡柴为了验证韩三的听话程度 故意走到他面前 强行扭着他的脑袋 让他看到颜首一 嘿嘿 韩三 你认得这是谁吗 韩三盯着颜首一看 眼神却依旧空洞 颜首一嘴唇动了动 很想提醒韩三 可韩三如果连他都不认识 提醒了又有什么用呢 最终 韩三木然地摇头 不 认 识 非人的折磨 几乎让韩三的魂魄都不完整 痛苦逼得他将理智和记忆 深藏在内心深处 如今还操控他的 不过是潜意识罢了 很多普通人 在遭到巨大打击的时候 便会将主人格隐藏起来 从而产生第二人格来接受痛苦 但他们最后的结局 往往是精神分裂 胡柴似乎并不相信韩三的回答 他继续扶着韩三的脑袋 微笑着说道 这是你的好兄弟严手一呀 不过他现在可是民俗研究会的严会长了 他和我是一类人 我们刚刚一起给你的师弟们下了毒 七天之后 他们就会长穿肚烂 在恐惧中死去哦 然而 韩三依旧没有反应 许胜男似乎对此早有预料 毕竟刚才韩三眼睁睁地看着自己 师弟被杀 都毫无反应 现在又会有什么反应呢 训得不错 胡柴对许胜男夸赞几句 然后忽然往韩三的手里 塞了一把锋利的小刀 严手一忍不住皱眉 不知胡柴又要指使韩三 做什么坏事 却见胡柴搬来一把躺椅 躺了上去 然后对韩三招手 来 给我刮刮胡子 韩三默默地走到胡柴身边 用满是鲜血的手 捏着小刀 颤抖着 小心翼翼地给胡柴刮胡子 旁人光是看到这一幕 就忍不住屏住呼吸 如果韩三还保留着一丝意识的话 此时便是杀胡柴报仇的最好时机 只需要把刀往下稍稍一点点 然后微微用力 可韩三始终没有动作 他像一只被折磨过的小狗 听话地刮着胡柴下巴的胡渣 许胜男牵着锁链 在一旁静静地看着 严手一闭上眼睛 混账东西 早晚有一天 老子要把你胡柴碎尸万段 他深吸一口气 重新睁开眼睛 对胡柴说道 事不宜迟 开始吧 胡柴取回小刀 自己给自己刮胡子 另一只手 则是从口袋里 逃出一个青色小瓷瓶 把手伸出来 他命令到 韩三立刻伸出手 一颗毒药 被胡柴倒在韩三的手心 胡柴命令他吃掉毒药 韩三毫不犹豫地放进嘴里 吞下 似乎还有些着急 他太痛苦了 如果这是毒药的话 他恨不得早点吃掉 这样 他就能早点死去 早点解脱 可韩三没有如愿以偿 毒药是毒药 但却是慢性毒药 并没有立刻带走韩三的生命 反而开始折磨他的身体 韩三嘴角开始抽搐 疼痛让他缓缓地跪倒在地 最后侧衰 像是一只虾似的拱着腰 痘大的汗珠 从他额头上冒出来 剧烈的疼痛 总算让韩三没忍住 失声惨叫出来 啊 胡柴放下小刀 微笑着看向老金 第一个回合 开始了 计时一炷香 一炷香的功夫 要么老金成功救下韩三 要么韩三就会死 仿佛在赛跑似的 老金第一时间冲到韩三身边 查看病症 可韩三因为太过痛苦 并不配合老金 他不停地在地上打滚 严手一见状 喊上长山一块 上前按着韩三的手脚 同时 严手一抚身 在韩三耳边低语 喊狗王 我是严手一 你不要害怕 我们会救你的 一定会救你的 老金终于能够查看韩三的情况 古一看病 讲究望闻问切 需要一套相对复杂的流程 但现在 这套流程显然不可能走完了 如今时间每过去一秒 都意味着韩三离炎王爷更进一步 所以 老金只能发挥毕生学识 尽可能短时间判断韩三的情况 他死死地抱住韩三的脑袋 发现韩三的面部发黑 面部发黑的情况有很多种 但最常见的就是肝肾中毒 老金有了初步判断后 赶紧抓住韩三的脉门 仔细感受一番 确定了自己的猜测 韩三的肝肾中毒了 老金的大脑 如同一部飞速运转的电脑 回忆起韩商派的种种下毒手段 很快筛选掉那些不相干的毒方 最后锁定了一味毒药 肝肠寸断伞 用苍儿子 碧麻子 油桶子 麻风树 天花粉 蜈蚣 蛇毒 腹蛇 隔根 炼制而成的剧毒毒药 正如胡柴所说 一炷香的功夫 如果韩三没有服下毒药 他必死无疑 而应对肝肠寸断伞 齐皇派古异的传承里 正好有解药 熟帝皇 山药 山鱼肉 当归 枸杞子 兔丝子 杜仲 鸡蟹藤 和手屋 八戟天 银阳货 桑刃 白勺 鹅椒 龙眼肉 牛膝 桑继生 一共十七种中药 炼制而成的十七味帝皇丸 正好能解肝肠寸断伞 更让老金兴奋的是 他曾经未演手艺 炼制过十七味帝皇丸 老颜 你的东王葫芦还在吗 取三颗十七味帝皇丸来 老金喝道 严手一立刻从胯包中 取出东王葫芦 将储存在东王葫芦内的 新鲜十七味帝皇丸取出来 老金没有废话半句 直接将解药塞进韩三的嘴里 解药下肚 老金松了口气 他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 看着韩三的脸色 一点点转好 而一旁的胡柴 脸色正一点点变差 毒解了 龙非诚又惊又喜 他原本以为解毒的过程会很漫长 没想到前后 还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毒就解开了 老金坐在地上 用骄傲的语气说道 会炼毒不一定会解毒 但会解毒的 一定会炼毒 齐皇派古一海纳百川 这世上的疑难杂症 就没有我们破不了的 第一道毒 在短短一分钟之内 被老金解开 迈出第一步以后 老金似乎更加自信了 说话也有了几分底气 反观胡柴 不管是真笑假笑 胡柴一直是以笑脸 对待严守义等人 但此时此刻 胡柴笑不出来了 不知他是因为 自己下毒的技术不如老金 还是因为感受到 韩商派与齐皇派的差距 而生气 毒性消退 韩三渐渐不再哭爹喊娘 他无力地躺在地上 依旧双眼空洞地望着天空 刚才的痛苦 并没有唤醒韩三的理智 反而让他更加渴望解脱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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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胡柴调整过来 又露出之前的笑容 为老金鼓掌 不愧是齐皇派鼓医 你也的确有狂傲的资格 胡柴笑道 这也让我更加想要得到 你们齐皇派的医术了 老金浑然不惧 淡淡地说道 让韩三休息十分钟 我们再进行下一场 好 韩三的身体素质 远超普通人 但恢复也需要一定的时间 十分钟后 韩三逐渐缓过来 脸色好看不少 严守医忽然发现 韩三正盯着他看 他立马俯下身 小声问道 韩三 你认得我吗 韩三沉默许久 就在严守医想要放弃 认为韩三还没有 回归自我的时候 他突然听到一道 细微虚弱的声音 老严 让我死吧 是韩三回答了 他的理智回来了 但却因为绝望 只求一死 严守医的眼皮跳了跳 他咬牙说道 再坚持两次 我一定带你离开这里 韩三没有回答 严守医看了韩三一眼 只见韩三闭着眼睛 呼吸十分沉重 他似乎也下定决心 打算再挣扎一次 看到韩三这样 严守医虽然心痛 却也有了希望 韩三没有完全疯 他只是不幸 自己能够活着离开 希望自己在死之前 少吃一点苦头罢了 但如果能活下来 这一切都值得 严守医拍了拍 韩三的肩膀 安慰道 只要你能活下来 我就给你推荐 好看的小姐姐 韩三的嘴角动了动 严守一笑了 他知道 韩三一定能坚持下来的 时间到了 胡柴掐着表 一秒钟都不让韩三休息 但他如此较真 反而显得自己不够有底气 他生怕韩三多休息一秒钟 就会扛过毒性 反观老金 似乎胸有成竹 第二颗毒药 吃掉他 胡柴弹出一颗毒药 飞到韩三的手中 韩三看着毒药 犹豫了一下 塞进嘴里 紧接着 胡柴点起了第一炷箱 第二回合 限时两炷箱 虽然时间翻了一倍 但对老金而言 依旧是争分夺秒 众人冲到韩三的身边 观察韩三的情况 韩三吞下毒药不到十秒钟 突然间痛苦地捂着自己的喉咙 紧接着一头栽倒在地 他的脸色变得铁青 每一次呼吸 都变得十分困难 到后来 呼吸的声音 如同拉风箱似的 十分害人 呼吸衰竭 老金立刻确定韩三的症状 一边把脉 一边分析到 能引起呼吸衰竭的病因 有很多 气道阻塞 肺组织损坏 心脏疾病 肺血管疾病 病因太多 老金一时间也无法下判断 但他并没有闲着 只见老金从随身的口袋里 拿出一个小药瓶 抬头将药瓶里的液体 滴进眼里 液体似乎具有腐蚀性 让老金的眼睛冒起了青烟 四 疼痛让老金倒吸一口冷气 不过他很快就缓过来了 手里多出一柄柳叶刀 轻轻地在韩三的手上 开了一道小口子 让鲜血滴在韩三的胸口 紧接着 老金双手悬在韩三的胸口上方 全神贯注 鲜血立刻开始活动 顺着韩三的体表 勾勒出他的经脉走向 此乃齐皇派古一的绝技之一 寻金探脉 严守一早已经见识过这一招 所以并不觉得惊奇 但其他人全都露出惊讶之色 其中反应最大的 当属胡柴 他甚至直接走到大家身边 近距离观察这一绝技 老金也不怕被胡柴偷学 毕竟寻金探脉之术 要领颇多 光靠看 哪怕看一辈子都学不会 通过寻金探脉 老金很快就锁定了病因 呼吸机萎缩 这是假代谢紊乱的表现 因为体内的假代谢紊乱 导致呼吸机无力 疲劳 麻痹 呼吸动力下降 肺通气不足 从而引发呼吸衰竭 老金立刻喝道 老颜 快去屋内生活起炉 我要炼丹 齐皇派古一的医术典籍里 是有办法解此读的 但老金身上并没有现成的丹药 所以 他要当场炼丹 颜首一稍微有一点炼丹经验 便跑进屋内 开始生活起炉 龙飞成见老金已经判断出病因 便哈哈大笑 胡堕主 看样子 第二轮 我们又要胜了 但这一次 胡柴竟然不慌不忙 似乎胜券在握 只听胡柴笑道 小伙子 你们注意看看时间 龙飞成文言 侧头看向香炉 只见胡柴点的第一支香 已经燃了三分之一 他突然意识到 问题所在 时间太短 正常炼一炉丹 都要以天来计算 就算这次的解读丹 比较容易炼制 少说也需要两个小时 可现在 胡柴只给了两炷香时间 这哪够啊 但老金似乎并没有放弃 他手中的柳叶刀 手起刀落 直接在韩三的喉咙位置 割开了一道小口子 然后利用桌上的白酒瓶等材料 只做了一个简易单向法 让韩三能够暂时保持呼吸 随后他冲进屋子 嘴里大喊着 格根 人参 地皇 芙林 黄芪 我需要这些药材 刚刚把炼丹炉安置好的 严手医 转身冲向药架 与老金一同寻找草药 只是 严手医也时不时地瞄一眼 正在不断变短的香 按照他对炼丹知识的了解 也知道时间太短了 根本不过炼制丹药 但老金没有放弃 严手医更不可能就这样放弃 他找全了所有药材 全部摆在老金的面前 大喝道 药材全都找到了 老金 靠你了 时间紧迫 老金拿到严手医送来的药材 直接放进导臼当中 然后用尽力气疯狂地倒药 人参 地皇 老金喝道 严手医像是帮厨 却不手忙脚乱 他快速从药材堆里 拿出这两位药材 老金接过以后 只是用手掂量掂量 便知道药材的分量有多少 这是老金的隐藏技能 他的手简直堪比精细的天秤 抓多少是多少 分毫不差 格根 芙林 来了 再来点黄芪 在这里 还有 二人配合着 很快就将药材全部捣碎 此时炼丹炉也烧得通红 冒着白烟 老金用手背感受一下炼丹炉的温度 知道此时温度正合适 便将捣碎后的药材扔进炼丹炉当中 做到这一刻 接下来只需要掌握好时间和温度 只要火候正确 炼制丹药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可现在 大家最缺少的就是时间 胡柴一直在旁边观摩 当他看到老金选择的药材以后 便知道老金已经看穿了他下的毒 并且找到了相应的解药配方 解药名为人黄回气丹 正是由格根 人参 地黄 符灵 黄旗等药材炼制而成 只要韩三能够及时服下人黄回气丹 他的毒性会在五分钟之内消除 并且迅速恢复呼吸能力 但 即便老金已经做到这一步 胡柴的脸上 依旧带着稳操胜券的自信笑容 许盛南站在胡柴的身后 小声询问道 福多主 他们似乎找到解药配方了 胡柴冷笑道 慌什么 这一道毒 最难解的是不是病因或者解药配方 而是时间 你知道我 为何只给他们两炷香的时间吗 看似时间翻倍 实则根本不够用 即便是我炼制人黄回气丹 也需要足足两个小时的时间 区区两炷香 他们能炼出个什么玩意儿 许盛南拱手道 副舵主智慧过人 虚名 胡柴白首 他当然不在乎这些 杀人是他第一爱好 狗刀士等人 此时也看出端倪 时间根本不够用 炼制不出人黄回气丹 韩三必死无疑 可任何时间都能加速 时间如何加速 这似乎是一道无解的题 妙计甚至已经开始思考 是否要早点了结韩三的性命 让他解脱 忙完一切 严守一无事可做 他看到老金也同样在等 察觉到问题的严守一 忍不住说道 老金 我们时间不够 你先别说话 老金打断严守一 脸色前所未有的严肃 他伸出手 与炼丹炉保持距离 认真的感受着温度 似乎在心里默默独秒 我可以的 七皇派可以的 老金低声说道 严守一愣了愣 虽然他不知 老金还有什么奇招 但他选择相信老金 既然老金说可以 那就一定可以 众人屏息凝神 就连胡柴都不再说话 双眼紧紧地盯着老金 七皇派古一 你们还有什么招数 尽管使出来吧 我可是期待得很呢 一炷香的时间已经过去 胡柴换了第二炷香 时间变得不值钱了 香火燃烧得迅速 龙飞城感觉自己 只是眨了眨眼睛 第二炷香就已经燃烧了大半 突然 老金似乎摸到了某个契机 居然伸手要去开单炉 见到这一幕 胡柴顿时忍不住笑了 他太着急了 时间不够 所以老金想要直接开炉 把半成品的药泥搓成丹药 喂给韩三解毒 哼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正所谓是要三分毒 炼制人黄回气丹的这些药材 如果没有经过足够的高温洗礼 混合在一起 不仅无法解毒 甚至还可能给韩三带去新的毒素 若是半成品就能救人的话 那要成品丹药作甚 难道这就是齐皇派古一的实力 真令人失望啊 胡柴摇头 似乎已经看到结局 老金身边 严守医虽然也无比惊讶老金的动作 但却没有阻止 他想看看老金要做什么 只见老金打开单炉 单炉内的高压气体瞬间喷出 还好老金及时躲到一旁 否则面部都会被重度烫伤 等到那些雾气散去 所有人都看到炼丹炉里吸烂的药泥 这个程度不行 根本就不了人 就连狗倒是都直摇头 然而 就在所有人都认为 老金已经无计可施的时候 他的手里突然多出一张道符 他将道符扔进炼丹炉当中 随后低声喝道 天旋复活法 刷啦 道符瞬间燃烧 一股可怕的热浪扑面而来 炼丹炉里发出耀眼的金光 如同一轮炎日 复活法 前一秒还信誓旦旦认为 老金输定了的胡柴 突然间脸色大变 严守医突然想起了齐皇派的一些本领 忍不住哈哈大笑 拍着大腿喊道 原来是复活法 我差点给忘了 齐皇派还有这么一个绝节 乍一听复活法 许多人都会一头雾水 但如果换种说法 大家就会瞬间明白了 火药 在华夏古时候 道家崇尚炼丹 而炼丹与炼金本是一家 炼金的本质又是化学反应 最早的炼丹术 除了加入各种中草药以外 还会加入金银铜铁之类的矿物 但矿物也具有一定的毒性 若是炼制不好 很容易吃出人命 唐朝时期 一名名叫孙思淼的民间名医 为了减轻金石药物的毒性 增总结出俯火方法 他在使用硫磺 砒霜等金石药物时 有一时药物 容易自己起火燃烧 借以去其毒性 但在实验的过程当中 丹炼却常常爆炸 后来他几经完善 发明了如今为人所知的黑色火药 虽然孙思淼为了炼丹 阴差阳错发明出火药 并且沿用至今 但他创造的浮火法 思路 也经过后人的完善 再结合道家本领 最终创造了天玄浮火法 依靠特制的道符 能够瞬间提高炼丹炼内的温度 天玄浮火法制造出来的温度 置而不列 不会瞬间将药材烧成焦炭 反而像是蚊火慢煮 不仅不会伤害到药材本身 反而能够凝聚药性 提高药效 而其最大的优势 正是能够巨浮加快炼丹速度 竟然是天玄浮火法 胡柴的脸色前所未有的难看 但眼神中又带着强烈的贪婪之色 虽然第二轮他输了也成定局 可他也获得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信息 齐皇派古一传人精秀 会传说中的天玄浮火法 哪怕发生了最坏的情况 胡柴彻底输给老金 以后胡柴也会想尽一切办法 把老金绑回乌神山 逼他交出齐皇派的绝技 只见炼丹炉内爆发出一阵耀眼的金光 而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光芒消退 炼丹炉下的火焰也渐渐熄灭 再次开丹炉之时 里面的耀泥已经处于最完美的状态 成了 老金 真有你的 眼手一感觉 刚才自己都要窒息了 好在老金关键时刻露了一手 力挽狂澜 回头看去 时间还剩下最后一炷香的五分之一 老金擦了一把额头上的冷汗 对眼手一说道 药泥太烫 我不敢碰 你来搓成丹药 切记 只要小指甲盖那么多就行了 吃多了 反而会害了韩三 好 眼手一直接伸手净炼丹炉 抓起一块滚烫的药泥 忍痛在手中搓成丹丸形状 正好一个指甲盖大小 这就是人黄回气丹 事不宜迟 他立刻回到韩三身边 用温水送服 让韩三将人黄回气丹吞下 人黄回气丹入肚 很快韩三的症状就得到缓解 眼看他的脸色一点点好转 呼吸也变得正常 所有人都松了口气 此时 老金恢复过来 又帮助韩三取出呼吸管 缝合脖子上的伤口 撒上金疮药 韩三躺在地上 呼吸平稳 眼神中多出了一丝生机 韩三 你太能了 眼手一滴声鼓励道 还有最后一关 挺过这一关 你就能活下来了 韩三早就放弃了自己 甚至可以说是 失去了活下去的信念 但他在这两次受折磨的时候 看到了眼手一和老金的努力 他忽然有了一丝活下去的动力 也逐渐找回自我 只可惜 他现在依旧虚弱 连续两次中毒 又被解毒 这种折磨不是常人能够扛得住的 换作其他人 精神早就一次又一次地崩溃了 老 老言 韩三张了张嘴 虚弱地说道 我要是活下来 你一定要 记得兑现你的承默 听到韩三用玩笑话表达自己想要活下去的愿望 眼手一不是滋味 他低声答道 我不仅给你介绍好看的小姐姐 我还让小龙带你去北方骑大洋马 一旁的狗道士 妙计都陷入了沉默 只是眼手一明显感觉到 韩三抓着自己的手的力量 中了几分 看样子 还是小姐姐 能够让韩三振作起来啊 两炷香的时间到 坐在灶台上的胡柴 突然说道 韩三还没死 这第二轮 我又输了 老金骄傲地抬起头 胡柴笑道 能见识到齐皇派的天玄浮火法 这次我输了也无妨 心浮口浮 一想到天玄浮火法 和寻金探麦 马上就要成为我的囊中之物 我就忍不住兴奋啊 连书两轮 却并没有让胡柴丢失信心 反而依旧认为 老金必败无疑 眼手一不知该说 胡柴过度自信好 还是该说 他没有自知之明好 就在大家刚刚松一口气的时候 胡柴喊道 第三轮现在开始 韩三 起来吃药了 韩三的眼皮跳了跳 满脸都写满了抗拒 他刚刚从呼吸衰竭中缓过来 要是立马再吃毒药的话 就算身体没有被毒死 精神也受不了这种摧残 许胜男见韩三竟然不听话了 气得抬手给了韩三一边 眼手一连忙阻止 别打了 打坏了韩三 岂不是影响你们的赌局 要是韩三因为这一鞭子而死 待会儿我们可就不认赌局结果了 胡柴觉得有理 便让许胜男停手 我说了 赌局要按我的规矩来 胡柴也不忘提醒眼手一 眼手一沉默一阵 说道 那我们做个交易 你让韩三休息半个小时 再进行第三场 我也同样同意你的一个条件 当然 只是规则内的条件 有趣 胡柴忍不住拍手 颜会长 我越来越觉得 我们相见恨晚了 游戏就是要充满了不确定性 才会更有趣 让我想想 规则之内不如这样 待会儿我下读的时候 你们所有人都不准看 解读的时候 金秀只能指点 不能动手 嗯 我要看你来治韩三 当然 时间我会放长一点 三个小时如何 毕竟你们会天旋复活法 限制时长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不让老金亲自动手 要让我来治韩三 严守一有点心虚 但韩三的情况实在太差了 他真的无法立马 再承受一次非人折磨 但这事光凭严守一事 拿不定主意的 得看老金有多少把握 所以 严守一回头看向老金 征求他的意见 老金转过身去 挠了挠自己的地中海 他似乎也在挣扎 最后 老金转回身子 对严守一点头 干 干他妈的 虽然我们也没得选 严守一得到肯定的答复 回过头深深地看了胡柴一眼 就这么定了 很好 我也去准备准备 咱们半个小时后见 胡柴跳下土造 脱掉围裙 离开院子出去准备 但许圣男还留在院子里 似乎是在监视严守一等人 严守一回到韩三身边 低声安慰 你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休息 一定要调整好状态 我一定会带你回毛山的 老 老颜 韩三忽然虚弱地对严守一说道 如果我死了 我希望你答应我一件事 你说 替我好好照顾林子彤 你他妈的去死吧 严守一差点赏 韩三一巴掌 都特么要死了 还惦记着我老婆 不过 随后二人又笑了 韩三还有力气找骂 看样子 状态恢复了不少 狗倒是叹气道 我给韩三度点气 帮助他调整状态 第三轮是一场恶战 守一 你和老金先商量商量如何应对吧 韩三有狗倒是照顾着 严守一很是放心 他带着压力 跟老金走到院子角落 与许盛南保持了最远的距离 开始商量 狗日的胡柴 真是老母猪带胸罩 一套又一套的 严守一第一时间表达了自己心里的不爽 他冷声道 我有点后悔 把心魔留在寒山寺了 要是现在我的心魔还在 刚才早就动手弄死胡柴了 一个人冲动 另一个人必然会变得理智一些 老金难得拿出一点 年纪大概有的姿态 安慰严守一 我们接下来还要去长白山 要是现在和胡柴动手 往后的路 就会变得异常艰难 你还要早些回去陪子彤生孩子呢 我们必须顾全大局 道理严守一都懂 他只是看到韩三的惨状 心里实在有些难受 深呼吸几次以后 严守一平静下来 老金 待会儿你有把握吗 说不准 老金摇头 胡柴这丝不是擅茬 他不停地在试探我们 每次对我们多一分了解 接下来对付我们的手段 就会立刻改变 我可以断定的是 下一道毒 不管是我用寻金探麦 还是天玄复活法 都不会奏效 以胡柴的性格 居然决定让步 显然他要让韩三 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 接下来的毒 比前两道加在一起 都难对付 严守一头疼道 胡柴让我动手治韩三 是故意想折腾我 我刚才就不应该 教胡柴杀人诛心 结果这货把杀人诛心这招 用在我身上了 老金点头 的确如此 他骂的 狗日的胡柴 要不待会儿他回来了 你们还是直接把他给剁了吧 嗨嗨 别激动 我还着急回去 陪子彤生孩子呢 不能和胡柴发生直接冲突 好在 你也有一定的医学基础 如果胡柴刚才只任小龙动手 那韩三可就真的死定了 老金信信地说道 虽然这话给龙飞城 带去了极大的侮辱 但话操理不操 再说龙飞城也听不到二人的对话 接下来 咱们只能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 见招拆招了 二人都感觉到了极大的压力 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 不过 严守一从来不打毫无准备的仗 在和老金简单谈话以后 他描向许胜男 这个真正的女汉指 是胡柴的心腹 说不定能有些作用 半个小时以后 胡柴回来了 他手里提着两瓶二锅头 一斤牛肉 可惜并不是用来招待客人的 而是自己享用 看样子 这家伙是准备看一场好戏了 韩三休息得怎么样了 胡柴问道 躺在地上的韩三 脖子被纱布包扎着 伤口已经稳定 至于精神状态 他刻意保持着木然的模样 否则会被许胜男怀疑 还不错 狗倒是起身 顺手将韩三给提起来 哟 是不错哈 竟然都能站起来了 胡柴笑道 不过你很快又要躺下了 永远地躺下 胡柴与韩三擦肩而过 走到严守一面前 乐呵呵地说道 还是严会长会折磨人 明知韩三必死无疑 还答应了这场赌约 让韩三在临死之前 还要经历三次非人的折磨 不愧是我的偶像 你的偶像 现在很想砍死你个狗日的 严守一心里回答 但脸上还是笑嘻嘻的 他还摸不清楚 胡柴到底是真风还是假风 所以 胡柴对他笑的时候 他也要用假笑来回应 陪着胡柴演戏 韩三我带走了啊 放心 不会太久 两分钟后就回来 说着 胡柴对许盛南使了个眼色 许盛南便拽着锁链 带着韩三跟在胡柴的身后 走出院子 众人在院子里 默默地等待两分钟 很快 三人回来了 胡柴一脸满足 似乎是给韩三下了一个 他十分满意的作品 许盛南则一如既往地面无表情 最让大家在意的 还是韩三的情况 只见韩三浑身不停地发抖 面部肌肉不断抽搐 走路都走不利索 刚刚迈过门槛 他就一头栽倒栽地 胡柴回到土灶上 自顾自地喝着酒 吃着牛肉 他自信道 时间三个小时 即时开始 即便时间变得宽裕了 众人也没有放松警惕 所有人一拥而上 但立即想起 这第三轮 除了严守一以外 任何人都不能触碰韩三 所以大家又停下脚步 目送严守一独自上前 严守一快步来到韩三身边 老金的声音 同时在他耳边响起 先找东西塞住他的嘴巴 抽出状态下 韩三有可能会咬断自己的舌头 又或者吞下一五 造成窒息 明白 严守一麻烈地脱下鞋子 又脱了袜子 然后揉成团 准备塞进韩三的嘴里 韩三似乎还保留着意识 见到严守一要用臭袜子塞自己的嘴 他满脸拒绝 不不不不不不 不要 要要要要要 严守一愣了愣 似乎没想到 韩三还能说话 我我我 我我舅舅就是 是是是是好兴奋 控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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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 控制不住住住住住 我我我记记 韩三说着 竟然还笑了几下 这诡异的模样 让严守一完全摸不着头脑 这是毒吗 看样子毒性也不强 不过就是抽搐和口吃罢了 好像不会死人的样子 然而老金并没有掉以轻心 他眉头紧皱 自言自语 兴奋 抽搐 结巴 很多毒物都会造成兴奋和抽搐 但结巴这个病症十分奇怪了 造成结巴的病因 有遗传因素 发育因素 环境因素 心理因素等等 但以上这些病因 都和韩三搭不上关系 因为韩三过去并不是结巴 但出去仅两分钟 回来就变成结巴了 那么 只有一种可能了 神经生理因素 听觉系统受损 大脑运动区被毒素麻痹 中枢神经系统 多巴胺能系统过度活跃 多巴胺能系统过度活跃 同样会造成过度兴奋和抽搐 老金眼睛一亮 病因找到了 但他玄机又皱起眉头 这第三道毒 明明要比前两道毒更难解 但如今他只是通过观察 就已经判断出病因 这不符合胡柴的性格 难道这其中 还蛮有什么自己不知道的陷阱 不符合避典的医院 不符合避典的医院 是否会发封了 这一道大脑运动 是否会发封的医院 用最后的电视频 不符合避典的医院 不符合避典的医院